就是宗旨 讲到敦品丛礼 那个敦土的部分 有一句话说 马不必骑迹 要之善奏 玉不必江河 要之去构 那这个碧玉啊 是在说呢 马 他不必一定要骑迹 骑迹就是千里马 只要他能够善奏 那么玉就是洗澡 我们说早生玉德 这个洗澡不必要江河 要之去构 不必要很好的 这种 玉事啊 重点是要能够洗干净 那么呢 用这个马啊 用那个玉啊 来比喻啊 人也是一样 那他说呢 人不必富贵 要之明德 道不必悬傲 要之行修啊 那么讲道 修道 的人啊 那么人不在于富贵 其实富贵 也是因为 敦品从礼 修道立德 之中得来 那么可是呢 这些外在的形象 可以让人迷惑 会让人呢 这个上 上司本来的心智 所以人不必富贵 就是 人呢 不必靠外在的这些物欲啊 来满足自己 要之明德 明德呢 就是了解自己 内心的一个光明 一个道德的本体 那么有时候呢 我们生活在人世间啊 必须要靠一定的 这个物质条件啊 来养活我们人生啊 来这个红法利生啊 这个是无可厚非啊 那么人都要用这个肉体 所以呢 这个肉体啊 可以替天行道 那替天行道呢 这个人呢 一定要能够了解天的意识 了解天的道理 那么人为 怎么样才可以了解天的道理呢 那就是呢 人的心啊 它是光明的 它是纯洁 它是慈悲的 它是没有污染的 那跟天心啊 互相来相应 互相来相应 所以呢 他能够把天的意识啊 付诸以实践 付诸在百姓 这个众生的身上 天天自我明天 天事自我明事 所以人民的需要 所以人民的需要就是 老天要给予的 那么老天给予的一定是人民所需要的 天生地养啊 所以我们人都要靠天地来生养我们 所以这句话呢 人不必富贵啊 要是明德 明德之心啊 要重于富贵 因为老天给予我们的已经相当充足 那么每个人的福报 当然是不一样 但是呢 那个外在的福报 就是一个人的因果 那因果之事呢 已经是前定了 无法强求 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反身内诚啊 了解到我们自信的那个光明圆满巨主的这一面啊 那么外在的富贵 怎么会比得上这样的富贵呢 所谓宗庙之美 百官之父啊 你没有像那句观醒啊 这个进入这个万人工墙里面啊 你不晓得这个明德 他那个丰厚的那一面 是世间的这个福报没有办法比的 那所以我们向人参数道的奥义 道不必讲道玄妙 因为现在众生呢 你太玄妙的东西 他也听不懂 现在为什么 佛家的道理 道家的道理 这些经典啊 太过于深奥的 人家也不想听了 你看四书五经来讲 四书五经 四书还算普遍 那么普遍在于哪里 拜余在于儿童赌经班 因为儿童要赌 所以大人也要去赌 所以病人说呢 其实四书五经 对一般人来讲 也是太玄奥了 所以重点在于呢 要是行修啊 你听了一个道理 能够去行 能够呢 修正自己 能够呢 化解掉自己的脾气毛病 所以道不必玄奥 要再呢 行 要再修 那这是先佛所讲的话 所以呢 今天我们得到明示一指 最重要 最宝贵的 就是我们知道 要行道 要修道 如果不是趁这个时候 我们来行道修道的话 真的六万年来啊 我们没有这个机会 这个呢 从其他各教 从其他的宗教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各派 各宗的 这个教徒那么多 可是呢 民心见性的 一个也没有看到 真的修道成就的 少之又少 那么他 这个 像佛教在 在看有没有成就 是那个 死前的 有没有瑞相 我们说死相好不好 那在看他 有没有成就 所以呢 这个 已经是落入 相当于这个 末节的修行 末法的修行 那么如果说 我们今天 明示一指 天降大道给我们 我们甚至不晓得 怎么修行 更不用说 我们了解到 我们内在的良知本性 那所以今天讲 敦品从你 敦品 这个品这个字啊 老前人讲过 立志与立品 那么这个字立出来了 你那个 品啊 你那个格 你就要出来 你就要有那个品格出来 品 所谓的品德 品性 品格 等等呢 都是形容 我们内在 德性 这个光明 圆满的程度 所以到这种 只教我们 立品 首先呢 要从老前人 教我们的立志 做起 立志 为什么要立志呢 一个人啊 来到人世间啊 你要立志 你立什么志啊 那为什么要立志啊 常常在我们的作文里面 看到我的志向 那么我的志向啊 从小学到现在啊 真正的没有遇到明师啊 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志向 没有遇到这个道啊 我们不晓得 立志是干什么的 你看我们立志做 这个 科学家 立志做工程师 立志做这个艺术家 作家 立志做这些大家 那么立志做这些 对于 我们这个 明信见信啊 有没有 持续的关系啊 如果从 这个修道这台路来讲啊 那么 跟明信见信啊 是说实在的 没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呢 你反倒而行啊 反倒而行呢 你追求了这条路啊 有可能 障碍你 修行圆满 修行成就的路啊 所以为什么 论理里面 孔子讲到 至于道 具于德 医于人 由于义 等等的 这些德目啊 你看由于义 他写 排在最后 义呢 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这些知识 这些科技 这些记忆 这个是由于义 但是这个是最后的 我们的人生之中 是需要有这些 这些艺术啊 这些记忆啊 这些才能啊 来让我们生活的更圆满 但是呢 这不是第一要物 第一要物是什么 智于道 立志的 要立志在道上 立志在道上 不是叫你去敲打念唱 去叫你去这个参禅念佛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那个境界啊 天差地别 台湾话讲 一段差高秋啊 那至于道到底是什么 至于道就是 恢复我们的良知本性 恢复人的良知本性啊 这个是至于道 因为道呢 是天所赋予的 的一个命 那我们人 在天所赋予的命上啊 有叫做天命 天命就是我们人的性理 我们的性理 是明德的 是光明的 是圆满的 是具足的 是不生不灭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 一个境界啊 必须透过 敦品从礼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把这个目标呢 先立清楚 也就是说这个航道啊 你要走的这条路啊 要确立清楚 不要走错路了 你走错路了 那么到头来呢 错用功夫啊 就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啊 所以为什么 圣人 聪明锐智 足以有灵 圣人呢 这个 他的这个 理解跟认知啊 就是 可以呢 去 来到这个 这个世间啊 来教化众生啊 圣人教化众生 是因为 他知道天的道理 人本来是从天来的 所以呢 今天要回到天 必须呢 做天的道理 我们讲 这个从理的部分 但是要讲从理之前 你先要把这个志向 把它立下来 你才要达到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啊 那才行啊 所以品格 要要求自己 对于世间的染着 对于世间的烦恼 世间的这些挂爱啊 你能够 放掉几分呢 所以 敦品 立志 我们要知道 我们立的志呢 就是从我们的品格 圆满做起 至于道 至于道 会要回归我们的圆满自信 回归我们的这个 道德的圆满啊 所以至于道 具于德 具呢 是依据这个德 那么人世间的德 都是 我们在道之宗史里面 讲的这些德目啊 也就是说 三纲五成 五轮八德 那么我们根据这些德 即使呢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人类的游戏规则 这个人类的游戏规则 我们说守戒 守礼 这个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啊 那道有道的理 那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天的理啊 要时时掌握到这个心 是处在这种 光明 觉知的状态 也就是说 你不会 离道 就是说道不可虚于离耶 你不会离道 那么你所走的 都是一个 坦坦荡荡的大道 那么你的根据呢 就是 据于德 德呢 古德叫我们的 三纲五成五轮八德 我们现在呢 从 道之宗子 好好的入手 好好的来做 那一于人 人呢 是两个人 人呢 是一个 是我们这种 核心啊 人的核心啊 我们的核心价值 是什么 那么 生命的标准 是什么 我们上次讲到 生命的工程 你要建造 这个建筑物 你需要有工程图 你需要画出 你的计划出来 那么你的目标 要往往 按照你的计划 一步一步一步去走 那么我们依据呢 这个人的 工程图啊 也就是说 依于人 人的核心价值 然后慢慢一步一步 走向 这个目的 至于道 达到道的目的 然后两个人 两个人 就是我们处在 世间的 这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要依于人 来面对 也就是说 人跟人之间呢 会有很多 这种 磨合的状态 那么这种磨合的状态呢 需要透过人 需要知道 人的这种 毅力 人的这种 生活的价值啊 来跟人家相处啊 所以我们 不断地在强调 道之中 只三个关系 人跟身心的关系 人跟人的关系 还有呢 人跟 这个社会的关系 人跟自然的关系 那么人 多了 很多人 就是一个社会关系 所以人跟人的关系 跟人跟社会的关系 其实是一样的 那么今天讲 我们讲敦品 我们想到 颜回 他的品格是 在论语里面的记载 是被空老夫子 称为第一的 德性第一啊 他说 他说毁也 集心三月不为人 他的修道 修德 三月 三个月 不会回 不为人 没有 偏离 航道 没有偏离 人生的大道 所以叫做不为人 不违背 这种核心的价值 做人的道理 没有违背 三个月就 看到功夫了 那么三个月 看到功夫了 你看其余者 日月自焉而已 三个月的功夫之后 其他的时间 日月自焉 日月就是 随时随地 都可以到达 不为人 你看我们如果说 用这样的来解 论语这句话 它里面是有玄机的 因为大家都讲 集心三月不为人 三个月之中 不会违背人等 其他的日月自焉 其他的日月就 我被人得 其实这也是一种 一种表面上的解法 自古以来 就是这样的解法 但是呢 如果说 我们从心性来探讨的话 我们知道 元悔下功夫呢 它是 一单是一瓢瓶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堪其乐 你看他那个品 已经立到了一种 人类的一种核心价值 人类的一种道德圆满 他已经进入一个道德本体 所以才会 这么样的悠悠自在 我们讲 人不在富贵嘛 要是明德 他已经不在于富贵 他已经进入了 那个明明德的状态 所以呢 这么样的快乐 乐在其中 乐是乐什么 我们说法喜充满 我们说这个 到位无穷 这个呢 才是真正的 不为人 那么有的人把它解为 三月三就是多 就是他常常处在 不为人的状态 那其实这也是一种解法 那么孔老夫子 赞誕引悔啊 这句话 那么如果说我们 从心性的看法 是因为 这个引悔啊 在初一开始立志 下功夫的时候 他能在三个月之内 不会达到 就不会违背 这种核心价值 那么下了这三个月 功夫之后啊 他已经更生意着 一个层次啊 登堂入世了 登堂入世啊 所以的日月之焉啊 所以他要人 日月都可以到达人 所以其余的日月之焉啊 其实其余就是说 再讲其他的时间 三月之后 的这个修炼的阶段 成就的阶段 所以其实啊 远悔已经到达 一个开悟的状态 如果说从佛家的境界来讲 远悔在世的时候 就已经达到一个 开悟的状态 进入明明德的状态 所以呢 为什么孔老夫子 这么样赞叹他 有时候的孔老夫子呢 还会认为自己的悟性啊 比不上远悔 但是呢 远悔这个孔老夫子 在那个时候呢 他已经是 也是开悟的状态了 所以他看到远悔开悟了 这么快就开悟了 当然了 他非常高兴 你看一个老师 能够找到这么样好的学生啊 这个是非常难得 那么学生要找到这么好的老师啊 也是非常难得 这两种呢 来比较的话 老师找学生 跟学生找老师啊 其实第一种比较难 老师找学生是难啊 因为老师呢 总是在公众的目标 总是在大的范围啊 大家都想要去拜访明师 去追求明师啊 有的人要去追求有明的师父 有的人呢 按地理寻找 这个明德的师父 所以为什么聪明睿智 属于有灵 所以呢 一个聪明的人 一个有睿智的人啊 他要找明师啊 是找到那个明摆的师父 清清楚楚 了然清楚皆知的一个师父啊 那么什么 清楚什么呢 清楚宇宙人生的道理 一个人的核心价值 一个道德圆满的那种本体啊 这个是清清楚楚 只有这么清楚的人啊 才可以称为明师啊 才可以让人所医治啊 所以他说 聚于德医人 聚于德医人啊 其实都是一种圣人的一种化现 圣人的化现 因为德跟人 他必须呢 透过圣人 他才能够表承出来 那么天地虽然有道 生活虽然存道 可是呢 天地不语 生活不言 整个不言不语之中啊 人要去悟啊 那是不容易啊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 如来禅跟祖师禅的不一样呢 如来禅 我们就说如来 他开悟的样子 如来就是指释迦牟尼佛 如来 那释迦牟尼佛 他是透由这种天地的不言不语啊 悟到天地的这个本心啊 天地的本体啊 那个不生不灭的 跟 不生不灭的本体啊 在我的内在里面 那他悟到了这个 所以呢 他就跟大自然合为一体 合为一体呢 就已经是 融入在道之中了 这是如来禅 所以你看 道家 有一点像 如来禅的味道 那佛家把它称为小圣啊 其实呢 那是人的分法 你看老子跟庄师 在他们的 理论里面啊 他的这个意境啊 是相当高超的 有时候呢 他所 在人世间的表现啊 都还 比佛啊 还要更圆满一点 因为他的 他的这个表现啊 这些言语啊 这些动作啊 比较接近人 所以我们看庄子 老子的书啊 我们会看得会很开喜 会很 有这种法乐 会有那种超越的感觉 那看佛经呢 看佛经呢 他都是讲 大部分都讲超世间的事情 你看他去哪一个国土 你看他去哪一个国土 三方十界的这些菩萨 大德通通来 讲经说法 听经文法 在这个心性之中啊 来这样 到底流露啊 所以呢 他讲的这个是超世间的 超世间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啊 如果没有超世间的这种人来带领啊 一般人是不容易进入啊 所以佛法 佛法的修习啊 你看这个唐朝 佛法大圣 所以禅宗呢 他的这个派别啊 特别新圣 那个时候呢 是因为有圣人在表法 祖师大德在表法 所以叫做祖师禅 祖师就是有人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透过人的方式表达给你知道 天不言地不语 但是呢 人将天不言地不语的这个道理啊 视线在人的生活之中啊 这个是祖师禅 那所以比较于我们现在所修行的这个道 我们是主主相传的 我们这个道理啊 道脉啊 也是从禅宗那边一直流传下来的 那禅宗的这个祖师啊 一直推朔 推朔到这个佛 那佛如果说又在推朔啊 推朔到无穷无解的 的一个开始 我们讲道 我们讲老母 所以我们这个道呢 从老母这边来 一直到我们现在 这个一条金线 都是由祖师传承 所以这个祖师传承的 叫做祖师禅 那这个祖师禅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也就是说 人的生活方式 透过人来解答 那么你看庄子 看老子这个 那他这个呢 比较接近如来产 他的原因是因为 他这个没有一个 主主相传的 一个血脉 自修自悟 自解自证 那这样的人啊 在我们人世间 是很不容易的 但如果不是 特别聪明睿智的人啊 那这样 是很不容易 达到这种境界 所以啊 你看圣人的出世 佛的出世 他都是 为了这些 普罗大众啊 你看那些 特别聪明的人 或者是说 特别愚痴的人 这些人啊 其实啊 根本不需要操心他们 他们的成就呢 会比这些普罗大众 还要快 特别聪明的人 你看像颜悔 颜悔呢 这种人 可以说老是点一下 他就已经登堂入世了 那么释迦摩尼佛 这些弟子 特别聪明的人 是摄利佛 穆建年 大家社 这些呢 十大弟子等等啊 这些都是 特别聪明的人 那点一下呢 他就通了 那所以 在我们的 这个 案 这种公案里面啊 我们可以看到 祖师大德是为了众生 而存在 因为天丁自我明丁 天事自我明事 那么当整个 世间啊 需要老天派一个圣人来教化的时候 圣人呢 就会出现在人世间 菩萨呢 就会印化到人世间 那些特别愚痴的人 为什么我们也不用担心他呢 因为呢 他没有 任何的想法 这个没有任何想法 比一般人这个强太多了 没有任何想法 就是说 老师给他什么 他就学习什么 你看曾子 曾子啊 被孔好父子誉为 生也乳 所以其实曾子 他的支持啊 是很乳顿 但是呢 曾子 却也成了宋人 乳顿在我们的 理解 就是 曾子呢 他是比较愚痴的 但是我们会觉得说 愚痴跟乳顿是不太一样 对 其实不一样 那但是呢 就从佛的分法 特别聪明 特别 有智慧啊 特别愚痴啊 我们从佛教的分法 他的讲法是这样子 但是曾子呢 他是最让我们觉得不简单的 就是说 他自成 他的心自孝 自孝的人呢 已经是进入一个道体了 那何况啊 他对于老师的道啊 又这样呢 得道乐天啊 他也不理会 世间的公民富贵啊 他就在这个道里面呢 悠悠自得 自得其乐 所以这个是 出乎孔老夫子的意料之外 因为呢 孔老夫子在以为死后啊 已经认为说呢 这个道已经绝了 在他身上已经断 断止了 没想到出现一个曾子 所以呢 在论语里面 曾子被称为子啊 那是很不容易的 也就是说他 这些同学啊 对于曾子的肯定啊 也是从这个称谓里面知道 曾子那时候呢 已经得到心法 而且呢 已经开悟了 那么当然 儒教的开悟 我们很难去比喻说 是不是像佛教的开悟这样子 佛教讲 这个 离可顿悟啊 事须见修啊 那么理事要原种 所以呢 曾子在那个时候呢 已经达到了理事原种 所以他做事情呢 他都已经 施前 律后啊 都已经考虑得很清楚 甚至他在死前呢 起于手 起于鼠啊 两手空空的 来 回 回交给老天啊 那两手空空的 就是说 他怎么样来 就怎么回去 明来明去 那观赏帝君讲的 所以在 在孔子的这个 朱弟子之中 其实我们 没有办法 做到延违这样子 所以延违让人羡慕啊 是 是有 是有他的道理 但是呢 曾子 更是我们 要效法的目标 因为曾子呢 他的知识啊 比较愚钝 但是呢 他可以肯听老师的话 他肯 这个 在于 人世间的这些伦理纲场上 又守得很好 所以曾子的守约 约就是这种礼法的关系啊 礼法的态度啊 他守得很好 所以曾子可以成为圣人 那么我们呢 今天的知识啊 可能还不如曾子 在这普罗大众里面啊 我们 是最让圣人伤脑筋的 最让民师伤脑筋的一群 高不成低不就啊 这个 中 中满的瓶子啊 是响叮当啊 中一半的水啊 结果呢 最响 最会叫 那就是一般的 的弟子 所以老师的降世 也是为了这个一般的弟子而上脑筋啊 你看最聪明的弟子 得了这个道之后啊 赶快去潜修 赶快去行道 哪有什么道理啊 哪有什么纷争啊 哪有什么分别 没有了 就赶快去做就对了 所以先我讲啊 这个四体 淬炼啊 由人选择 一一逐进城 你老师传道给你了 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那你引进门了 修行这个就是考验的次体 这个次体啊 淬炼啊 由人选择 一一逐进城 一层一层的逐步前进 那你选什么课题呢 自己选择 那所以老师呢 会看人啊 你的课题是你自己选择 老师看人来调教你 所以为什么你看 在孔老夫子里面 有四辈十辙 我们最近这个十辙传 上下级刚完成 来希望能够当作这个 一个年度的 这种作品啊 整个年度的作品啊 要跟众生来结缘 就是十辙传 那么它里面分德行 分这个言语 分正事 分这个文学 四科啊 这个四科里面呢 成就十辙 后来的人最佳呢 十二辙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 自于道 具于德 于人 由于意 这个意呢 是白语最后 文学呢 是有点偏向意 所以呢 以前古大德在教人啊 刚开始 不教文学 不教这些诗词的作品啊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些诗词啊 的作品呢 里面夹带的 丰厚的个人感情 私人的感情 那么因为有感情在里面啊 所以他的文章呢 表现出那种美感 那种意境 那那一份个人的感情啊 这个不是圣贤人要教的 圣贤人是 亲近 平等 是这个绝词的状态 那所以呢 要教小孩子啊 一开始不要教唐诗三百首 不要教这些诗词啊 要让他长大之后 有这个判别能力之后啊 再教他 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好像不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的读经班啊 小朋友就很会背唐诗了 唐诗呢 全部都会背了 这种现状呢 那是因为 老师也不明理 父母也不明理 所以呢 一开始教唐诗啊 放入个人的感情很深 那所以小孩子读了这些之后呢 他也有个人的感情 会触动他的那个内在的核心价值 认为说 这个呢 就是人做人的标准 其实呢 不是 那一开始要教什么 要教地死规 要教三次心这类的 这种古德的话 那教如你孟子 好像也太深 所以从地死规 从这个三次经 这样的入手 那是 很适合小朋友 那所以我们讲到 由于义啊 是因为 刚才讲到四配十折 十折传里面这个文学 是指 指有指下 所以指有指下分别传承下来的 是这些礼法的代表 所以你看在孔老夫子的文学里面呢 他讲的是礼法 重礼跟重法 尤其是重礼 那孔老夫子是非常重礼的 礼是人伦的仪轨 所以礼是人的标准 那在我们道上呢 重礼 首礼 就是我们说的 佛归礼节 那圣人 他所行的 圣贤人 他所做的 都是这些 合理合法的事情 那佛归礼节呢 当然呢 就是佛 菩萨 圣贤人 他们做的事情 那他们做的事情呢 到了人的社会变成一种 规范 变成一种礼法 所以呢 一般人呢 会认为说礼教吃人 所以这个观念是 很错误的一个想法 礼教怎么会吃人呢 那是因为你被他约束了很痛苦 被这些条规 被这些礼法 绑得很束缚啊 所以呢 你会觉得不自由 所以才会有人出来 跳出来说啊 不自由 恶宁死 没有自由 宁可死啊 你看这 这种观念啊 什么人让你不自由的 你想一想看 谁让你不自由呢 你看以前在皇帝的时候啊 他那个礼法 他这个 这个国法 他看起来好像很 很酷 严酷啊 其实呢 他是非常宽松的 但是呢 你不要去违法 你不要去 去做你 违放良知本性的事情 你违放良知本性啊 你被处罚了 那么你就没有话说 所以 古时候的那个法 处理人 处罚人啊 是 看起来很严厉 以后 以前的死刑啊 可以说是啊 县长一句话 好 这个人就死了 那你哪有什么抗议的 你哪有什么走上街头的 哪有什么说要不自由的 大家都觉得说 他杀人放火 那他 他本来就应该 这个偿命 欠债还钱 这个是 一定的道理 那么孔子 甚至认为啊 复仇也有道理 这是中国人自古的观念 复仇还有什么道理呢 也就是说 杀复仇人 杀母仇人 你可以去报仇 他杀了你父母 你可以杀了对方 这个在中国的观念里面 是被允许的 但是 律法上 现在的律法 尤其是外国人 那是不允许 复仇了 必须要用公义来解决 但是公义呢 有时候没有办法 还给你 公平 所以呢 在中国是允许 复仇啊 所谓复仇不共戴天啊 但是呢 如果说 你的杀复仇人 他是一个 为人民服务的人 比如说他做这个县官 他做官 或者是说 在做人民 有益的事情 你不能够报仇 因为呢 他在帮助人民 帮助国家 你不能为了 个人的感情 个人的理由 而违背了公义 公理公义 这个是孔子说 复仇的道理 所以孔子虽然 允许复仇 报仇 但是呢 你要在一个 合理 和平的状态之下 等这个呢 没有再服务物了 没有再为人民服务了 已经退休下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去报仇 在我们现在听来 觉得是 很不可思议啊 但是呢 在儒家 他是允许 所以中国人的观念 就一直都是这样 这个父母之仇啊 不共戴天啊 不在一个天地之下 容许你 那如果说呢 讲到修行人 讲到修行人 具于得益于人 这家的一个 一个典范跟得目啊 我们会知道啊 人的核心价值 那么他 他既然成为人 他就有一个 做人的一套 那个标准 他就有他的良知在 所以圣贤人啊 我想他不会去报仇 佛菩萨 他也不会去报仇 那么他们知道 人生的道理啊 所以呢 会把重点啊 放在反身而成 反身而成 热梦大烟啊 你要真正的快乐啊 不是你杀了对方 你感觉到快乐 感觉到平等 你帮助父母亲超越 帮助父母亲享有 这享受永久的快乐 那个才是真实的热寿啊 所以为什么地藏王菩萨 他要到地狱去救他的母亲 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些圣贤人 他们从小就是一个自孝之人 这对他们观念来讲 孝顺父母就好像人要吃三餐一样 这么样自然平常的事情 那么没有特别说要去宣养孝道 没有特别讲要去行孝 不需要讲 因为那是自然的道理 所以说为什么呢 三月不为人 这个是自然的道理 但是呢 一般人是患得患失啊 患得患失呢 他那个品格会降低 因为得到你就快乐 失去你就悲伤 你就烦恼 甚至呢 你会去作乱 那这样的人呢 是没有谱格 要讲到敦贫啊 这个敦根本就没有做到了 更不要说是贫 所以患得患失的人是皮肤 是凡肤啊 我们如果说今天呢 还去行一般一整的这种道 这种小径小道啊 那么你就去 依循你该得的因果 该怎么样就做什么样 其实我们要想想 其实人真的道理不是这样子 好好享受人生 你要知道什么样叫做享受人生 不是因为你健康 不是因为你有钱啊 这个我们要懂 你看炎晦他 三十二岁走了 也有人讲四十二岁 那他是彻底的不健康 长期的不健康 所以呢 这么年轻就死了 但是呢 他乐在其中 所以享受健康 他那个道理啊 我们要懂 那么炎晦的道理就是说 他自于道 他知道 人生宇宙的这种目标 就是反身而成 反攻自行 自己的良知本性 有没有跟天理天道合而为一 跟天理天道合而为一 人的品格就是属于天的品格 那么一般人呢 他不知道 人的品格 这么样高超远大 所以呢 认为说 别人欺负我 我们不要让别人欺负 所以要去欺负他 别人伤害我 我也要去伤害他 这个就是所谓杀人 产命 欠债还钱 进入因果的道理 没有错 人是有一段的这个因果 这些因果不断的在轮回 但是呢 聪明的人 有智慧的人 可以让这个因果呢 在他这个手上啊 就停止下来 不要再继续演生下去了 今天你这个 得到了这笔财富 那不是因为 你用这些手段 才得到了 那是因为你命中 有这笔财富 你命中没有这笔财富啊 你怎么样得 你也得不到 一个读者打电话来问 他们的家产啊 被他的弟弟 给强占了 他弟弟呢 趁他父亲在中风的时候 把他的家产啊 通通过悟到他的名字 那做哥哥的这边呢 只得到一点点 所以呢 每天呢 愤恨不平 对这个弟弟啊 非常的 嫉妒 而且呢 这个仇事的心理啊 非常重 你看这患得患失 这是凡夫啊 这怎么是修道人 你看他弟弟 得到这笔钱 是他命中的福报 你要知道 他不是因为 父亲中风的关系啊 那今天不是因为 也不是因为 父亲中风的关系 所以你失去这笔钱 这是你命中的因果 所以呢 你在那里 自怨自爱的时候 其实呢 你已经在 做下一次因果的 这种轮回中止 你为什么要让 轮回 这种因果 现象又再 再一次的 轮回呢 你就把它放下 把它看开 反身而成啊 你知道 人的内在这份名德啊 是最大的热受 我们跟天地一体 跟宇宙合一 谁有办法 比天地还要富有 比这个宇宙 比这个司法界 比这个一针法界 我们回到一针法界 回到里天 那一份永久的热受 那个不是物质能够比的 你看一个人的福报 比得过神吗 可是神还在六道轮回之内 神要什么有什么 你看我要吃饭 食物马上变现在前 我要去哪里 马上可以到达到那边去 这种福报是 人 气球的 人所 希望的 但是呢 这样的福报呢 还在六道轮回之内 我们今天得受 明示一指点 我们希望呢 回到这个永恒的热受 生命的永恒 我们这个智慧的圆满 这个道德的这种 扩充啊 道德的具处啊 所以这个就是回归我们的良知良人 回归我们本来面目 所以今天明示一指啊 就是告诉我们 回归我们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是无私无德的 无私无德 今天我怎么会患失患得呢 所以我们成为匹夫啊 成为凡夫啊 那么有的人呢 还为这个外在的 这些名利富贵啊 不断去追逐 造下了种种因果 那个因果累结不断了 形成了这种六道 人为不止 这真是行尸走肉 又干下了这些 违背良知本性的事情 这个是一观禽兽 这个是地狱的常客啊 所以今天地狱不能空 是因为人都没有办法了解这个道理 这个众生呢 累结以来 接受到这种因果的变化 产生更多的因果 所以这个祸业苦的轮转啊 让自己不得超生 今天只有明师告诉我们 明师一点 这个大道的珍贵啊 就是要让你能够跳出六道沦尾 六道沦尾 是我们 常常 常常在走的旅舍 今天我们不要再来这些旅舍了 我们要回家 回到永恒的家 这个家呢 是我本来住的故乡 我不要再行私走路 我不想再做一观禽兽 你看那些做杀人犯奸的事情 我们骂他一观禽兽 但是你想想我们人 做人这一辈子 我们没有好好地把握人生的价值 没有好好地来参悟本体 没有好好地来物名本性 我们也 不过是批了一张人痞的 一个众生而已 其实你看跟众生 跟那个禽兽 有什么不同 禽兽因为没有智慧 所以才 才变成出生 人同样也没智慧 人的一些行为啊 比出生还要可恶 这真的是行私走路 真的是一观禽兽 我们不想让自己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要立志 立志自于道 我不要立志做总统 我不要立志做立法委员 我不是立志这个 这个是人世间的事情 我要立志回家 立志回归我本来面目 那么外在的这些 人世间的这些福报 他就好像人的本能一样 他自然会有 不需要人去操心 你自然有一个因果的定律 在阻挡你 但是我今天是不要说 因果定律 我今天呢 要超越因果 超越呢 这个轮回 我不要让谁来拘束我 那么呢 你要呢 至于道 至于道的道 也要至于德 异于人 那么再加上 由于意啊 你的生活呢 可以更充实美满 其实我们现在你看 我们在道场 在听课 在办活动 在指挥消灯 在主菜 其实你看 这是不是 由于意啊 那不是在行道啊 其实他不是行道 因为呢 你没有具于德意于人嘛 你如果不是从良知本性而发 你做的那些动作啊 只是增加你的福报而已 增加你的记忆 你的知识 你的功能 你的这个生活的 这些氛围而已啊 那不是道啊 今天如果你不懂得至于道 不懂得民事追止啊 你错失了六万年来 这个这么大好的因缘啊 是影响对白啊 跟着人家忙啊 忙进忙出 忙啥忙下 不晓得自己在忙什么 即使你到了国外去啊 即使后学 也常常出国啊 但是呢 有些道场啊 就忙于建佛堂啊 忙于募款啊 忙于规划课程啊 都是在忙这个 真正的让众生 明白心性 明白事理 让他们呢 能够呢 懂得圣贤的教化 这种事情啊 是很少 其实讲真的很少 现在在国外办到了 普遍种在外 这个物质的 普遍种 种是在这个 佛堂的这种 课程 活动 这个 这种很多 外在这些形式啊 很多很多 所以今天我们讲 敦品 敦品要立志 我们的志向 在哪里啊 今天我们要懂 我们要懂了 这条路啊 要真的是超越人生 超越生死的路 所以你自己啊 如果说 被这些外在的东西 所干扰 所牵缠 那么你的志向啊 是已经走平掉了 你的品格啊 只是呢 看到一定的 一定的范围而已 什么叫 贫贱不能倚 富贵不能倚 威武不能屈啊 这是人的品格 但是你在 这个事理上 有办法 真正的发挥吗 有办法像 言回真子这样 然后扩充 你的心性吗 所谓大丈夫啊 大丈夫就是要做到这样 贫贱 富贵 威武 你不会因为这些而起舞 所以你的立志 你的敦平 是要有格调的 我今天要做的是 第一天行道的事情 救度众生的事情 我要做的是圣费人的事业 这个才叫立志 所以读书要明理啊 你不明理 你读社会书啊 成了你的知识 成了你的记忆 那知识记忆啊 只是带给人更多的负担啊 只有把头脑放空啊 把一切放下 你才能够回归到本性 因为本性 良知呢 都已经具足了 它已经是圆满了 朗朗 朗朗乾坤啊 它已经是普照大地了 你还要求什么知识记忆 那只是点缀你生活上的一点功能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从佛归礼节 佛归礼节其实就是有语义 从佛归礼节来进入到一层一层的 据于得益于人 从这些这个修道的课题啊 来达到我们这个道的目标 你才能够过关斩将啊 才能够呢 各显神通 参道呢 参道无穷 热无穷 你们各显神通 在道场每一个人 是不是都各显神通 但是你有办法过关斩将吗 过什么关 五一六成的关啊 斩什么将 斩你的色受想行事 这些将 这些主导你 诱导你生活的这一切 妄想无敏分别之所 这是过关斩将啊 那么你才能够热大无穷 要热 真的要像炎灰这样的热 增止这样的热 那才是真正的 进入圣贤人的堂奥 进入这个万刃工墙之内 我们说要回到老祖师的国度啊 迷热内院 迷热内院是我们的目标 那么迷热内院呢 是因为我们还要跟老祖师呢 还要来 来一次啊 来帮助人世间 普度搜远 普度搜远之后呢 我们通通要回去 回归礼天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是我们要立志的方向 所以我们立的品呢 要达到先佛 圣贤人这样的格调 要立大志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要达到这种大志才行 你没有这种大志啊 那么你今天愧度也修道了 那么你也 你今天呢 也失去了 为人的这种核心价值 可惜名师传道给你了 可惜大道在普渡啊 那么你就失去了这一场 荣华的圣位 我今天不想失去 我今天要投入其中 我今天要参与其中 所以呢 你要立大志 为天地立这个心 立这个命 为这个祖师大德 为往生先贤 来开启这个良知本性的这条路 为整个世界的和平 为整个宇宙的这种安和啊 我尽了一份心力啊 那所以你看现在 大家早安 讲到敦饼丛礼 那么老前人 一开始就问我们 立志是干啥 人为什么要立志呢 这个问题啊 我们必须先提清楚啊 你看在这个立志品 立志这个古德讲 王阳明先生啊 人没有立志啊 就好像一个没有目标的船 没有江省的野马 你四处乱窜 结果呢 你拼命的再走 拼命的往前进啊 但是 你拼命的目标 那个境界啊 是让你堕落的境界 你走到地狱去了 走到畜生恶鬼道去了 结果呢 那个地方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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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立志 就是人跟立志 还有堕落 堕落三恶道 这个是达不上边 所以人的立志啊 那他是要往高处爬 人的立志啊 要往我们的原来面目 这样子去回归 往自然之道 往圣贤之道 所以立的志啊 一定要发心 让自己呢 回归本来的样子 那回归 本来的样子 我们的样子是自然 合而为一的 每一个事物 山河大地 树叶花草 这个呢 都是我自信 的朗线 我们要立志 立志道 这样子 圣人 圣贤人 本来的面目 圣贤人 本来的面目啊 那他是跟 整个 宇宙 天下 是合而为一的 所以三教所讲的道理啊 其实都是一样 回归本来的面目 他就是讲明明德 然后呢 你还要心明 止于自善 那正是本讲清清 讲心明 讲止于自善 其实意识都一样 字帝上呢 有一点细微的功夫啊 稍微不一样 但是啊 大致是相同 你跟明明德 其实我们的明德 是本来不需要明德 哪需要明呢 我们的道哪需要修呢 何必老师传道给我们 其实这个是 因为众生累劫的 那个错误的事件啊 已经激起太久了 所以呢 没有人告诉他们 那没有人告诉他们 一定要有一个 清楚的人 从梦里面 已经醒过来的人 那么他才有办法 将梦境的一切啊 告诉 世间人啊 因为世间人还在做梦 所以呢 这些醒过来的人 又进入他们的梦中啊 去告诉他 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啊 难信能信啊 很难信 但是你相信了 你就可以 做得到 所以信是 道远功德 信这件事情啊 是 人言为信 今天 明师用 他的这个 道体啊 化成肉身 视线言语 然后呢 告诉我们 你相信了 那么 你跟着他做 你就可以 回去了 回归本来面目 那么大学讲 在清清 在心敏 子于至善 这个人是 次第的功夫 当你 立志了 那么呢 你还要有一个 利品 利品除了说 我们自己 在世间的 这样的一个品格啊 同时也要知道 我们回天啊 要回去 就近的天啊 就近的天就是 我本来的故乡 我不要从 这个他乡 又另外转到 一个他乡去啊 虽然生活条件 好一点 但是呢 那还是不是 就近啊 你甚至可能 会沉迷于他乡 甚至又不想回去 所以我们立的品啊 要回到家乡 原来面目 那个品 那个才是我们今天 要讲敦品的 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那所以 老前人告诉我们 立大志 就要像张宰讲的 为天地离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样的大志 那么他这句话呢 是所有的圣行人 他们一致努力的标准 所以这句话留名 是因为他的意境高 他的气迫大 那么他的这个心智啊 也是圣贤人 所应该去 去立行的 那么我们春秋学会呢 那我们春秋学会呢 用了这句话呢 来作为一点修正 原意通通都是一样的 那么作为修正的原因是因为 让他们五个字五个字对聚 所以立天地之心 率生命信命 既往上决绝 开万世开平 意思都是一样 那有人讲我们应该 保留住 保留住圣贤人的话呢 你怎么可以跟他更动呢 那么圣贤人的话 我们只要意思 说对了 意思讲对了 这样就好了 那对句呢 只是为了呼应 我们世间人的看法 所以呢 这无伤张载了这句话 我们反而把这句话呢 这个发扬光大 那所以你看 天地之心 立天地之心 你要立这个志 你看志是世人的心呢 那世人的心就是天地之心 那读书人不是为了做官 不是为了赚大钱 你看 世人怀抱的理想 是为了平治天下 是为了服务百姓 这个是读书人 他们是终极的目标 那么要平治天下 要替老百姓着想 那么你自己的功夫怎么样呢 你的能力怎么样呢 你自己的品格怎么样呢 所以 孔老夫子这边 就叫我们这个 昨天所讲的 至于道 至于德 义于人 由于义 这样的一个标准 来行持 来依据 这个是天地的心 所以天天自我明天 天是自我明事 那么你要懂得天的意思呢 就是人民的意思 那天人民的意思 去做就是达到天心 所以立天地之心 率生民性命 我们这个率生民性命 它是未生民立命 那么我们把它修改成率生民性命 因为它已经有了一个立天地之心 我们不用再讲立生民之命 我们改为率性 那率性是我们道长出阶的班级 这个叫率性进修班 那率是个有动词的意思 率是这个顺认你的这个良知本性 让你的良知本性 在生活上能够起作用 而且呢 帮助别人在生活上起作用 你的良知本性啊 所做出来的都是天理良知 都是符合天道天体 那么呢 这个就是一个圣贤人 他带领百姓要做的事情 百姓不懂 不懂没关系 透过圣贤人的教化 透过这些经教的典籍啊 我们慢慢的让每一个人 都能够理解 都能够理解 所以这个工作呢 是 五远佛界 这个整个四海天下 通通需要圣贤人的教化 那么呢 这个从 我这一代开始 以至到绵延不绝的后代 我们也是需要 把圣贤人的教化 继续传承下去 所以呢 既往圣绝学 往圣的绝学 历代圣人 他们所 不轻易传的 这样的一个 学术 这个学啊 就是绝问之道 往圣的绝学 为什么讲绝学呢 因为呢 这个呢 这个学问啊 他不是普通的读书人 可以传承的 只有呢 和夫天理天道的人啊 和夫天心的人啊 他才有办法 来接这个天命 接这个天学 所以称为绝学 绝学不是断绝的意思啊 而是呢 要有特殊条件的人 才能够学习得到 所谓登堂入世啊 你要想要知道 忠妙之美 百官之父 那么你要登堂入世 你才能够看得到 你才能够学到这种 绝世的武功啊 这种秘籍啊 既往圣绝学 秘籍在哪里 佛佛回旋 本体 那么这是六祖谈经的话 那么我们如果用儒家的话来讲 用儒家的话来讲 那就是呢 毁经毁一 允职绝绝终 舜传给舜 舜传给雨 都是用这个心法 这是绝学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必须要去悟 透过悟了 透过去实践了 然后呢 行跟之间啊 互相产生了一个共鸣 一个交感 那么你才能够成其大 你的那个智慧 你的心量 你的见识啊 越来越广 成其大之后呢 大到整个天地 无所不包 无所不容 那这样呢 你才能够开万世太平 开万世的太平 不是一世的太平 孔老夫子希望呢 能够恢复周理 来帮大家 开万世太平 所以从他开始 一直在做 做做做到现在 还在努力 那他所期望的万世太平啊 是摇顺 那种时代的样子 摇天顺日 我们现在讲 弥勒家园 弥勒家园 就是我们 摆养修士 要努力的 方向跟目标 所以呢 为万世开太平啊 要晓得 太平是一种 和的状态 那么人 身处在这里啊 应该 每一世 都是处在和的状态 而不是起起伏伏啊 多刀汹涌啊 那么人 为什么会起起伏伏啊 那就是因为 他没有立大志 他立的志呢 都是自私之力的志 都是为了自己的 荣誉前途的事 为了自己的 这个明文立养的事 这个不算志啊 连志都说不上 你看志是世人的心啊 世人就是有学问的人 有学问的人 你要立的这个心啊 你这个血啊 要觉悟天心啊 觉悟天心啊 那么你要跟天合而为一 你要天人合一啊 你要天人合一 开万世太平 继续这个努力做 那你呢 你才有达到 世人 也就是说修道人啊 他应该有的品格跟品味 你看这个 孔阿夫子的这些弟子 他们虽然没有很强烈的 用修道这个字眼 在约束他们 但是呢 他们用礼乐的教化 用这个 用这个四书 五经 当然没有四书 还没有四书啦 用五经 六经 这样的教化 也是古德的 一个传承 那么这个传承里面呢 有绝学在里面 绝学只有呢 登堂入室的弟子啊 才会知道原来啊 孔子 所传的这些 学问之中啊 有绝学 我们到一句 现代的话来讲 绝世武功啊 在里面 那么当时呢 孔子 他知道说 洛阳有一个大贤者 哦 这个 博学多闻啊 为人所敬重 所以呢 他就从 山东的曲妇啊 到这个 河南的洛阳 去找这名大贤者 大贤者是谁啊 我们知道 那就是老子 所以孔子 问礼于老子 这个呢 是我们 世间 所记录的典籍啊 那这个 这个时段呢 还算是孔子 年轻的时候 所以呢 他那个 诗人讲学啊 有教无类的 讲学风气啊 才刚开始而已 所以孔子 对于整个 到底的了解 还没有得到 那个 心法的传承 那所以呢 他到老子那边呢 老子 把心法 传给他 那当然 这是我们 到场的说法 实际上的说法呢 我们不得而知啊 只知道说 孔老夫子 在洛阳 受到 老子的点化之后啊 回来就 大开 大悟啊 回来 他整个 对于人生的看法 就完全 有很大的 突破 所以孔子 为什么要去周游猎谷 我相信呢 跟老子的 这个传承 的传法 很有关系 那么孔子 也不强求 你可以用的 国君 就留下来 帮他 不可以用的国君 就离开 走人 老子 在孔子 要离开之前 就跟他 就跟他讲 古时候的君子 要送人走 最好的礼物就是 送他 一些话 那么我现在也没有马车啊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送你马车 我就送这句话来告诉你 那孔子 说 虚心受教 孔子是一个 懂得学习的人 实时觉悟的人 但是呢 他需要人 跟他指点 那个更精确的方向 所以他虚心受教 那老子呢 他在这里讲了这段话 这个是史记上的记载 他说呢 两甲 身长若虚 君子 胜得 容貌若鱼 却己之私欲 娇气 养天地 之和气 抚养无贵 爱人如己啊 那所以孔子 接受到这样道理啊 在路上就跟他的 徒弟讲 哇老子这个人 我看他好像是一条龙 所谓见龙不上 不见尾 有神龙之叹啊 为什么见龙不见尾呢 见头不见尾 那是因为高深莫测 在云端啊 你不能够完全的看清楚 那么龙在中国代表是一个 非常神秘而高级的动物 号称祥兽啊 那么旧世界的看法 龙已经是不得了的一个代表 当然你说在后来的佛家 把龙呢 批育神呢 畜生到 高级的畜生到 但佛经也有佛经的讲法 那么老子这句话呢 可以让我们 好好的省思啊 他知道孔子当时啊 开办诗人讲学 这个倡导有教无礼 已经呢 让很多这个 这个士太夫啊 还有这些诸侯贵族啊 已经引人侧目 这个侧目呢 除了注意他之外 也有一点点 嫉妒 不屑于故的态度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呢 老子要孔子啊 要更加内敛 要更加的谦虚啊 所以梁甲身长若虚啊 梁甲就是一个好的商人 身长若虚 把自己的 的拥有啊 把自己的那种功夫啊 把他内敛在自己的 内心里面 表现出来了 一无所有的样子 所以你看那个大老板 真正大老板 是不会摆阔气的 他不会像 像古时候人出巡啊 这个 从车啊 从居数百秤 跟随的人 数百人 数千人 一出去就在浩浩荡荡 那个是百阔 那么一个真正 高明的 厉害的老板啊 就生意人啊 你看不出来 他是生意人 他穿个短裤 穿个拖鞋 到那个人家 房子的 预售中心那里 要看房子 那有经验的人啊 一看这种人 要来问房子啊 你绝对不能够 轻视他 那些菜鸟啊 看不懂 当然了 就随意招到一大 爱买不买 随便你 但是 仲介 有经验的人 一看就知道 这个人呢 已经一定 不是普通的有钱 那所以招待 非常殷勤 一下手啊 不是三栋 就是五栋 高级豪宅啊 要买下去啊 连眼都不眨一个 表面看不出来啊 你以为是隔壁的欧尼桑 欧巴桑啊 没想到呢 在这个购买力上啊 出手这么样的带方 大方啊 这么样的阔挫 这个是有钱人啊 这个是两甲 因为他让你看不出来 人家说 惨狗啊 惨狗啊 是让人家看不出来 可是呢 大家都知道 他是有钱人 那么在商场的老板 也是一样 你那么摆过气的 那你一时的福报啊 让人家 可以了解 但是呢 如果平平淡淡的 这个 不招 不招摇 然后呢 不显眼 你走在路上 人家以为 你是一个普通的人 甚至还会以为 你是流浪汉 那他这个比喻啊 是比喻到说 一个真正有内涵的人 你不要老是把你的才能 朗现在外 因为财啊 会遭记 财 财会引人侧目 所以你要把自己呢 表现得很 愚蠢 愚钝 好像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那这样呢 你 吸收的 人家愿意告诉你的 才会更多 你如果满腹愁愁的样子 自得意满的样子 那么你要向人家请教啊 人家是不告诉你的 所谓求人不以其道啊 入其门而闭其门啊 你求人不用 谦虚之道啊 你还没有进来 人家就把门关起来 这个在道场 我们 常常看到 类似的例子 对方呢 位高权重 那么对于一个后学啊 都是以止气死 哦 用这个下巴在指挥人 那你不做 你侵犯他 他就 给你不好过了 这是 这是道场有的现象 你不照他的话 那你就别想要好日子过 所以呢 你要更谦卑 你更不懂 点点头说 是是是 马上去做 这个是 一个谦虚的人 谦虚的君子啊 他应该有的行为 哦 他今天呢 经验比我丰富 哦 年岁比我涨 权力比我大 那么呢 他所讲的话 他要我们的 做的事情 我只有听从了份 哪有反驳的道理呢 但是你 你要有智慧 你要能够知道 合不合于毅理啊 哦 这个是 合不合于毅理 这个是属于 智慧的修为 哦 这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 但是呢 很 懂得谦虚的人 就会有智慧 所以呢 他说君子胜德 容貌若语 君子的德啊 他那一份 那种高贵的 那个气象 哦 那一份雍龙的气象啊 表现出来的 都是非常谦卑 哦 非常的有礼貌 好像呢 没有什么才能 但是呢 他里面有圣德 哦 丰富的道德 已经充盈在他的体内 所以呢 有这样的人啊 你会看到他外表呢 他是 非常的充盈的 哦 也就是说 有道气 这个人看起来很有道气 哦 道德充满 然后呢 这个 看起来好像啊 红光满面 但是呢 又非常的谦虚 哦 这个人就说 是是是 也不发表自己的 看法 自己没有什么看法 因为他表现很愚钝的 这样子 那所以呢 我们看到君 这个 论语里面记载 圣耶鲁这个 真子 他所表现的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那孔子说 他鲁钝 鲁钝呢 是 也许是 他的根性 比较鲁钝 但是呢 他悟到之后啊 他悟到之后 他表现出来的 也是很谦卑 也是呢 好像 什么都不懂的样子 哦 若虚若愚 你看在 伦理里面记载 真子的那个 开悟的对话 很有名的 无道义以贯之 真子说 嗯 你看 这个 这个对啊 这个为啊 可以表现出 他已经是道德 很高尚 很圆满了 别人听不懂 问他说 你在为什么 哎呀 君子是道 忠素而已 就是忠素而已 我哪有说什么 你看真子 谦卑到这样子 他不是自以为事啊 不是一副要做副教授啊 要做孔子的助教啊 没有啊 忠素而已啊 但是你看后来的这个 弟子啊 子游子像 哦 有若这些人啊 可能更年轻一点 那么他们的表现呢 就一副要做 孔老夫子的 的接班人 哦 在世的时候呢 就开堂授课 就在教学生呢 哦 担任起助教的工作 当然这个也 这个也有他们的做法 我们这里没有评论 那我们专讲呢 这个老子 对孔子所讲的这句话 哦 他说 雀己之私欲 娇气 养天地之和气 你要舍掉自己的私欲啊 还有那个娇慢的气息 可见的孔老夫子 在刚开始 因为我们知道孔子 拜访老子啊 也是在他 刚开始讲学不久 才三十几岁 不到四十岁 这段年纪 所以当时的孔子啊 是自得意满 自在成功 但是虽然他有这个想法 是很好 可是呢 你要观察 整个周遭的环境啊 如果说都抵制你 都批评你 都攻击你的时候 那么你就不要说 把这个自得意满 摆在你的外面 你要收敛 你要收敛 要谦虚 要做得呢 更如理如法 这样呢 你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 你不可以跟人家硬碰硬啊 那硬碰硬呢 就是牙齿跟牙齿 所以老子批语啊 牙齿 是先断掉了 那么 这个舌头是软的 舌头呢 都一直存在 在当场 老子也做了这个示范啊 舌头跟 这个牙齿的比喻啊 那么孔子 不用他讲 他就知道 一旁的指路啊 是看不懂 老子张开口 站在鼻嘴巴 到底什么意思 回头的时候 问孔子 老子在讲什么 孔子笑一笑 也没有跟他讲 子路回来才问 那孔子不讲话 这个子路更急了 这这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沿途啊 摸不着头绪啊 又不太敢一直问 只好呢 闷着回家 回到了曲父 这个学堂啊 那么他才问 这个仲弟子 仲同学啊 那弟子之中 这个智慧第一的 当然是颜悔啊 颜悔才说啊 老子这个动作啊 说明了两个道理 子路才听说 啊 连这样都有道理可讲 颜悔说 老子指的牙齿 那牙齿是容易折的 所以呢 刚一折 刚的人呢 就容易折断 老子 比的舌头 舌头是柔软的 软一顺 柔软的 就能够 顺 他的 跟周遭的 环境的相处 就能够 合顺 所以刚得的容易损坏 柔的呢 能够持久 所以你看我们牙齿 一定是先坏 如果跟舌头 比起来的话 牙齿先为 腐碍 折坏 柔软的舌头呢 绝对都是 一直都在 就是这个道理 那这个道理呢 说明在人 的身上啊 也是一样 个性刚强的人呢 一定容易受到 折损 受到人家的攻击 诡谤 那个性谦虚的人呢 他做事情保守 那么就不会引起 很大的反弹 虽然也会有人批评 但是呢 批评 归批评 我呢 更加的虔诚 更加的呢 谦虚啊 来行我的道 所以啊 这个是 老子 教孔子 这个道理啊 所以教他 却己之师啊 除这个 教 教 教慢之气 他的施气跟教气 施欲跟教气 通通通要去除 那么可见呢 老子 看到孔子 可能有这方面的 还有这个 虞习啊 施欲呢 施欲就是说 他个人的想法 他想要达到 怎样 怎样 当然 孔子的强法 是为世间着想 但是呢 碍于时事啊 你必须有时事的做法 你不可以强加在别人身上 要有次帝 那教气呢 当然是 孔子 他本身 除了博学多文 他本身也是 这个 世代夫 将军的儿子 所以他在 当地啊 也是有 一定的地位 那本来 本来 到他母亲这一代呢 他母亲算是 生了孔子 算是私生子 本来不被承认了 到了孔子呢 就把他恢复起来 那这个恢复呢 表示说孔子 是有加血渊源的 是 是由祖德避应的 所以为什么 这个渊源跟祖德 在于中国人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们不能没有根啊 你不能突然冒出来说 你自己很厉害 你想要干什么 你不受家教啊 人家就会批评你 那孔子呢 也遵守了老子的方法 据事与交际 养天地之和气 这个养天地之和气啊 那更是呢 一个气象的扩充 所以 这个孔子 一直到了 五十岁啊 才慢慢懂得 这个天地的道理 那我们怎么知道五十岁呢 因为他讲三十而立嘛 四十不获五十 知天命 只要五十以学义啊 可以无大过矣 所以五十的 能够学义经啊 知道这个天命的道理 那这个天命呢 在各家各外 都有不同的解法 所以我们今天 重点不放在这里 我们只要知道 养天地的和气 天地跟人之间 有一种 这个 期待关系 这种 互相互动的 一种 关系存在 那这种关系呢 人 必须要能够用心 来体贴天地 那天地呢 无私 无为的 来供养人 可是呢 天地还有很多事情 要人来做 那要怎么知道 天地的事情呢 你必须要用 这种 天心啊 去感应到 天地之气 那天地之气 无不合顺的 所以为什么 天地之中 还会有这些 天灾地变呢 那就是因为 人的心啊 没有体贴天心啊 人不是用天心来做事 所以呢 他感应的整个现象啊 就是一个 不合之气 不合之气啊 就造成天在地边 那么养天地之气啊 是合气 也可以说养天地之正气 那么孔子 他这个形象呢 用合气 比正气还好 孔子本身这个人 就很正 但是呢 他又懂得合 懂得与周遭的环境 人事物合 那这个呢 更加不简单 有的人一生是正气啊 可是呢 人看到他都会怕 那么这个不是修行人 所应该有的 你应该把 也要把你分 刚正之气啊 把它掩饰起来 所谓内方而外缘 那孔老夫子给我们视线了 他就是内方外缘 所以 孔老夫子得到老子的教诲之后 回去啊 哇 好像开悟的人 整个人呢 气象万千 他在讲课了 也讲到各种 很玄奥的道理 所以一般学生呢 是没有办法登堂入室了 你看子贡 子贡 跟随孔子这么久了 那孔老夫子 喜欢坐马车 那孔老夫子 喜欢吃什么 这个馒头 喜欢吃什么水饺 哪一家的水饺 包什么馅料的 的汤头 这个子贡可以说非常清楚 最了解孔子的 大概是子贡 我们是指生活细节 这一部分 但是呢 子贡 却登堂 而不能入室 那不是因为他 进不进去 实在是因为 他根本找不到路 信与天 天道的道理 孔老夫子 喊言 信与天道 这个是很少讲的 但是一讲出来 就是气里气机 气里气机 要听得懂的 人才能够进去 所以因为听得懂 真子听得懂 在孔子的 所有的学生之中 记载里面 就是这两个人 听得懂 那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 适配使者 他里面的境界 就不一样 言为真子 指示孟子 作为圣人 使者里面 这个德行 正是 德行 言语 正是 还有呢 这个文学 这个是使者 这个 适配跟使者 境界上 就有一段距离 那是有没有登堂入室 那么我们今天 有色 明示一指 我们很希望能够登堂入室 那其实我们已经登堂 已经入室了 但是呢 你不晓得 你自己在室内 你自己已经入室了 当老师打开你那一窍的时候 你是一窍通百窍通了 照理讲应该是这样子 明示给你的这个 指出那一窍的道理 那么你也要知道 其他窍 其他的眼根 耳根 鼻根 等等的这些根 是跟这个窍 是窍窍相通 所以一窍通百窍通 那么我们今天 有没有体悟到说 我们这个眼根的根性 是不是跟我们的自信的根性 相连在一起呢 那么鼻根的根性 耳根的根性 是不是又跟我们自信的根性 相连在一起呢 那眼耳鼻舌生义 这样的一个根性 有没有关联在一起呢 这个呢 通通都是关联的 虽然是五根 可是呢 合而为一根 一而五 五而一啊 所以既不是一 也不是五 你说归射起来是一啊 但是呢 那一只是一个四线 整理真道 不是用那一个穴来表示的 真理真道是无所不在 但是呢 它又分化起来 又有各种作用 所以不变的是体 妙用的是用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名师传道给我们 那一份珍贵的奥妙 我们都已经知道 那个本体的重要性 但是呢 此时没有办法感应到 所以先佛 这个 用各种方法 用尽手段 用尽方法 就是 帮他帮助众生啊 让众生能够进入 觉悟之道 那所以 用儒家的方法是最好的 那儒家呢 跟生活这个直接关系 你直接从生活上下手 从什么呢 从这个 爱国重视 从敦品从理 这个下手 至于佛家讲的 从根性下手 这个根性下手啊 一般人是不容易做到 所以呢 这个变成了 很悬远的道理 那其实呢 敦品从理 爱国重视 这个人 一般人比较听得懂 那么我就在 我这个德性上啊 好好的下手 那就可以一窍通 百窍通 好 敦品从理 你看呢 这个 把这个品啊 你要把它做得 很丰厚 你的品格呢 要有一个 一定相当 高的一个 格调 所以为什么说 人大无求 品质高 人 无私无欲的 那个境界啊 是你原来的样子 哦 不动不进 那不动不进 就是我本来的 本体啊 那你的本体呢 可以是在 整个三个大体上 可以是在 人事物上 可以是在 这些 言语造作上 但是呢 你虽然 应答 你不随之而起舞 那 那这样就对了 那这样就是 死死呢 没守在 这个玄关之处 没守在 我们的根性之处 那其实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道 不是老师给我们的 道是 本质具足 本质圆满 哦 本质光明的 那么老师 给我们的 这一窍呢 是说 你从这一窍啊 去通其他窍 去通其他的万法 那么万法归一 依归万法 这样你才能够懂 那所以呢 在 一般的人啊 很难了解 这么玄奥的道理 在这个苦海 这个 浮尘 难免呢 就不知道 要怎么修 欲获难填啊 这种 欲望啊 不止断的 充塞在我们的 这个身心之中啊 那我先佛讲 三朝对岸 岂能寻思啊 那我等到要 这个 三朝对岸呢 典将 封神啊 也不能够是因为你是道场的 好人 你是道场的 典团师 就对你寻思啊 如果你的修行 没有到那个境界 那么你还是一样 会被排除在外 所以 逢道 新生 毁浅啊 断尽 雷染 重发心愿 天理 佛 应把持 今天碰到这个 到了 重新 忏悔 重新 修行 这个 忏悔 你必须把从前的这个 业障 把从前的这些脾气毛病 统统断掉 不要再犯了 只有不要再犯了 那么你才可以真正的忏悔 真正的忏除掉你的业障 所以 数业难除啊 所以 忏除业障 这个呢 也是我们今天 能够达到 敦品重理的 一个方法 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因为你的 业障的习气啊 长久以来这些毛病啊 你无缘无故之中 你就会发起 那这些发起呢 就会让你的 你的志向 你的品格啊 降低了 你的方向呢 问乱了 所以众圣侵犯啊 主要是希望 你能够把你的 这个 世间的这些爱人啊 干预啊 尽量的降低啊 你对于世间的这个欲望啊 已经无所求了 那么你的品格啊 自然就会升高 你的志向呢 就会自动远大 所以 人到无求 品质高 人到了这个无求的境界 他的人品 他的品位 自然就会升高 那所以你看 那所以你看 真正一个懂得 无求的人啊 这样的人啊 才容易成功 你看昨天我在听那个 理财规划 那其中有一个专家呢 就讲出来 他说呢 这些大老板啊 为什么会那么有钱啊 那么 他们当初啊 并不是把有钱 设为目标 也就是说有钱 并不是他们的志向 那他们 他们只是一股 这个内在的 那一份热忱啊 他就是想做 这种事情 他没有任何的祈求 没有任何的 希望自己达到什么标准 他在这个富贵上啊 并没有什么 大志向 他只希望呢 他这个无求 安分守己的 做自己喜欢的做事情 好好的做 能够一直做 他们就很高兴了 所以 这个一股热忱啊 你看 忱的力量 是一种 一念不生 的修行 那么这位大老板啊 就是因为一股热忱 所以后来 生意的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就越来越有钱 他们有钱呢 是因为热忱来的 那么人呢 如果热忱了 就能够专注 专注在一件事物上 专注了呢 就可以让你无求 所以真的想要有钱的人是谁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中产阶级 就是那些 平民之家 只有他们的会想要有钱 那只有他们会想要有钱 所以呢 他们永远都没有钱 他们永远都是被牺牲的 在潜海里面被牺牲的那一群 因为他们在怎么理财 在怎么投资啊 真的会有所大作为的 那都是不太可能 只是求个温饱没有问题 你想要在这方面成功啊 那么你必须 想把这个求财的这个观念啊 完全放弃 那这样你品格才会高啊 品格才会高 就是志向会专一啊 你去做你喜欢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昨天讲的 由于意 这还是由于意 你喜欢做的事情 带给你这些 这个生活周遭的利益 你用这些利益呢 来帮助更多的人 那帮助更多的人 你就了解到 这个人的核心价值 那你帮助人 你自己要有德性啊 不是 不只是用物质上来供奉而已啊 来贡献这些贫穷的人啊 这样不够啊 那你还必须用道德 来服务这些人 所以道德要看你们做 你怎么做 道德就是要看你的 你的尊品从你的功夫啊 你是不是真正的善心人士啊 那你的善到底是流于有形的 还是流于虚伪的 你跟这个了凡视讯 单单善事就讲了十种 分别的这种高相 那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把了凡这个啊 了凡视讯 它里面的分别的方法 好好的来讲述一遍 那今天是讲 人到无求品质高啊 因为无求 所以呢 你对于这些钱财 你不会执着 那么钱财最好用的 就是在帮助别人 帮助世间上一切的苦难 那你因为帮助呢 让你自己得到喜乐 自己得到欢喜 这个法喜 你这个道德的这种 这种力量啊 就会提升起来 那么看尽苦难人的样子 你才知道说啊 这个苦难的来源是什么 为什么你会赚钱 为什么别人会苦难 你了解了这个道理啊 你还要把这个道理 讲给他们听 你要视线给他们看 然后呢 你能够专心的在于道上 把你这些 这些生活上的附属的东西啊 能够呢 完全能够舍掉 所谓完全舍掉 不是说叫你 全部都不要哦 而是说 你能够运用这些资金啊 用你的权位啊 用你的富贵啊 来成就道德这件事情 这些身外置物呢 只是一个 我们人 立足在这个人世间 生活之用啊 但是这些生活之用是必须啊 所以呢 你可以用这些必需品 来帮助更多的人 那当他们也了解到 贫穷的原因啊 他们自己呢 有办法自立自主 哦 有办法自于道 自于德 自于德 所以他们自己呢 也能够立大志 发大愿 能够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你看今天我们讲 儒家的修行人 儒家的这些读书人 儒家的当代者 什么人在做天地立心 生命立命 既往上拒绝 开万事太平 这种事情啊 我们想想啊 现在 世间啊 真正在做这件事情的人啊 只有白养的修士在做 你会说 有啊 很多老师都在做啊 很多这个宗教团体 都在教读经班啊 教中国文化典籍啊 我们不晓得 他们会做的怎么样 也许他们做的 会很有效果 那但是呢 终究没有根啊 这些老师啊 尤其是我们看到 进宗学会这些老师啊 真的做的非常的盛大 做的非常的 风光 但是呢 我们不晓得他们的根 到底有没有扎进去 因为他们把这个志向啊 放在彼岸 他们是以念佛为主了 念佛没有错误啊 只是说呢 把中国文化融合到 这个佛家的出世的观念 那希望了大家都能够 回到彼岸 但是这个出发点 跟孔子 跟儒家的出发点 就完全不相同 所以我才说 我才说不晓得他们 有没有根 真正儒家的根 是在人世间的 人世的 这个儒家的根 在此时此地 在此时此地 你必须呢 要有圣人教你 一般人你不知道 你看学者专家 他在教论语 他在教诗书 可是呢 他不晓得他自己 道之中子 讲道敦品重礼 那么今天要来分析 重礼这个部分 先佛曾经说 忙碌的人 爱做民利人 那贫困人呢 爱做富贵人 贫乏人 爱做成功人 生意人 爱做有钱人 那他说呢 修道人就要做个圣贤人 那这句话呢 很明显的告诉我们 一个人啊 他的立志是什么 他的品格就到什么 那么他走的路是什么 就成就他是什么样子 所以老前人 他常常在演讲里面 告诉我们 你今天你做工的人 人家叫你工人 你从商人 人家叫你商人 你这个 做学生的 人家就叫你读书人 那么你是修道的 人家就叫你修道人 但是呢 修道人就是要做到圣贤人 那这个呢 才是我们所立的品 那修道人 品力了 那么我们就要来 开始去 力行 那么我们刚刚才 讲的这些人 其实呢 这个都不是别人 这都是在讲自己 当你一念的 有所差词 所谓一念的无名 你忙忙碌碌 你就变成了名利人 追逐名利 不管是什么 道场的名 或者是说 凡世间的名 这个忙碌的人 追逐的目标就是名利 就是自私自利 那所以我看 我看我们今天 今天这个世界 乱成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个人的自私自利 所引起的 为了自己的利益 跟别人的利益 互相冲突的时候 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要捍卫自己的利益 于是呢 就产生了冲突 产生了这种抗衷 那么无非呢 是名利心在作祟 所以呢 你看泛夫手足 他为了这个 上张温饱 为了子女 能够好好的 活下去 有些子女呢 甚至连上个学校都很困难 那他们庸庸碌碌 一生 他们在追求的 我们看起来只是三层温饱 但是呢 修道的角度来看 他们还是名利之人 那他们贫穷 是他们的夜阴果报 这贫穷的人 爱做富贵人 那贫穷的人呢 什么都没有 那一生的梦想呢 就是呢 不要再喂钱了 奔波了 他希望做个富贵的人 所以 他就 他把他的理想 他的这个志向 目标定在富贵 那这也是一般所谓成功 人的定义呢 就是富贵 这贫困的人 爱做富贵人 那我看 我 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啊 是富者欲富 贫者欲贫 已经产生了这个 这种M型化 两极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 两极的一个关系 已经很明显了 那为什么富者越富 贫者越贫呢 那么撇开因果的道理 我们不要去讲 我们暂时不论述 那我们就 从富者越贫 贫者越贫 贫富不均的道理 来做分析 富的人啊 他懂得教育 他懂得去让自己的子女啊 做最好的教育 更美好的 更加接近于 这个开启智慧的教育 更加接近于 人性至善的教育 富的人都希望这样子 那他们已经不愁吃穿了 所以 把儿子 儿女 教育好 这个是他们的希望 所以他们会 用了各种方法来教育子女 那姑且不论他们 教育的方法是对不对 但是呢 他们那个心呢 就是想要教育好子女 那所以呢 富贵的人 当他传到子女 这一代的时候啊 那个子女 他 他有一个很好的教育的 这个底子啊 那受了教育之后呢 他就有智慧 可以去分辨 可以去知道 利害得失啊 那甚至呢 有开智慧的 更能够呢 知道 这种因果关系的道理 那么 现在的 富贵的人 都是以前 不思的人 以前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甚至以前是修道人 那他的福报用完了 他不晓得说继续 积德积福 继续修行下去 所以 富不过三代 传到他的子孙的时候啊 已经又变成贫困的人家了 那贫乏的人 爱做成功人 贫乏 雍雍碌碌 一无所成啊 那每天看到报上媒体 所报道的这些名人 这些 劳动 或者是说 这些政治人物 这个都是 算是成功的人 那平凡人呢 一心呢 想要追处这种 成功的人 成功的境界 虽然他们并不一定想要上报纸媒体 可是呢 他们还是想做成功的人 但是要 要知道 这个成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现在的成功啊 希望儿子成龙成凤 这个都是成功 希望儿子成龙成凤呢 就是要他们赚大钱做大观 让他们的有很好的 这个物质上的 得一种 享受 这个是成功啊 但是呢 我们知道 古来大德教我们成功的定义 并不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 言回真子的故事 我们已经常常在讲 言回有没有成功 言回是成功的 那真子呢 真子也没有成功 真子也是成功的 言回贫困 那真子 这个愚钝 他们两个人都是成功的 所以呢 那你成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这个成功的定义 就是包括在你 你那个敦品品格的部分 你把品立在哪里 你把你的志向立在哪里 那做商业的人 爱做有钱人 人家说 沙头的生意 有人做 赔钱的生意 无人做 那就是因为 做生意就是要赚钱 这个是 一般人的观念 你想做好心 做好心的事业 你就不要去做生意 因为做生意就是 要做个有钱的人 所以 十千人想要做有钱的人 所以现在呢 这个 小老板 自己出来 开一个小店铺的 比比皆是 毕竟在大公司 不容易进去 也不容易生存 这个是四千人的定义 那我们也是四千人 可是我们是修道人 修道人 我们就不要去追逐民力 不要想要做富贵人 不要想要做有钱人 我们要做这个成功的人 可是我们成功的定义是圣贤人 那你只会讲说 要做圣贤人 问题是怎么做啊 怎么做一个圣贤人 你说看看 做个圣贤人 就是按理而行 理是道理的理 那么呢 用在于生活言行上 就变成礼节的礼 所以 礼 道理的礼 跟这个礼义连持这个礼 那个是相通的字 相通的意思 台湾有一句话说 人哪不照体力 人哪不照体力 人哪不照尬体 人如果不按 按着天理来走的话 那么天呢 他就不按着这个 这个甲子的顺序啊 来运行 甲子就是整个天象的运行 都有一定的时期啊 像现在 这个小寒过了 大寒快要来了 大寒过了 春节快要来了 那个都有一定的这个天象 那如果说 天不照甲子 那会怎么办 天崩地裂 事死不条 那个国不泰民 不安 那昨天又看到 国家地理频道在报告 这个南北极的冰种化 我们看了这么多报道 我们知道了 科学家呢 越深入去分析啊 他那个报道 他那个破坏的程度啊 我们只是越担心了 那他的作用呢 只是让大家警醒 现在有这个现象了 大家要注意 问题是怎么解决 科学家呢 没有一个对策 他们的对策呢 都是呢 没有办法就根本 都是解决表象的一个方法 多种 种树木 减少碳的排放量 或者是说 用科学的技术 用科学的技术 增加这个水面的 这个维生物 维生植物啊 他呢 那些细菌呢 他也会产生氧气啊 吸收欧氧化碳 那这些的 这些 我们只能讲 这些 科学啊 只能够解决 局部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解决 这种 全天下都已经沉沦的事情 你看天下逆源自已到 天下都已经沉沦了 都已经变迁到这个样子了 你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中国古代的圣贤就告诉我们 源自已到啊 那你没有源自已到的话 你光靠这些科学的设备 科学的记忆跟知识 没有办法解决 那么身为小老百姓的我们 我们今天怎么样帮助这些科学家 帮助世人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你自己呢 要挣心 你要挣起成人啊 你要按照活归礼节 按照道之中子来走 按照人的这种五轮钢厂来走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礼 为什么要崇尚这个礼 因为这个礼呢 在我们人世间的整个秩序 是非常重要的 秩序是不可以问乱的 你看火车 如果说脱离了轨道 火车怎么样 一定会翻轨 死伤无数 飞机如果脱离了航道 飞机会怎么样 会失踪啊 会爆炸 那么人也有一定的 一定的这个路要走 所谓礼门翼路 这个礼门翼路啊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崇礼 那人类的这种生活的规则 可以靠一句现代话来说 就是游戏规则 你人处在这个地球上 处在这个大地上 你有一定的规则要走 那这个规则呢 就叫做离 所以叫崇礼 那敦品 崇礼跟这个两个是合起来讲的 你崇礼了 你的品就会敦了 你按照礼来讲了 你的那个格调 就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圆满 所以礼的精神呢 它是 谦卑而尊人 让自己感觉到不足 别人都是圆满的 那要存到这种精神了 所以对别人是公公敬敬的 对自己是严严格格的 叫卑己尊人 那么如果说从佛法来 分断这件事情 其实所有的世间一切 都是因为我而存在的 这个电视是我 那个衣服是我 这个门是我 是我的新线事变所造成的 他们都是我的一部分 那么他们今天呢 表现不良好 是因为我的心性 产生了妄想 分别执着造成他们的波动 即使是我内心的波动 他们是在成就你啊 他们是在讲经说法给你听啊 他们视线这种状态 让你警醒 你现在心里的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 智人用心若静 庄子讲的这句话 讲得非常好 智人 就是已经达到圆满的人 他的心像静止一样 他用心啊 用心就像在面对静止一样 所以他看到了 所以他看到了山河大地 看到这个普罗大众 就是看到一面静止 他看到了只有自己 没有看到别人 别人就是一面静止 以死为静 可以知心地 以人为静 可以明得思 以同为静 可以正义观 那么这个静止 它是一个我们心性 很好的一个代表 本来这个静止 也是没有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落入在这个后天 所以呢 有心线 心线出这个静止 但是呢 心跟性呢 是相互一体的 性是那个大圆满 大圆满静止 所以呢 这个大圆满 所显出的这个静止 也是一个大圆满的静止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山河大地 看到这些普罗大众 他都是在你 对你讲经说法 对你视线到底 那当你看到这个样子 那你就是进入极乐世界 极乐净土 所以极乐净土不在 体方啊 而在此安 儒家不讲极乐净土 儒家讲摇顺 摇天顺日 摇天顺日当下就成就了 就在这里成就 摇天顺日就是极乐净土 十万八千里外 没有另外一个国家 叫做极乐世界 就在你的此时此刻 你的当下 你那个大圆满静 是不是朗线出来 当你自己谦虚到低到极处的时候 那么你这境界就高到极处 就是圆满到极处 所以你看这个笔 它是圆满的法性 看这个电视是圆满的法性 所有一切都是法性 法性跟佛性是唯一 这一不是二 我们的阿赖也是呈现出这些笔啊 纸啊 书啊 电视啊 可是呢 阿赖也是 会呈现出来 真是因为我们的妄想分别之所 妄想分别之所 染了无名的阿赖也是 就成了这个事 事变 意识 意识又发生变化了 意识为什么发生变化呢 因为我们的心 有所偏执 有所妄动 心本来跟心一体的 心是圆满至山 今天我们要修的 就是要修到 回归到心 那个亲近的本体 那你会讲说 这样用佛家的 的这个境界啊 来解释这种现象 会比较好讲 所以你看道 道呢 它没有分什么 哪一家的 道的道理呢 其实都是同一个 我们今天讲道 我们只能够讲 一家之言吗 不是啊 道是所有之言 道是生活的一切 那所以为什么 佛家的人 道家的人 或者是说道教的人 其他各家各派的人 都看不起一贯道 都不承认一贯道 那么原因呢 是因为 我们也讲他们的经典 我们也讲他们的观念 但是他们不晓得说 整个大元禁制里面啊 他所包容的 是包含这一切 这个是道跟教 最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先佛教我们 你是一个修道人 你就要做一个圣贤图 你不能够停留在 你只是一个修道人 你那个境界要表现出来 你那个格调要出来 格调就是圣贤 那么怎么达到呢 离 所以呢 先佛告诉我们 从礼入手 礼是什么 礼就是我们道之宗 讲的三种关系 你跟自己的关系 自己身心的关系 你跟社会的关系 就是你跟人之间的关系 你跟自然的关系 就是天地万物 你跟天地万物的关系 都要有一个礼 都要有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呢 就是你要把自己呢 放得很低 你要谦卑 你要非常的恭敬 用谦卑恭敬的心呢 来面对自己的心性 面对这个社会 面对自然 这个是礼 但是因为这个 不容易做到 所以呢 师尊给我们一个 暂定佛规 给我们一个暂定佛规 让我们有一个入处 希望我们透过这个 做法来达到 一个从礼的标准 所以 还是需要有方法 毕竟一般的人 他不是 不是像那种 可以自己开悟的人 大部分的人 都是需要 祖师的指引 那所以我们 透过佛规礼节 来约束我们的身心 来成就我们自己 那么佛规礼节 说到约束我们的身心 其实也不对 你看佛规礼节 我们做的就是 学习佛的行为 学习佛的行为 那么 那么佛规礼节 里面的动作 就是佛菩萨的动作 圣贤人的动作 那么我今天要做圣贤人 我不是要做他们的动作吗 所以呢 礼节怎么会是约束我呢 礼节是成就我才对啊 今天有所谓的礼教吃人 是因为呢 他加入了人心的妄想 分别之所 加入了这个 无名啊 所以才会有 礼教吃人这样的现象出来 所以礼教呢 为了成就人啊 师尊特别 编了一套 占地佛规 那么他在占定佛规里面啊 开头的序言 他把他的这个心意啊 把它表达出来 那本来呢 是请观圣帝君啊 因为观圣帝君是法律主嘛 由他来订定佛规礼节 那观圣帝君呢 也不敢订 那我们师尊呢 又是第十八代的祖师 所以呢 就交给师尊定佛 可是呢 师尊呢 觉得说他自己也不敢定 所以呢 只好呢 勉强啊 自己 定一个占定 所以你看这个占定 占定定的好 占定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礼啊 是会随时空而变化的 他不是呢 跟道理的理一样 道理用出来就是礼节的理 所以礼节是会变化的 是可以权衡的 但是道理呢 是永久不变的 就是插在这里 所以师尊用这个占定 占定呢 就是把他的这个标准啊 不要变得那么死 每一个人 暂时用这个方法 那么也许呢 在这个时代 很适合现代的众生 所以他说呢 先王之道啊 以正心修身为本 圣人之教呢 以礼门义录为先 先王 当然是指古圣先王 古圣同时又是先王 所以呢 姚舜 文武周公这些人呢 就是古圣先王 那么以正心修身为本 所以 礼 他的一个表现呢 是要从正心修身 为根本 你的心正了 你的言行才会正 你的这个 讲 你的这个做事啊 才会正 你的身修了 你才有办法 来改变别人 改变 改变其他 其他的这个 众生啊 那么我们讲到说 其他人也是你啊 所以呢 你想想看 你的这个核心啊 这个力量都没有改变了 你怎么去 去转动 这整个世界呢 所以正心修身 它是我们 这个礼的 这个依据 圣人之教 礼门义录为先 圣人的教法 都是从礼门义录 礼门呢 就是一定的规矩 义录呢 就是这个 最适切的做人方法 做人的这个标准 这个是义录 所以礼门义录 你看 在所有的道场 那个礼节都是很繁复的 不管你是在走到哪一个宗教 礼节都是很繁复的 那这个繁复的礼节 那都是在说明一种事情 就是说 应着众生啊 这种 这个四万八千的这种烦恼 所谓三千 我也以八万细行啊 礼仪三百 我也以三千啊 这些呢 都是呢 应着众生新的变化 而产生的这些礼仪 刚好这项礼节呢 会来对峙你的这种习记毛病 来来纠正你自己的这种言语行为 这个是礼 礼就好像堤防一样 这个河水泛滥了 可是我们有堤防 把它包围住 那河水就不会泛滥了 但是呢 河水是本来不会泛滥的 你今天加高堤防 加高堤防 有一个堵制防堵的作用 那防堵的作用 防堵久了 他也会反驳啊 所以你看 当时 瑶在位的时候 洪水泛滥 请了这个大禹的父亲 滚 叫他去治水 那滚了用防堵的方法 防堵的方法 结果呢 没有成功 好 洪水滔天啊 百姓呢 民不聊生啊 那结果呢 又再继续举用大雨 大雨呢 用疏倒的方法 把这一股洪水的力量呢 用疏倒的力量呢 把它 疏放到大海 所以大雨治水成功了 那大雨治水成功 人家歌颂大雨 认为他的功德非常大 所以雨之前再加一个大字 叫大雨 这是百姓歌颂他 给他的一个封号 如果我们刚才 如果这么说来啊 那么你的基本的精神 那是应该是一种沟通之道 人跟人 人跟自然 人跟自己 互相沟通 这个是理的基本精神 那么你要跟人 要沟通 一定是呢 用道来沟通 人有人的道 天有天的道 用这个道来沟通啊 那么这个水 就不会泛滥 那么这个水啊 是指人的这些 在世间的 这种脾气毛病 脾气毛病呢 需要用理 来防治它 但是防治最好的方法 是沟通 不是围堵 那么 要沟通呢 必须要有很高度的智慧 高度的智慧 高度的了解 对方 那么何况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 整个世界的众生 因为我们的愿力就是要补读众生嘛 那世界众生又关入到整个宇宙 整个世界安危 所以我们要面对的又是整个世界的安危 翻中原讲 先天下之优而优 后天下之乐而乐啊 那么修道人没有这个担当 没有这个意识的话 那么你要怎么样学理呢 你没有办法学理 所以圣人之教 以礼门义路为先 礼门义路啊 就是要教你 走入这个道法 走入这个比较 把这些人伦之间的游戏规则 把它弄懂 弄通 把它处理好 首先第一个处理的是 人工心性的关系 你对自己正心修身这个部分 你也有没有办法处理好 你的心不正了 你说你去学这些礼教 你没有办法跟人家互相 互相以礼对待 基本点是没有办法平等 你看我们今天讲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是平等在那个性体在平等 不是表象的 形象上的平等 表象是永远不平等的 他长得漂亮 长得丑 长得高 这哪有办法平等 世上不齐疼事啊 全凭一点真心啊 这这句话讲的好 那世间的象呢 是永远不平等的 但是呢 有透过一种沟通的管道 让大家呢 了解到说 其实不平等的 大家是和乐相处 大家可以共处在这个天地之中 那这个就是礼 礼门异录 那你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这个就是异录 大家讲礼就是礼门 所以呢 在礼门役录之下呢 透过这种古德 透过圣人的教化 我们懂了这个道理 那所以 师尊又讲 故宿圣有云啊 民乎交涉之礼 地场之义 自果其如 世诸长乎啊 在中庸里面 这这句话 交涉之礼 交涉 当然就是使交外啊 交外神社 这个祭天地的礼啊 祭天地的礼啊 那地场呢 就是一种 里面的这种 唯理细节啊 这些祭礼 祭品啊 祭器啊 什么样的使用啊 这些道理啊 都弄懂了 自果其如是世诸长乎 治理国家就好像把国家拿在掌中一样 那么简单 所谓治大国若碰小仙啊 你跟圣人讲的话都是这些话 治国是很简单 那简单呢 基本的原则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沟通了没有 你自己沟通不良了 你如何去沟通别人 你没有正心修身 你如何教人家格物自知 这个是礼的精神 所以他说啊 是自礼之为用啊 关系自为重大 故古人贯诸四为之首 良由于也 古人呢 把礼贯诸于四为之首 四为我们知道 礼义廉耻国之四为 国家的四根柱子 把国家撑起来四根柱子 礼义廉耻 礼是四为之首 礼最重要 礼就是人伦的秩序 人跟社会的秩序 人跟自然的秩序 这些秩序啊 在整个后天的环境啊 是一定要有的 凡是讲先天的 出世间的 讲道外的 他不讲这个 他不讲这个啊 他来嘲笑四方内的 那这个是不对的 那为什么 因为人来到这个世间 你一定要用人的方法 你不能用佛的方法 你不能用神心的方法 要用人的方法来解决 人的方法 就是呢 礼义廉耻 就是了解到整个 从礼的道理 所以为什么 孔老夫子 想要恢复周礼 只有让大家呢 恢复周礼了 人心呢 才会起一种 这种 学习 向往的 一个变化 国王 这些 诸侯 都能够 恢复周礼 那么 上有圣者 上有耗者 下必圣焉 那么人民呢 一定呢 跟着这些 这些领导人 一起做 那整个国家呢 风气就批变了 风气批变了 这个国家呢 就可以 大致 大致呢 甚至呢 能够做到 摇天顺日 世界大同 这个是有次第的 但是孔子 不厌其反 虽然有次第 他还是 希望 透过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 来慢慢的推行 所以他周右列国 来 这个 忏乎他的道理 那么我们今天 也是周右列国 我们今天呢 不是从 这个政府入手 我们从民间入手 我们从每一个人入手 这每一个人呢 因为呢 人跟人之间 有他的这个同理心 我们刚才讲到同理心 就是刚才先佛讯文讲的 人想要做成功的人 想要做有名利的人 想要做富贵的人 最重要的人 超多这些之外 想要做个圣贤人 那么我今天的志向 是立志做圣贤人 所以呢 我要把我的教化 师尊师母的道理 让他们知道 这些名利富贵啊 只是人其中的 一个障碍 也只是一个过程 甚至呢 他不能够帮助你 成就圣贤 所以我为了帮助他们成为圣贤 我必须呢 不断地跟他们沟通 沟通的方法就是你 我要谦卑而尊人 我要清静而平等 我要恭敬而无为 所以呢 让我这样的这个正心修身的一个言行 来劝化他 来敦化他 来导证他 再加上师尊师母的天命 大道的这个普度 那么我们希望 九六亿元太佛子都能够回归礼天啊 这个理想呢 是可以成就的 所以像现在天灾地变 平传了 这个北极啊 冰融化了 但是呢 最近呢 却是大雪啊 寒流不断了 大雪在世界各个城市啊 肆虐 造成无数的伤亡 北极的冰融化了 南北极的冰跑到了城市里面来了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这些想要做圣贤的人 要怎么做呢 做的方法就是呢 走上敦挺从里之路 那里门异路 每一个人都走上里门 里门异路 帮助每一个人 走上里门异路 那么呢 这个就是改变 这个世界 阻止天灾地变的方法 所以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 常常开电视 看到那些名嘴 那些专家在做 自己能够做什么 把插头拔掉 把这个香烟洗掉 把这个汽车 汽车引擎关掉 这个呢 都还只是治标的方法 这不是治本 治本的方法 是正心修身 是让每一个人进入里门异路 这个才是治本之道 但是这个道理 谁懂呢 谁愿意相信呢 对啊 今天就是因为 没有人懂 没有人相信 众生迷惑了 所以呢 我必须告诉大家 这个道理 把古圣先王所教来的 把佛菩萨所教来的这些道理 告诉所有的人 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 你只要照着人的本分来做 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灾难 世界没有这些 天灾地变的产生 你不需要念佛 你不需要去打坐山禅 你不需要去祈祷 不需要做这些 你只要把你的心做好 把你的本分做好 你是君臣关系 你把老板的角色做好 员工的角色做好 你是父子关系 你做父亲的父亲的样子 做儿子 你要把它交成要有儿子的样子 夫妻 夫妻要有夫妻的样子 兄弟朋友 这个都要有 有它的一定的秩序 今天社会乱了 世界乱了 最大的乱源 出在于家庭 家庭先乱 家庭乱 社会才会乱 家庭不乱 社会必然不乱 社会不乱 国家怎么会乱 国家不乱 世界怎么会乱 这个一定是有连锁 相应的关系 所以重点是放在家庭 我们把父子有亲 当作是整个五轮的核心 但是这个做法呢 做法要从这个夫妇有别 这里做起 家庭里面最重要的主角 就是夫妇 所以夫妇之道 是君子的开始 一个人做 想要做君子 先学夫妇之道 把夫妇之道经营好 就是把家庭经营好 把社区经营好 把整个社会经营好 你才有办法 这个治国平天下 你看今天我们在社会上 听到谁跟谁又离婚了 谁跟谁又有关系了 这些八卦新闻啊 每天充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些习以为常的知识啊 成了我们生活的必需品 那成了生活的必需品 我们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认为了人就应该是这样子 人就会这样子 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子 见怪不怪了 好了 你夫妻率 夫妻的离婚率 身高了 第一个受到危害的是谁 小孩子 小孩子 他在没有得到父母亲 一阴一阳的这样的一个 照顾调教之下 他偏于阴 偏于阳 他都都有偏颇之思啊 所以单亲家庭 现在呢 特别多 单亲家庭 我们不能说单亲家庭 就一定会交出不好的孩子 但是呢 这个隐姓的那个炸弹呢 始终埋在这些小孩子里面 不晓得什么时候会爆发 尤其是那些父母 单亲父母 他又没有在修道 他又不晓得这些圣人的教化 他每天呢 总是在这种抱怨 总是在这个愤怒 总是在这个批评过程当中嘛 灌输给孩子的这些观念 所以孩子长大之后 他所拥有的这个习性啊 也是这样子 所以当这个孩子长大 他去欺负别人 他去做一些 宣泄自己的脾气毛病的事情 他认为是正常 从小他就是被这样教出来的 这是无礼啊 父母亲没有礼 教礼他 交给他们 我们说没有家教 但也不能怪父母亲了 父母亲只有一方啊 那父母亲为什么只有一方呢 因为你没有正心修身嘛 所以重点还是在那个修 心的修啊 心的修 你没有跟对方沟通 男女之间沟通不良 离婚收场 结果离婚收场 造成小孩子受伤害 小孩子受伤害 造成了学校受伤害 社会受伤害 那么国家受伤害 所以那天有个人 有一位太太 打电话来问我们这个问题 她先生呢 她是在养猪的 可是呢 生意很好 那自己 她自己是道亲 嫁入这个 很有钱的家里面啊 虽然是养猪的 可是很有钱 那公公呢 看不起他 因为他没有什么学 学士啊 公公又禁止他去佛堂 也禁止他吃素 他觉得很痛苦 那跟先生的理念也不合 常常吵架 那他问我们该怎么办 他怎么样面对 他也已经有生小孩了 那他最近 他说他是跟先生分居了 回到娘家去住 那回到娘家住 当然 邻居呢 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 他不晓得怎么面对 那么我就跟他讲 两个人啊 会结合在一起 这个是有他的因缘 那他的这个因缘啊 结合在一定的空间之下生活 他有一定的 这个磨合起 那个磨合起啊 要互相去包容 磨合起有的可能很短 有的可能很长 你需要用更大的包容心啊 去包容对方的错误 去包容对方的这种 这种 偏颇的想法 即使是 你比较敏理 但是呢 你更应该去包容他 总是要有一方人 谦虚啊 谦卑啊 一方面的 一方的人 会让 这两方才会合起来 大家都硬碰硬 一定是吵架 一定是离婚收场 那现在这个时代 谁愿意 屈己从人呢 没有人愿意啊 所以没有人愿意啊 所以家庭出了问题 家庭就好像我们人 的细胞一样 细胞 这个因离子跟 跟羊离子 发生排斥了 结果细胞呢 没办法生存了 这个机能就毁坏了 这个机能毁坏了 大刀会整个器官毁坏 器官毁坏 会影响到整个身体 整个生命 所以世间毁坏 也是从家庭开始的 所以夫妻之道 是这种 礼仪的根本 夫妻总是要互相尊敬 相敬如宾 然后呢 彼此包容对方 那那个 坤道呢 他说呢 他梦见过老前人 老前人 看他的鞋啊 穿得那么小 就说呢 要换一张鞋 拿一双更大的鞋 给他换 那他说不要啦 老前人 他生前没有看过老前人 他自己认为说 不要不要 可是呢 老前人呢 还是转身啊 进去他的房间 拿了一双鞋出来 给他穿 那老前人 问他说 你鞋子都穿几号的啊 他说他大概都穿 35号的 老前人就跟他讲 那你35号太小了 我这双37号的 可以 放宽一点 让你的脚不要这么紧 所以呢 就给他37号的鞋 而且老前人 还亲自为他换鞋 蹲下来 为他换鞋 然后他说 不要啦 老前人 我的脚很脏 这样子 这样很不礼貌啊 老前人也不理他 继续换鞋 那老前人帮他换鞋 我跟他讲 这是37号的 你的量要大一点啊 就换37号的 然后他穿了37号的 觉得比较宽松了 就感谢老前人 慈悲啊 都这样一梦醒来啊 会发觉到说 这个老人 到底是谁啊 因为他 求道的时候 没有看过老前人 那他在道场也没有看过老前人 一直到老前人归功了 他还没有看过老前人 他不晓得那个就是老前人 只是看到一个 那个长袍 穿着长袍 留着胡须 顶上五毛 这样的一个老人啊 很慈想的替他换鞋 那他就非常惊讶了 他就赶快去佛堂去磕头 谢恩 去佛堂去看 佛堂两旁 挂着老前人的像 才问说这个人是谁 人家跟他讲 就是白水老人啊 然后他才知道 白水老人啊 来到他的梦中替他换鞋 然后他问我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跟他的 这个回到娘家 夫妻分居 有什么意义吗 我就跟他讲啊 这个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老前人 要你换三十七号的鞋 那么我请问你 你现在几岁呢 那他说他三十岁啊 那他才三十岁的 女孩子啊 那他结婚了就 遭受到这么大的 挫败 在婚姻生活上啊 不得不分居啊 那我就跟他讲 你要量大一点啊 你必须忍耐到三十七岁 你这段因果才会有了 才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所以你要忍耐 你不能够说呢 你忍耐不下去 你要离婚 那你还有这七年的因果还没有了 以后呢 还是呢 还是会碰到 所以呢 你要继续磨 磨 继续修 继续练 老前人要你量宽一点 就是要让你的心量放宽一点 心量放宽一点 你脚步走 才能够走得出来 穿上老前人的那双鞋子 你才有办法出来把这些道理讲给别人听 你看我们都 想要求老前人来指示我们 都还求不到 他是一个心道心 他每天呢 很诚心的 在他的这个神明听啊 他们也没有佛堂 就在那里拜 就在那常常念观赏地君的经典 感应到老前人来指示他 所以啊 我们要知道 刚结婚的人 两双方之间的个性啊 一定有一段互相适应的时期啊 这个时候呢 不要亲眼放弃 亲眼就是离婚了 因为现在 在台湾的社会啊 这些媒体所报道的 两个人一言不合就是离婚了 谁也不理谁啊 谁都认为比较大 尤其是现在女方啊 经济独立啊 谁离你啊 女方也不肯去救了 所以说男女平等这件事情啊 造成了今天社会啊 这种社会问乱 家庭问题一大堆啊 其实男女平等真的是一个好现象吗 一般人滥用了平等 滥用了自由 这些定义啊 结果造成社会问题啊 没有办法解决 那社会问题又演发成天灾地变了 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呢 世界末日就来动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讲从理 注意到人生的这个道路来走 才是回归到整个人的一个正本清源之道 人如果不走这个理门义路 正本清源之道啊 那么光去念佛 光去礼拜 光去祈祷 光去慧玲山朝圣 这些人完全没有意义 完全没有意义 所以为什么儒家不讲怪力乱神 不讲怪力乱神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不要去让神做主 人的事情人要自己做主 你可以做主的事情 为什么要让别人做主呢 那你是不是把心交给别人了 可是心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本来拥有的 你这个心呢 是圆满的 心又透过心的呈现了 那是应该是 这个大圆静致的 平等性致的 一切都是圆满光明的 但是呢 你今天呢 因为有无敏的产生啊 那所以才会产生对立 才会产生分别 直走这些像出来 所以不要讲那么远 儒家叫我们回归到人的样子 那就好 那就对了 所以佛归礼节 佛归礼节 是佛的行为 我们要做佛 当然要学佛归礼节 我们要做菩萨 做圣贤 我们当然要做 这些圣贤人的言语 圣贤人的动作 这些呢 怎么会变成戒律 怎么会变成约束我们 怎么会变成礼教呢 所以礼教不是吃人 礼教是被自己吃 只有自己认识不清楚的人 才会被礼教所吃 你看你今天到外面 人家给你问好 你是不是也要跟人 打个招呼啊 那么你看到一个老人 在那里走不动了 你是不是要去帮助他 插扶一下 你看到红灯 是不是要停车啊 这个都是礼啊 事件上 人跟人互动之间啊 都是礼啊 那在跟天地的互动 跟整个宇宙的互动 都是礼啊 所以礼是学不完的 礼学不完 所以呢 我们把它归于自己的内心 归于自己的自信 我们自信呢 让它光明 让它圆满 让它合乎中道 那么我做出来了 就可以 合乎中道 合乎圆满 合乎光明 这个就是礼 所以讲从礼 礼的范围啊 可以讲 无量无边 说之不尽 礼于三百 威于三千 这些讲了 讲不完 单单一本礼 就有个礼记这本书啊 讲的 讲的范围是 这么样的浩瀚啊 说来说去 就是一句话 就是 回归到我们的正 正心 家草安 敦禀从礼 老师曾经说 你越遵守 佛归礼节 越尊敬前显 你修道半道 就能够越 顺利 你佛归礼节 做得越好 你的道物就 越办得开 希望徒儿 要记住这一点 实际做到 我们越诚心 越肯办 越肯牺牲 越肯奉献 上天的助力就越大 先佛的显化 也就越多 不要怕困难 只要把我们 基本的做好 上天都会给我们支援一条光明的大路 这是一开始 我们讲到 敦禀从礼 那么我们引用老师的这一段百话训 来告诉我们 佛归礼节的重要性 所谓成于中 行于外 成是发乎我们一念的至成 那这一念的至成呢 是清静无为 平等无偏 是中庸至正 那所以呢 在这样的 这个纯然至善的心地 发乎出来的一个言语行为啊 我们把它叫做理 那么说 所以 我们的力量 来自于我们的至成 至成呢 发乎言语 发乎情感 都是呢 合乎礼节 那么 如果说 我们去 国外半道 我们去 度化众生 你的 这个助力啊 显得非常的无助 显得了 非常的 举目无措 那么 你要反省 想一想 在这个 佛归礼节上 在这个 成于中 行以外上 你的行以 是不是做到了标准 那么通常 到国外去办到的道经啊 那先佛的助力啊 都是无限的加持 而且呢 他自己的业障呢 也是呢 转为助力啊 如果有这样的发心啊 那是难能可贵 所以 这越肯牺牲 越肯奉献的人啊 那么先佛的助力 越大 那这个助力越大呢 事实上呢 不是先佛给你的 而是因为 你的那份至成啊 感动了你的冤亲 债主啊 没有障碍你 因为他们也想要功德 所以呢 你的至成呢 可以给他们功德 你的发行止于礼啊 你这个礼的这个行动 让他们觉得 他们得到了保障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讲 礼就是悲己而敬人 你如果没有一颗赤诚的心 一颗谦卑的心啊 你要行礼 那是不可能 所以基本上的 我们要把它做好 老师说会给我们 迎出一条光明的路 那么这个光明的路 其实是我们自己 内在光明发出来的 内在光明跟外在光明 互相交感啊 那才有这条路出来 那么你内在要光明 那你要把礼 你要行礼 你要做礼 你要把礼做的标准 我们佛家讲归戒 这个国家讲法律 礼法归戒 不管是用什么名字啊 都是从这个 我们的这个制成 清净平等 这样的心呢发出来 所以孔子 在论语里面 他的这个弟子啊 尤子这个人 他曾经说 理智用何为贵 那他这句话呢 讲得很好 被放在论语学二篇里面 他理智用何为贵 先王之道 思为美 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 知何而何 不以礼节之啊 亦不可行也 那么孔这个 尤子啊 他的话 被放在这个前面的 这几个章节 那表示呢 他是一个 有相当分量的人 那他讲的话呢 也很符合 孔老夫子的 思想 那他讲这句话呢 把理诠释得很好 理的用呢 就是以何为贵 我们昨天讲到 人世间的游戏规则 这是我们这些人类的关系 我们跟社会自然的关系 天地万物的关系 这个呢 都是要用理来行持 那么这一些关系呢 以何为贵 因为呢 有时候理的兼职啊 各有标准 各有标准 就是说 理到这个国家 他不是这样子 理在这个国家 是这样子 那么各有标准 你看以前 这个英国的使节 要到中国来 跟皇帝跪拜 他们就跪拜不下去了 因为他们面对于 他们的女王 只是鞠躬礼而已啊 没有所谓贵拜礼啊 那所以呢 这个礼呢 在英国就用不通嘛 所以呢 就要沟通 沟通呢 就是要用和 这个标准 以和为贵啊 和就是双方都同意了 双方都接受了 双方都能够 圆满达成 彼此的需求 这个是和为贵 所以理智用和为贵 理不是一定的坚持啊 那么所以说在戒 在法在律上啊 他都有一定的条文范围 你不可以语举 你不可以语举啊 但是呢 中国的这个 读书人啊 在做宪官 在做这些官员的时候啊 他使用这个法 都不外乎加入情跟 这个就是和为贵的重要 所以在中国呢 法律呢 是最后的屏障 那中国人讲情第一啊 那情之外啊 再来排道理 有时候人情世故啊 人家说见面三分情啊 人来了 什么话就不用讲了 人来了啊 一切就OK了 你人没有来光理道 或者是代替的人来讲 这个呢 诚意都不够 那么中国人 在乎的就是你这一点诚意啊 那么其实 人跟人之间都是这样子 何止是中国人呢 你这个和的这种气氛啊 就达不到了 你说你很有诚意 可是呢 你派人家拿礼物来 派人家烧口信来 你人没有到 那就是和不够 你的诚意不够 什么话都不用讲了 所以中国人讲情理法 它是有它的原因的 有它的道理的 跟中国人相处啊 那就是呢 见面三分情 所以呢 你一到这个团体里面 你参加这个会议 你虽然是 很晚才到 可是呢 你只要在结束之前 你到了 那么你的诚意也就知道 大家也就认同你了 那么呢 整天都没有来 这个会议你也都没有参加 那么你说你有诚 你讲的话呢 在这个会议上 骂得要死 可是呢 看到对方来了 公公敬敬的 来向你委婉说明 怒气全消了 本来 本来那个口水已经 已经 跑到这个嘴巴里 准备要吐出来了 结果看到他这么公敬来了 那口水又吞下去了 不敢吐出来 这个是什么 何为贵啊 李自用何为贵 这句话呢 讲得好 所以尤子这句话呢 被放在 论语的前面几个章节 那么最近我们因为 把诗则传 写完成了 其中也有写到尤子 在四被诗则里面啊 尤子起先是没有被 排进去的 但是呢 尤子的记录呢 很特别 就是说尤子 类似圣人 很像圣人 有圣人的一体 那么他到底长得像呢 还是他的原形像呢 这个呢 实在是 有待考据 那当时呢 那当时呢 紫尤子下了 紫章这些弟子啊 在孔老夫子过世之后啊 想说呢 对于老师的思念啊 不能够就此埋没 所以呢 所以就推派尤子当作是老师的代表 向尤子行老师之礼 大家呢 大家呢 有意呢 来做这个动作 那么呢 就去 呃 勉强 他想尤子啊 要尤子呢 也跟着这么做 那当然 当时尤子啊 是讲话最有分量的人 那一些 一些老学长啊 都已经意义过去了 所以尤子在这些年轻辈的之中啊 算是讲话最有分量的人 他也是孔子认可登堂入世的人 所以啊 子下子章啊 子游这些人啊 勉强真子来答应这件事情 希望了游子啊 来代表老师的形象 让学生们来行这个 这个见 见识之力啊 但是啊 真子反对 真子不赞同 谁能够再比孔子呢 你用一个很像孔子 的人来代表孔子 那你们这算什么 你只是注重老师的外表而已嘛 你没有看到老师的那份食指的 那一份内涵嘛 所以他说 这个江汉以卓之啊 邱阳以豹之啊 浩浩乎不可赏亿 所以真子讲的这句话呢 大家都不敢再讲话了 他说老师的德性啊 就好像用长江的水啊 洗涤过 好像秋天的太阳啊 这样曝晒过 最经过水火 最精粹的条链 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德性啊 谁能够代表孔子呢 没有人啊 浩浩乎不可赏亿啊 浩浩乎就是纯百无瑕 金 金 净 纯粹啊 这样的一个性体啊 是没有一个人可以 来代表他的 所以天不生中你啊 万古如长夜啊 你怎么可以用一个 随便像一个像孔子的人 来代表孔子 所以真子反对 好 那既然真子反对了 当然 其他同学就不敢再讲话了 但是呢 据说他们还有一个动作 来认定呢 游子到底是不是有资格 来代表孔子 接受这个地址了 那在史记记载啊 这个同学们问游子啊 孔子他有预知之能 他是怎么样来的 譬如说明天要出门了 孔子会知道明天可能会下雨 要了同学呢 带雨具出门 那么这是为什么 还有呢 有一个地址叫商娶啊 商娶到了中年 还没有儿子 那么他的母亲呢 想要说再娶一个 希望呢 能够为商家呢 来留一点后啊 那孔子就跟他讲 你不要那么急嘛 商娶啊 他四十岁以后就有儿子啊 所以你不用担心啊 他果然 商娶这个同学啊 四十岁以后就生了五个孩子 那么对这一些事情啊 孔子竟然都有办法预知啊 那么他们用这些问题啊 来问游子 来问游子为什么 那么游子你呢 有没有办法预知呢 游子摇摇头 没有办法 那游子一摇头啊 他们的同学就把他请下来 游子 请下来吧 这个不是你的座位 这个不是你的座位 就把游子请下老师的位置 那这个有一点呢 很荒唐的戏啊 但是史记记载啊 读起来 让人家觉得很有趣啊 照理讲这些 这些大儒者啊 这些大学问家 怎么会用这种事情 来质问 来质问同学呢 好像一个 好像几个村里面的小孩子啊 在质问一个大教授一样 真是觉得很好笑 所以后来游子 他是没有代表 孔子 但是呢 游子到了清代啊 被升为正殿之列 也就是说 配享圣庙啊 的正殿 四倍十者变成四倍十二者 那就是加入游子 加入这个子章 最后还有加入朱熹 一共十二者 那么这是游子的故事啊 我们可以参考十则传 那游子的故事 我们不是讨论的重点 我们讨论的重点 他讲了这句话 他说呢 先王之道 思维美 小大游子 有所不行 他说先王之道啊 这个所谓的 儒家所讲的先王 就是古圣先王 古圣先王 就是代表了 尧顺与汤 文汝周公这些人 谁要先王之道呢 思维美 思维美就是说 以礼节为美 小大游子啊 小小大大的事情啊 都是由礼节啊 有他一定的礼啊 所以在周礼里面 你看他记载的这个礼啊 是非常非常的繁复啊 礼仪三百位仪三千啊 你看我们如果去看现在的报道 Discovery频道 他在报道 皇帝要祭天那个礼节 哇 那非常的繁长 那百官要准备的 事前一个月就要准备好了 皇帝啊 摘戒墨浴 来准备祭天啊 所以礼节非常繁复啊 那他说呢 小大游子 有所不行之和而和 小小事情啊 都是按照这个礼节来遵行啊 如果呢 有所不行 如果说呢 碰到什么这个障碍啊 事实上有困难的时候啊 之和而和 知道和的道理啊 所以呢 采用了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进行 这个就是和为贵的道理 所以你看 当时英国人来到中国 不能够向中国的皇帝跪拜 那当然啊 大家就要互相协调啊 协调的方式就是 他们只跪单单脚 拱手 不扣拜 那这个这个就是之和而和 后来皇帝也只好接受 那他说不以礼节制啊 亦不可行 但是呢 他没有照这样 这个协调出来的礼来做啊 还是不行 就是呢 一定要有他的一个礼 来代表这个程序啊 来代表你的这个内在的诚意啊 所以你看这句话 理智用何为贵 用在于我们中国人的身上啊 那就是非常的贴近 中国人 号称了礼仪之邦啊 那么 很多的礼节 都是 从中国 就这样制定出来 然后慢慢的衍生到各地啊 那所以我们在中国的内地啊 有很多的礼节 在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可是呢 原始书上记载的这样子 可见礼节会按照 时代的演变 而有所变化 所以孔子他曾经讲 礼师求诸也 这些正统的礼仪啊 已经丢失掉了 可是呢 在这个适宜的地方啊 也就是说这些外 中原以外的这些国家 可能还找得到 那因为呢 咱们学到中原的礼仪啊 还在继续遵守了这套 这套规矩 你看像韩国 韩国一直都是中国的藩属 一度呢 是中国的领土 那韩国就是以前的朝鲜 朝鲜他的礼仪啊 跟中国完全一样 那你看现在 韩国剧在台湾很热门 韩国剧那个古代 古代剧啊 他演的那个礼仪啊 完全是中国过去的礼仪 你看他演明朝的 他演清朝的 都是呢 从中国过去的 而且呢 他把中国尊为上国 可见当时呢 中国还是控制的 朝鲜这块地方 那么很多中国已经看不见的礼仪啊 在韩国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韩国人 他们现在甚至呢 认为说呢 中这个 很古代的这些礼仪啊 是这个韩国人自己发明的 那中国只是学韩国 虽然我们听了觉得很好笑 但是他们要这样讲 实在也没有办法 很多中国的东西 他们认为就是 是韩国的 哪一天他们也可能会认为 公子是韩国人 泡菜 这个是韩国的 那么这个我们不去论他 我们今天专论 从礼这个部分 那所以呢 理智用何回归啊 在这个中国的社会啊 就用的 非常的淋漓尽致 你看不管是古代 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你国家制定的这些法 这个人伦之间的这些礼 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 一定的程序要做 但是呢 遇到了不同的人事物啊 他会有所变化 他有这个变化呢 只要呢 彼此双方都可以接受 大家呢 和乐共处 这样呢 就是一个礼的标准 所以这个叫做和为贵 如果你看当时 明朝 明朝在紫禁城建立这个皇宫啊 他的这个里面的三大建筑 三大代表性的建筑 都是用和这个名字 来做代表 第一个是太和殿 再来是中和殿 最后是饱和殿 都是和 这个和呢 是出自易经的名词 那么易经呢 我们知道 中国人 这个群经之首 易经是有两个 简单的 的这个符号啊 来代表 所有一切万事万物的道理 就是阴跟阳 西方人讲 零跟一 那由这两个简单的符号呢 来代表 世间万事万物 那么 只要呢 这个阴跟阳协调了 那么 就会达到一个和的状态 所以太和殿 中和殿 保和殿 他呢 摆在皇宫的这个 主要的三个建筑 太和殿 最主要 皇帝面见群臣 这个 每天 早会啊 上朝 就是在太和殿 太和 所以这太和这个 这个 这个意思啊 是 在这个 这个君臣 之间啊 达到一种 这个阴阳推移的 一个顺序 这个阴阳推移的顺序啊 那就是呢 如果君是代表阳 那么臣 就是代表阴 那么阴跟阳呢 有互相 协调 互相 抗和的力量 所以这两股力量呢 必须呢 互相的 这个 协和啊 互相的推动啊 君没有臣 不行 臣没有君也不行 君臣呢 一定要呢 相待 以和啊 所以君此臣 以理 臣是君以忠 君对待臣呢 要用理 理解来对待 那么臣对待君呢 要用忠的理解来对待 其实都是理 所以呢 当这个营养呢 达到一种最协调的状态呢 那就是太和 太和殿 所以协调 乾坤 文武 文武百官 协调天地 协调营养 就是在太和殿 整个国家的治理中心 就是 太和殿 好 号称为金铃殿这个地方啊 是 很有意思啊 那么 接下来是中和殿 中和殿呢 是 皇帝的接见 比较重要的 不是厂长接见 比如说重要的使节 或者是说呢 皇室举 皇帝呢 举行这个 殿试 考试啊 或者是说呢 有 外地的官员 来到 皇宫 要进见皇上 就是在中和殿 所以你看中和殿 它的作用呢 是 比较是隐性的作用 那它的作用呢 比较不明显 就是处理太和殿 这个大殿上啊 还没有处理完的事情 就在中和殿 接下来是保和殿 保和是 保是保护的保 保护这个和 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所以保和殿呢 是保任保持的作用 皇帝面对 这个 宴请宾客 当然皇帝要开宴会 宴请宾客 不管国外的使节 还是呢 这些地方的师生 或者是说各地的官员 或者是说全国知识分子 那么要充和为用 充和为用呢 就是要保持住这个和的状态 保和殿 各有用处 那各有用处了 他们都是用和这个名字 那这个名字呢 代表了一种现象 那就是说 你要这个 一团和睦啊 这个我们说这个氛围啊 这个磁场啊 要在一种很和的状态啊 你要以理 你要有理啊 你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游戏规则 我们现在玩电玩游戏 你一定要有这个规则 那么你在这个 这块土地 这块国家 跟这个人民的互动 你一定要遵守这个地方的这个礼节 所谓风土民情啊 那么你遵守风土民情 这里的人才会跟你打成一遍啊 这个叫做和 我们说入境水蜀啊 这个蜀呢 就是约之成礼 所以 蜀 风蜀 对于每一个国家 不一定都认同 你看 我们现在看阿拉伯的世界 女孩子是不能够露脸的 那他们对于这种男女之间的关系啊 他们的礼法是相当严格 所以在现在的社会 对于这种事情啊 就是一时没办法接受 那但是 这个是他们的礼 我们必须来入境水蜀 所以一个人 懂得礼啊 那么他就能够了 和乐人群 我们在道场 我们懂得礼啊 那么我们的道物呢 就能够欣欣向荣 整个道场的氛围啊 就非常的有道气 这个绝对不是说呢 靠着这个规矩 规章制度 所建立出来的 当一个人 他的身心呢 这个谨慎的延迟 人家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啊 就会从外在 感受到他的那一份威仪啊 内心很恭敬的 来面对他 这个是一个修道人 所修出来的那种得范啊 让人自自然然的发出恭敬 那所以你看 在我们道场 除了说 在佛堂 在大庙 面对这些先佛 我们要行礼之外 其实呢 面对这些人 我们更应该要有礼啊 先佛毕竟是 是死的 因为先佛不言不语嘛 那么先佛是借着人情世故 来让我们了解理 所以人是佛的 人是 我们应该尊重的一个对象 所以人就是代表佛 那因为呢 这样的一个行持啊 很深啊 道理很深啊 所以 大家呢 没有办法 意会到 只有真正开悟的人 他才有办法 理尽诸佛 把任何一件事情啊 当作是佛 来理尽他 所以我们 要好好的修持 对于在 佛堂之外的 这样的一个言语啊 更加要以理解之啊 你看长草我们道心 在佛堂是一个样子 回到家又是一个样子 完全不同 那么完全不同 这表示呢 他这个理啊 只是外表的形式 只是在做给人家看而已 表面功夫啊 那么这个表面功夫呢 不是 不是在修道啊 他是在敷衍别人 所以这个叫功夫不得力啊 那他呢 修行就不能够看到境界 就不能够改变命运 就不能够民心见性啊 所以这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礼节是为了 让自己成就的 你修养身心 你与人相处和乐 与整个世间的和平共处 你看这个和 我们讲到和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和相礼 也是讲到和 那礼跟和 礼 礼是根本 这个礼呢 就是一个言行举止的 遵守的一个要件 所以为什么 孔老夫子认为呢 礼是培养仁德的一个 基本的方法 那么 言辉问 孔子 怎么样达到人呢 那孔子说呢 克己赴礼为人 一日克己赴礼 天下归人焉 为人由己 而由人乎瞻 你看 你看克己赴礼为人 单单克己 克己这个动作 就是一个很好的 观照 的修行 那么儒家他讲克己 其实呢 他就是自省 自省的功夫啊 你有没有内造到自己 内在的那份良知本性 那么内在的良知本性 知道呢 别人也有这份良知本性 他跟我一样 这份良知本性呢 都是本来圆满至善 那么本来圆满至善 为什么彼此会互相 正恶呢 会互相批评呢 这是没有的道理 所以一个忍者 忍者是两个人 人看忍都是像 像佛一样 像圣人一样 都是 光明的 都是 无邪的 都是圆满的 这个是忍啊 所以忍者为什么那么容易 流露出 他的这个言语行为 都是慈悲的 都是仁慈的 那不是因为 他特别显露出来 而是因为 他这个内心的 这个 证悟啊 了解到 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那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所以呢 他事件出来的行为 是自然的行为 不是刻意 修出来的 所以我们 讲到修道 事实上修道这个字眼 是勉强而说的 我们不得已 要说修道 可是你道本来是圆满 你道本来是自在的 你干嘛要修道呢 那佛陀告诉我们 虽然我们的良知本性啊 是圆满 是光明的 是如如不动的 但是呢 外在 外境的外城啊 太多了 你会攀 攀援 你会染潮 那些 外境外城啊 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良知本性 你没有办法克及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克及的时候啊 这个内在的心事 跟外在的成员 互相勾结之下 那么你就会做出 唯一的动作出来 唯一的行为出来 让你做出唯一的行为出来 你就不是忍者 所以一日克己赋礼 天下归人 你才知道这个克己赋礼 是真正的修行的功夫 那么什么时候 我们能够不被外在的成员 所干扰 不被外在的这些人情事故所干扰 我自自然染而染的 来做出我应该有的理解 我来到这个国度 来到这个地方 我随属你的理解 一礼而做 我都是自自然染而做的 那自自然而做的 就没有所谓的 新的偏颇 扭曲 克己是克这个己 那所以克己 了解到自己的那份自信的圆满 你会约束自己的身心 你会无辱而不自得 虽然处在一个没有道的环境 可是你还是拥有自得 还是自处在道乐之中 你看春秋战果时代 天下无道 可是呢 当时圣贤人特别多 这些有才智的人士 纷纷出现 为什么 那是因为越是战乱的时代 这些圣贤才智 越是需要出来教化世人 所以 孔老福子出生在春秋的时代 这个孟子出现在战果的时代 在传承的一个儒家的教法 这个都是有它的意义 今天我们到了这个 所谓末法 一千年的时期 学师说法如横而杀 那么各家各派 各种特殊才艺 各种很特别的人 我们在我们的眼里讲 一些怪胎的人物 纷纷出现 那这些人呢 又好像很高级 他能够探讨 人所不能够探讨的事情 他能够知道人 所不能够知道的事情 那么在末法时期 特别崇尚这些人 这个大家呢 纷纷去追求这些法术啊 这些神通啊 让自己啊 把自己的道德给断绝掉了 这是没有办法克己 孔老夫子 没有教我们这么复杂 你不要去学那些 有的没有的 你只要反观 反思到你的言行举止 有没有合乎 人的游戏规则 我们讲夫妇 君臣 父子 这个兄弟朋友 你把你的这个关系 你把你的这一套标准做好 那就是礼 那言伟问他说 那请问吉木啊 克己副礼到底 你有什么功夫要做呢 孔子回答了很简单的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而言伟说 回虽不敏 请示私欲 这个言伟听到这句话 真的是 跟 争执 他回答孔老夫子 无道义 无道义惯之 义是一样 他说 回啊 虽然是 没有很聪明 但是呢 我希望能够遵照老师这些话来做 做什么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这个呢 是很保守的做法 非礼物的事情呢 你不要去攀缘 非礼物的事情呢 你不要去干 干倒它 你只要呢 把存心 保持住 保认住 你那个圆满的自信 你那一份光明的自信 把它保认住 你不要说外在的这些成员 我们说六根六成啊 六根六成的境界 一见钱啊 你就贪染了 你就去染糟了 结果呢 你这个客气啊 就失去了功夫 客气既然失去功夫啊 你就没有办法复礼 所以礼是一个圆满的行持 所以当你有礼了 整个社会跟着你有礼 整个世间跟着你有礼 你看天地没有说没有礼的 没有礼就发生了爆炸 发生了天灾地变 太阳 白天升起来 晚上落下去 月亮升起来 那么春夏秋冬 四十运作 没有 没有礼的 都有礼啊 有它一定的秩序 所以这个叫礼 那你看现在气候异常 气候异常了 这个天下没有礼 天地没有礼了 那天地没有礼 人要怎么办呢 人之啊 鬼灭在天地之中啊 庄子曾经讲 术啊 道术啊 被这些邪说 把它分裂掉了 人都重视那些 这个逻辑辩证 重视这些感应神通 这个呼风唤雨 撒斗成冰 注重这些感应的事情 所以道就为天下力 道就没有了 被这些邪师邪术啊 把它呢 分裂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 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你看这个神通的很多 鬼怪的 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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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灵的 孔老夫子从来不讲这个 那么释迦摩尼佛也 严禁 禁止这个 你看脑装都不讲这个 道次都不讲这个东西 那今天我们放弃了原有的道 去追逐那些邪 邪师说法 失去了自己的道 还以为自己呢 还在道中 孔老夫子 只教我们 克己赋礼 怎么做 非礼物事 你看 不要看 不要乱看 我们现在呢 眼睛呢 不得不乱看 因为世间 整个社会的现象 呈现给我们的 太多 扭曲的报道 太多污染的报道 变得我们不得不看 因为已经没有选择了 没有选择了 你偶尔也会沾染到 你看每天 每天都有那种 杀人的 自杀的 诈骗的 互相 互相 折告的 彼此仇杀 这些新闻太多了 哪个地方又发生 天灾地变了 那甚至呢 探索频道 国家地理频道 常常在播放 气候暖化 这个 这个 天候异常 播放这些事情 那么 当然他也有报其他的了 但是呢 我们觉得说 你要报你就报一点 有正面意义的嘛 你光报这个 为人总听的 这些报道 对于整个社会 有什么异处 对于整个社会 人心啊 增加恐慌啊 完全 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我们会 会认为说 这些新闻从业人员 他们本身啊 所造的这个业 其实很重 不要以为新闻人员 这些 媒体人员 他们的那个工作 是很高尚的 即使他们都是在造业 那我们看了也很担心呢 他每天所在报的这些负面的消息 他认为是敬业的 的举动 其实呢 都是一些负面的报道 那现在一周刊吵得 沸沸扬扬 他把实际的现状 用这个模拟3D动画 来演出来给你看 把沙盗影演出来给你看 更恐怖 那当人家在批评一周刊的时候啊 那些写文字的人 同样恐怖啊 写文字的人可以不用 暂时不用 被攻击 可是呢 演动画的人 马上被遭到攻击 那可见了 社会上还有一点良知啊 社会上还有一点正义的清流啊 在阻挡这种事情 可是呢 真正要做到啊 连这种文字的报道都不要用 多去报导一些热心公义的事情 报导这个是这个人类的这种光明面 报导这种有助于世界和平的这些新闻 这样的才是真正的网化人心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不要说从业这个新闻人员 我们说自己就好了 现在天在地平跟自己也没有关系 非常有关系啊 非常有关系啊 在那个混沌理论他讲到 那有一个人他打 打开冰箱啊 打开冰箱拿 拿了一杯牛奶 一罐牛奶出来喝 结果呢 他这个冰箱啊 一打开啊 就造成了 这个 那个 冰 这个结冰的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啊 要影响整个天后啊 影响气候 使得气候越来越 活力烫化物啊 使得气候越来越热 是谁造成的 那个打开冰箱的人造成 那个在吹冷气的人造成 那个人是谁啊 那个人不就是你吗 不就是我吗 不就是每一个人吗 你看所以 整个T4E是谁造成的 每一个人造成的 那么我们要怪谁呢 科学家终于他们的事情啊 把这些事情报道出来了 可是呢 没有解决问题 那真正解决问题要靠什么 要靠刻起复理啊 你要回归到你自己的光明面 你自己的那一份良知本性啊 你有没有 你那个做人的标准 做人的道义 你没有做出来 回归到这个 就是和 你的家和了 社会和了 国家和了 世界和了 整个宇宙和了 那自然就没有天灾地变 也没有所谓的末法时期 什么世界末日中 那个呢 根本是为人耸天的话 据说呢 爱因斯坦 还在的时候 就设立这样一个世界末日中 把它调到呢 大概只剩下15分钟 那它以什么做标准呢 看现在这个时局的变化 如果说时局的变化 很动荡的话 那它就把它调 调快一点 接近5月12点 现在呢 是11点45分 那么如果说 整个气氛 缓和下来了 那它呢 又把它调 调慢一点 本来15分 现在把它调成17分 那它有什么意义呢 除了警告世人 我们看不出来 到底它的意义何在 还不如我们在这里 好好的研究道物 好好的来修道半道 来得务实一点 那我们在这里修道半道 今天我们是负最大责任的人 就是整个世界和平 的一个安定 世界的安定 我们是负最大责任的人 我们是指白养的 修道士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清楚 而且呢 我们是在家的人 我们是这个 入室的修行人 那出室的修行人 他可以不管 在家的事 可是入室的修行人 你必须去推广 夫妻之间的关系 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 君臣 兄弟 还有朋友之间的关系 你要去维护他 你要去这个运作他 让他呢 达到一个和的状态 这个是修道人的责任 那一般人不懂 我们要去教育他 我们要不断的去半般讲学 常常去讲 常常去呢 将这些新佛 先佛的声音 将这些圣人的教化 告诉他们 这个叫教育 所以礼节是要靠教育 来推动 那教育谁要教呢 教育事实上 每个先佛都在教了 只是人听不懂 人看不懂 那人不懂呢 当然只有人来教了 你必须用人的方法 来教给他 他才看得懂 那人的方法 就是呢 他发生的事情 你帮他分析 你帮他解决 你帮他带领出这个灾祸 像现在海地 大地震 那么我们有救难队 去帮助救灾 将那个困在 这个沙土里面的 已经埋了六天的人 还可以把他救出来 那这个就是人的方法 那人呢 要有不断 要有这些人 出来在做这件事情 要有牵手牵眼 牵之手在救人 牵之眼在看 看世间的这个现状 然后呢 你还要有牵之嘴巴 牵之脚 你要不断的去走 你要不断的去说 虽然我们透过这个引赖 这样来说 我们不晓得会 发生到什么作用 发展到什么作用 但是呢 我们 每天要不断的在做 每天去做就做了 你进到了一己之宠 你进到你应该有的这个礼教 你真的是从礼 那么你进了你的责任 那就对了 每一个人进了责任 那就对了 那么你在家 你是做父亲的 你把父亲的责任做 做丈夫的 把丈夫的责任做 做员工 把员工的责任做 这个都是礼的推动 礼的这个现成说法 所以你一个人啊 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慰 你说你重不重要 所以在礼运大董里面 先佛他告诉我们 他说师自以礼教 其人必恭敬和睦 师自以礼教 就是用礼教来教化他 教化人民 教化不懂的人 那么这样的人呢 毕竟会恭敬和睦 他就懂得 千恭 有礼 懂得和睦相处 那么他所到之处呢 一并恭敬和睦 那那个 世界大统的日子 就指日可待 那持之以礼仪啊 其行必温文荣雅 一个人的行持啊 就是他的言行举止啊 都出现这个礼仪的这种视线啊 都表现出一个人该有的这这种客气的行为啊 那么这样的人呢一定会温文儒雅 温文儒雅我们几乎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人啊好像很有礼貌 这个人呢好斯文 那他做出来的行为呢 很符合儒家的这种道范 那就是呢 他有受过礼教 他能够行持礼仪 他说导致于礼月 其风啊 必幽默即庆 引导人民啊 用礼月之道 其风呢 必幽默即庆 风就是风俗 礼月呢 就是礼月的教化 你看以前的月 是教化了一种 现在的月呢 已经没有的 已经没有这种作用了 现在的月啊 我们只能够从自然 从这个社会 听到一点祥和的音乐 很不容易的 在自然要找到这样的音乐 也不容易的 但是呢 人间还有礼教在 到过礼的行为 来发展出乐的声音啊 所以你看乐的声音 不一定就是乐器啊 你看整个法会 那种 严肃 那种树木的 那种 那种氛围啊 其实就是一种音乐 人到了里面呢 心境就能够祥和下来 所以呢 幽默即庆 整个道场呢 法喜充满 那守自于礼节 其道必真故求远 守自于礼节 用礼来 节度 这个人 的行为 节度人的言行 那么他就会有 所谓的 一定的操守 你看操守 这个字啊 操作这个守 守住 人的那个节操 人的这种 这种言行举止 有一天的节度 那么表示呢 这个人呢 有一定的 这个修养 那他的道呢 必定会真故求远 这个人的道 道犯得风啊 他一定可以 这个长远的 保持下去 而且呢 为人所歌颂 所以 只怕没有道 不怕没有妙 这是一个前辈讲的话 我们希望的是 我们自己有道 有道呢 就是要守自于礼节 那他说 自自于礼运呢 其事必轻乎大同 礼运呢 就是把 之前所讲的 礼教礼仪 礼乐礼节 这些呢 通通推广到全世界 通通推广到全天下 那么这个世界呢 必然会轻乎太平 达到一个清静 平等 一个觉醒的状态 一个人人呢 都过着这种 礼的生活 那这个不是大同世界吗 所以大同世界 有没有可能 来到呢 你看在孔老父子 的时代 他没有办法完成 在关圣地君的时代 也没有办法完成 到了师尊师母 统领天命 普渡三朝 到现在这件事情 还在进行当中 我们期待我们能够帮助师尊师母 将这个礼教啊 推广到全世界 最起码我们自己 在家庭里面呢 要把它做好 该有的礼教 哦 夫妻之道 父子之道 这个君臣之道 兄弟之道 哦 我们整个家族 的道 要把它做好 这是最基本的 然后我们才可以去跟人家讲 去教导别人 哦 用道场的力量呢 用这个天恩师的力量呢 来将这个道呢 放出视野 让每一个人都接受 这个道场的礼教啊 恢复到良知本性的那份源 满光明 那这样的 整个世界呢 才有可能 所以每一个人要一起努力啊 我们说科学家的努力 不是说他们不重要 他们也有 他们也在努力 但是呢 旧根的努力啊 在于这个道场 在于大道的旧事啊 宗教的力量还不够 宗教的力量呢 毕竟有它的一个固定的一方一片嘛 可是道呢 是无所不包啊 道是那个心法 道是那个 直指人心啊 道是那个 见性成佛的一个 心法 没有这个心法 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人呢 真的去改变命运 改变社会 只有这个心法 只有这个大道 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件事情啊 是百劫难得一世的 百劫难得一会的这样一个盛会 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把握住 那就失去我们来最招了 大家早安 道之中子 讲到第五句经文 笑父母 那进入到这个课题呢 我们就知道说 整个经文的核心 就是在笑这个字 道是中子 以儒家为主要的基本思想 儒家的基本核心呢 那就是笑 笑呢 可以衍生到 无穷无尽的这些德目 所以为什么 老前人曾经说 笑地中性礼仪廉恋慈 一个笑就包括了这些德目 那么笑地中性礼仪廉恋慈呢 又可以衍生到很多的德目 所以所有的德目 归结起来就是在讲这个笑字 笑的道理啊 无量无边 所以我们在这个笑道 笑字上 必须把它伸入剖析 你看五教的经典 甚至世间上所有的经典 各家各派 没有一家不再强调笑道的 爱父母 顺父母 孝敬父母 这些呢都是修行上最基本的一个德目要素 如果说这个最基本的德目啊 都没有办法建立起来 那么一个人在修行上想要有成就 那是绝对不可能 所以我们看历代的仙佛 祖师大德 都是要行这个笑字 任何德目如果以笑字 来相违背的话 那么还是要以笑道为主 所以有一句话说 人间无不忠孝胜 天上无无功德神 人间的这些圣人 都是从忠孝 这两个字 来扎根的 那我们知道 忠就是孝道的扩大 所以还是孝道 所以当有一个人说 我忠可以做到很好 可以做到呢 这个最圆满的境界 可是呢 笑道还欠缺圆满 那么当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人呢 他忠根本也没有做圆满 因为他的根本都还没有圆满 所以呢 他在其他的德目上呢 根本没有办法圆满 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忠 他说他做到圆满 其实是没有圆满的 有的人说 我这个义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呢 笑道还没有办法做 那么可见呢 他意也没有办法做 这是一个修行的 最基本的理念 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理念 都不知道 那么我们修道呢 就是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所以为什么 三教的圣人 五教的经典 都是在重视这个孝字 你看我们世间的现象 我们人 生命来自于父母 我们长大之后 一切的言语造作 一切的这个社会行为 通通都是父母宠救你的 所以你今天 作本追缘 你的根本是什么 根本来自于父母 根本就是要孝道 你的这个事业 你的公司 做得再大 再宏伟 所以这个孝道不圆满 你那个福报 总是有限 所以我们要知道 孝是基本中的基本 根本里面的要素 根本中的根本 所以为什么 白水老人 留下了这一部百孝经 他竟然呢 可以取代孔老夫子 所说的孝经 成为现代 现代的这个读经 这个孝道最基本的这个书籍 读经本 有关孝道的 现在已经不是孝经 而是百孝经 那主要百孝经呢 他是 这个有押印的 一记一记 都是相连贯的 那所以先 现在的儿童读经 没有不会被百孝经的 那至于百孝经 这个百是什么意思 孝是什么意思 经又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不一定呢 赌的人就晓得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孝父母 就透过这个机会 用百孝经的这个理论 根基础 理论依据 来解释孝父母 在百孝经的经文之中 他称为百 这个百字的意思 虽然说他每一句话都有一个孝字 这几句话呢 这样灵化起来 刚好是一个 一百个孝字 这个是 好像是有意 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但是呢 无意之间呢 这个百孝 就形成了一个 很具体 很圆满的 一个孝行 你看中国人用 用词 代表圆满 那用百呢 万呢 这个都是圆满的意思 百呢 就有这个 大圆满的意思 所以百孝呢 这就是表示说了 必须要将孝道 做到最圆满 最究竟的境界 所以这一百个孝字里面呢 分别用不同的层面 来剖析孝道的真意 但是这一百个字 可不可以包括所有的孝道呢 说实在的 没有办法包括 孝字的范围 无量无边 无穷无尽 我们会接下来 会慢慢来 来讲述 我们现在先来讲 百孝这个孝 中国人造字 他就非常有智慧 而且呢 很有意思 孝这个字 是一种会议字 你看着这个字呢 你要会意会 它所代表的意义 那孝呢 这个上头 是一个老字 这个老人 就是说我们的人 上面呢 还有一个老人 老人就是我们的父母 就是我们的祖父母 那祖父母再上去呢 祖父 真祖父母 高祖父母 不断地向上追溯了 追溯到最原始的那个根本 我们中国人 就把它称为天 所以祖先是来自于天 所以我们要祭祖 我们要静天 都是从这个孝制的根本 那么想想 我们有看过祖先吗 很少人有看过祖先 像我的爷爷 在我小学的时候 就已经过世了 那么我对于我的爷爷 他还有一点点残留的印象 在我的脑海里面 那他是 睡觉睡到 中途 隔天人家叫他 已经叫不醒了 睡到一半就走了 这是寿终正寝 他一生呢 强调简单就好 什么事情呢 就是简简单单就好 你不要复杂 也不要搞得这样子 这么多名堂 反正简单就好 我村里面的人呢 有什么事情 有纷争 意见不平 就来找我爷爷 做公亲呢 那我爷爷总是说 简单就好了 不要弄得那么复杂 当两家呢 这个坚持不下的时候 我爷爷就会 逼两家着想 比如说李 李家陈家 在意见相走 那么李家曾经帮过张家 张家呢 也曾经帮过李家 爷爷就抓住这个点 来为两家调和 你以前 被蛇咬到的时候 是张家的人送你去医院的 帮你缴这个住院医疗费 那么你张家 在盗谷 盗谷收割的时候 没有人 请不到工人 是李家自愿来帮忙 你看你们都曾经帮助过对方 你们对于对方呢 都有这个情意在 为什么现在为了这种事情来吵架 这个一心啊 你只要想对方的好 那就不会有纷争了 所以爷爷呢 就用这个方法 让大家呢 那个怒气呢 就平息下来 就接受爷爷的调底 那爷爷 他在这个后面啊 还要去 去 去做很多安抚的动作 这个是私底下的动作 甚至呢 自己还掏腰包 来平起这个世界 大家也不晓得 是谁做的 反正事情已经做好了 一查之下才知道 是爷爷做的 他说简单就好 所以我对爷爷呢 虽然说 印象 已经没有那么深刻 但是呢 一直到我 我大学毕业之后 还没有毕业 我在这个暑假期间回家 半路就有 那个乡亲在叫我 这个开爱言说那 来来来 你过来 我有话要跟你讲 我说 什么事啊 他看到我 批头就跟我讲 你的爷爷啊 已经回天做神了 那我就 我那时候接近道长 对于这个神的观念是 有点了解 我就问他说 你怎么知道 他说啊 在我们家的附近有一个宫庙叫明修堂 他在明修堂 来下训文 批训文 有抱他的这个神子啊 那当然 位置可能不是很高 如果那个训文呢 现在能够拿得到 不晓得会多好 那我就 我就知道说我爷爷 他生前呢 是很受人敬重的 那么可能也有一点主德的关系啊 我可以在道场修道半道 甚至呢 今天在这边呢 讲道弘法 感谢主德 感谢爷爷 所以这个讲道老字 就想到说 我们今天的一切 都是上面的人沉传下来 上面的人 他批印下来 如果没有上面的人的照顾 以及呢 给你的各种的补给啊 给你各种的成全 今天没有你 站在这个社会上 甚至呢 你没有立足的位置 所以这是老字 孝字里面的 那个老字的意义 所以追溯到天 天是无穷无边的 是无量无尽的 所以当我们在敬天的同时 就是在敬 祖先 就是在孝我们的父母 所以今天这个动作 对中国人来讲 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动作 而且呢 最需要的一个动作 每天 我们在这个 祠堂 每一个 每一个家庭里面啊 都有神主牌位 现在我们所看得到了 大部分都有 那么也有一部分是没有的 大部分的人 他们家呢 都有自己敬奉自己的 的祖先 我们说家审啊 那这个动作呢 是一个 中国人 中华民主 他身为 一个中华民主的一份子 他身为 立身于这个目前 现代社会的一号人物 那么他必须要这么做 他得这么做 而且呢 这个就是一种修行 所以中国人的庙堂在哪里 在神明厅 每天吃完 每天吃早餐之前 三炷香 祖先也三炷香 先佛三炷香 天地的神明 各一炷香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佛堂 中国人的教堂 所以中国人的教堂 他不是 一个礼拜 去一天 所谓星期日 然后大家 接受那个神的教委 中国人的 这个教委的日子 是每一天的 早餐之前 晚餐之前 早晚各两次 早晚各一次 那早餐呢 感谢祖先的保佑 我今天有 这碗饭可以吃 我今天有这个事业可以做 子孙呢 都还可以 在这个世间呢 存活下来 而且呢 飞黄腾打 有手把握 感谢祖先 感谢这个天地神明 那么晚上这一天 那么晚上这一树像呢 反省忏悔 我今天这一天下来 我对于主德 我对于这个父母亲 在家庭伦理之中 这一份的这个孝道 有没有做好 三树像 来做忏悔 做反省 这个是中国人的教堂 所以中国人 基本的教堂 是每一个家庭里面 所以为什么中国 中国人 他那个文化 五千多年来都不曾断过 虽然几次 一组入侵啊 中国文化 从来没有断过 到现在 来发扬光大 就是这个动作 就是呢 中国人每天都要上教堂 每天都要祭祖敬天啊 那这个是下道的表现 我们对于上 的这一份尊荣啊 的尊敬啊 的崇拜啊 从来没有一天 止息过 那这是孝 所以如果说 推搜到上面 的这个无穷无尽的天啊 我们每天都透过 这种神主牌位 神主听 的末导 的礼拜 来跟天沟通 如果说子孙 做错的事情 要处罚子孙 你就会在神主牌位面前 神明听面前 我今天处罚你 不是因为 所以 我要处罚你 我没有这个德性 我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处罚你 今天是我们家列祖列宗在处罚你 我代表列祖列宗来处罚你这个不孝子 不孝并不是说因为他不孝顺 而是呢他做了一个违背祖德的事情 违背门风 甚至呢不重伦理肝肠的事情 所以呢祖先 代表的父母 要来 来责罚他 所以你看 这个神明听 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道场 所以道场在哪里 道场就在我们自己家里面 这个传承呢 一直都没有断过 一直到了民国初年 战乱发生了 人心不安了 流离失所了 才曾经一度的断过 那么到了台湾 一直延续下庆 所以台湾有根 台湾有本 台湾是个宝岛 是因为圣人的教化 还在台湾流行 大德动画 小德川流 但是台湾 还是有各种灾难 那么我们要看看 各种灾难的原因 我们可以去调查 去访问 他们对于这个 道场的礼敬 也就是说 这个孝道的遵守 行义 有没有坚持到 一般有坚持到的 我们会看到说 那个接受灾难的 这个业力是不一样 所谓供业之中 有不供业 有所谓的别业 真正遵守主德 遵守孝道的人 那他是不畏受天灾地变 的干扰 的破坏 但是呢 因为住在这个大环境 太多的人 不重视孝道 所以老天 要惩罚这些人 那说实在 也不是老天要惩罚 而是他们呢 这个地区所造成的 这个业 必须承受 这样的果报 连老天 连神明都没有 办法阻挡 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那当我们生活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么我们必须修身养性 我们必须呢 行此孝道 来转化这个地区 的风俗 希望能够一风一俗 来改变这个地方的磁场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那只好呢 这个修身啊 好好的养性啊 好好的来祭祖 来尊孝道 希望呢 自己在家庭财产生命上 受的波及不要这么大 所以呢 这个是孝道最主要的根本 敬老 孝上面这个老字 我们是特别的尊重 特别的要重视 那下面 孝的下面还有个子字 那这个子字呢 代表祖先的延续啊 所以这个子呢 是不可以断的 你必须把子孙 把他教好 把这个祖德传承给他们 让他们在社会上 能够呢 这个立身处地啊 能够发扬祖德 发挥这个伦理钢厂 把这个 我们家这一门的门门 把他发扬光大 这个是孝之大折 立身行道 显阳父母 这个是孝经里面 大大的孝 所以 你今天 在社会上 你有 功成名就 人家就会 问说 你的 你的祖先是谁 你的父母是谁 像现在 我们听过的 郭台铭 这个是台湾 最有 最有名的 这个富翁啊 那他义有名 结果呢 大家就会探讨 他在祖先是哪里 一查才知道 在这个 山西 而山西跟观圣地君 就很有 很有渊源 然后他就去 这个 寻祖 去业主 然后 然后大家就知道 哦 原来是 郭台铭是属于 晋商之子 所以是不是 相对的 他的祖先也张光了 当然 祖先 希望我们子孙 除了功成名就 更希望 我们子孙 在这个 修 修养的德性上 有所成才 祖先没有 不希望一个祖先 一个子孙啊 是 悉胜悉险 所谓一子 成道九祖乐 一子生天啊 九玄七祖 进超生 所以这个子孙重不重要 太重要 所以当 当我们在教导 子孙的时候 我们必须 把教导这个传承 这个精神 把他延续下去 让子孙呢 能够在 这个社会上 能够代表我们家 出去呢 跟人家立足 而且呢 他所立足的 这样的一个范围 是可以 扩及到整个社会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 这个祖风啊 是扩及到整个社会 那祖风的来源 是为了 跟大家和平共处 跟大家呢 这个 同舟共济 希望这个社会更好 希望呢 我们国家呢 能够国泰民安 能够呢 风调雨顺 无苦丰收啊 只有这样的一个 向往 跟心量啊 我们的祖风 才会扩 扩大 才会无穷无偏啊 所以 这个儿子 这个子孙教好 变成是父母的责任 父母居在中间 那么 父母就是这个孝 孝道的一个中间人 一个代表人 这个家族的代表人 所以他必须把这个 子孙教好 那子孙呢 因为还有子孙 子孙又会生子孙 所以下面的 这样的一个延续啊 也是无穷无边的 无有穷尽的 这样的一条金线啊 那就是孝道 所以孝你必须 追溯到原始的根本 同时呢 又要照样 到 无 无限的这个子孙 这个是孝 只有做到这样的 才能够称正 称为圆满的孝 所以这孝这个意思啊 它的含义可以说 尽虚空骗法界 无限的宽广 无限的宽广 所以谁可以把孝道做得圆满呢 如果说我们 照各教的经典来看呢 那么只有佛 只有你成圣了 才可以说呢 把孝道做圆满 如果你是贤人 你是佛教的菩萨 还有一品身像 无名没有断镜 那孝道不圆满 贤人呢 等同菩萨的地位 贤人呢 就是 我还有一点起心动念 这一点起心动念呢 那就是一种 我的这种表现 孝道里面没有我 那所以呢 贤人还没有办法 把孝道做圆满 只有我们成圣成佛了 那才能够说孝道圆满 所以呢 修道是修什么 修道就是修孝道 就是行孝尽孝而已 现在的修行 我们很遗憾的 大家都是呢 赶潮流 我们说 修行对拜 在拜什么 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有打坐的 有这个会领的 有静香的 有这个祭典的 或者是说 做什么法会的 琳琅满目 一大堆的修行方法 但是呢 这个 统统不是修行 佛家讲 这个初世间的理论 但是佛家所讲的 这些初世间的理论 还是要落实在人世间 人世间这个做人的根本 还是要先做 做人的根本都没有做了 你去讲 去追寻那个初世间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是了不可得 那是虚幻的 那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佛告诉我们 佛告诉他的弟子 要孝养父母 要奉仕师长 要慈心不杀 要修食善业 这个是佛教 最基本的修养 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 这个第一层地基的工作都没有做 他想要盖高楼大厦 根本是不可 我们说愿目求余 才知道说 真正的修行 是在这个孝道上 那么儒家的修行 就直接告诉人 我们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那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之中的核心 那就是孝道 还是归结与孝道 只有把孝道进好了 你才能够扩及 把那个德扩及到其他的德物上去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忠诚烈士 又能够成就伟大事工的 那么他们都是出自孝子之门 如果不是孝子之门 他们不可能有 当时的成就 其实你好好的研究一下我们的历史 我们历史的这些领袖人物 不管他所创造的这个国家是大还是小 他是一个领袖人物的话 不管他是中是奸 他都有一个基本上的修养 基本上的德行 那就是对于父母非常有孝心 虽然他在这个世间的评语是很差的 但是他对于父母的孝道 从来没有失去过 也不敢怠慢 你看这个汉朝 王莽 王莽 创位 王莽是个大奸臣 表里不一的一个奸臣人物 那是被大家唾骂的对象 但是 王莽对于父母的孝道 从来没有失去过 曹操 曹操更是个大奸臣 被历史所唾骂的 曹操对于父母亲的供养 没有一分的私质 那是毕恭毕敬的 所以 他们这些 大奸臣啊 他们也不敢失去孝道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孝道的 这样的一个良知本性 让他在事业上 还是能够 能够做得好 这根本没有失啊 你看清朝的王帝 清朝的王帝是满心人 但是 他们对于中国文化 非常仰慕 学习中国文化 不以余力 甚至呢 超过历代的这些 这些帝王 他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 要求这些 阿哥们啊 这个五更天就要起床 就要开始呢 读经 背经 如果这个 阿哥啊 表现不好 阿哥 受的处分比较少 老师受的处分最重 老师没有教好 所以老师教导这些阿哥啊 或者是说教导 这些太子啊 那可是毕恭毕敬 拿着头 在做这种事情的 他一定要把圣人的教化 把它落实下来 而且呢 丙的那一份良知正义啊 他必须把圣人的教化 把它做好 所以你看清朝的王帝 他们对于这个孝道啊 哦 那可以说是 真的是做到非常的圆满 你看康熙 康熙的时候 有十五个阿哥在争我 皇厨啊 想要争太子 兄弟之间呢 彼此互相攻击 互相侵杀 甚至互相杀爱 但是对于父母 只要跟父母互相违背的 他们绝对呢 不会违 抵挡 不会违抗父母 为了皇族 大家可以正在争取 可是呢 就是 对父母的话 毕恭毕敬的 来遵守 只要父母 有什么指令 他一定遵守 做了皇帝了 虽然他的政策 已经公布下去了 可是呢 只要皇太后 不高兴 皇帝所下的这个指令 皇帝呢 还是必须把他 把他收回来 为什么 就因为皇 皇太后 不高兴 父母亲不满意 所以就把他收回来 这是我们看 看那个 清朝的这个古装系 对于那些皇帝的 那个 孝道 我们可以说呢 哇 他们是 尽到圆满 毕恭毕敬 我们称起大摩族的 要来战术他 所以靠着我们的 历代 的君王 皇帝 好像都是这样子 如果说 哪一个皇帝 对于父母亲 不孝顺的 那他的皇位 肯定做不久 肯定呢 没有办法维持 这个王朝呢 很快就会 被灭亡 所以我们看清朝 传了两三百年 这个祖德好 祖德立的好 当然后代的这个皇帝啊 就没有这么样的圆满 所以清朝就亡国了 但是中华文化的根啊 一直为首到 这个民国初年 那个根都还在 一直到呢 日本人 侵占这个中国 日本人 发动这个 卢沟桥事变 引起了这个战乱 中国人 必须离开家庭 必须呢 这个流离颠沛 所以呢 在这个中国文化上 慢慢的脱节 到这个 中共 统治大陆的时候 还引起了文化大革命 那这个文化大革命呢 可以说是 中国文化的浩劫 庙影 庙影拆掉 把这个铜像 丢掉 毁了 把这个 现状书 把这些四十五金 通通把他烧了 不承认 跟祖先的 不肯 相信祖先 只相信什么 船间立炮 当时西洋人 把中国 打得落外流水 那么 中国人那时候 一味的重养 认为呢 西洋就是最好的 甚至要把自己的根本 把它丢除掉 一味的西洋 结果呢 西洋的结果是怎么样 西洋的结果 就是 中华文化的根断掉了 那么中国人呢 他在 这一段时间 那是 可以说流离失所 这个文化的 诸鲁 到了现在 中国 才有点觉醒 才知道 中华文化的重要 所以呢 慢慢再恢复 恢复也不是 完全的恢复 渐渐的恢复 那这是 中国的浩劫 所谓中国人的贡业 那还有中华文化 在台湾这边 立足生根了 而且呢 放远全世界 发扬到全世界 那当然在台湾呢 也相当的流转 相当的流行 甚至呢 也推广到全世界 所以中华文化 这个力量 到现在没有断过 所以21世纪 为什么说是中国人的世纪 那我们到场 也应验了 先佛所讲的那句话 老水繁草 那老水繁草 它的真正的定义是什么 到现在 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 其实各有各的见解 那么既然 没有办法说得清楚 那我们就好好的修行 来应这个天象 你好好的修行 你就会知道了 好好的修行 就是呢 把孝道落实了 把孝道的精神 推广到整个全世界 因为这既然是所有做人根本中的根本 德目中的德目的话 那么 孝道不管是什么人 不管是什么民主 不管是什么国家 他是通通要遵守的 没有人 可以说他不要孝道 那听说呢 这个英文没有孝这个字 所以 我们可以知道 美国曾经是世界的霸主 在二十世纪的时候 风光一世的 那现在呢 美国国力呢 虽然还影响了世间 但是呢 很明显的看到他 已经渐渐的衰落 先佛说 以后所有的人 全世界所有的人 都要学华文 都要讲华文 那先佛总是先说后裔们 那么都要学华文 都要讲华文 这个现象呢 就是老水完肠 那所以我们今天 没有把孝道 把他落实 把他赞养清楚 那么自己都做不好笑道了 凭什么可以加入老水完肠的行列 这个 还草 这个水要还草 表示呢 表示呢 水要归于这个大海 大海是所有水最终的目的 那这个最终的目的呢 再引发出来各种的 这样的一个草水 那所以反草 我们可以想象 那就是呢 从这个中国文化 再把它扩充 扩充到整个世界 让整个世界呢 通通呢 信仰中华文化 信仰中华文化 不是信仰中国人的文化 而是信仰 而是信仰 圣贤人 所强调的那个道 那这个道 就以孝为根本 有人类以来 孝是最大的德行 也是呢 做子女 本来应该有的义务 所以把孝道 拿来表扬 成为男人可贵的行为啊 这个是 孝道失落的现象 我们仔细的来探讨 这些表扬孝道的 这些现象 其实 对于我们的良知本性来讲 都是不自然的 为什么 既然孝道是人 本来就应该有的行为 那么你为什么 要去表扬它呢 所以我们很清楚 孝道不需要表扬 我们必须强调 让大家回复孝道的生活 回复这个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的生活 这个就是回复自然 那么人生活在这个自然之中 它不是悠有自得吗 它不是逍遥自在吗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 什么是根本 什么是自末 人生在天地之间 秉得这个天地的精华 得到这个山川的灵气 那其中呢 很可贵的就是 人的心 就是那个天地日月的精华 就是那山河大地的那一份灵气 所凝聚起来的 所以这个心呢 随时可以跟天地山河 互相来呼应 当我们的心 是在自然之中 是在孝道之中 那么我们哪有不通的道理 天地弯路没有跟我们不通的 了解到天地弯路没有不通的 我不会去伤害天地弯路 我知道如何保持自然 所以因为有这份的 这个心灵 我们的生命意义 可以无限的扩大 因为有这份的心灵 我们的 我们懂得感恩 懂得去赞美一切 这个都是孝道 所给为我们 所应该有的 这样的一个言行流浓 所谓百善孝为先 所有的一些 百恨万端 一切的善行 都是孝道 做基础 这个为先的是因为 孝是 所有的百善里面 的基础 没有效 你说你是一个善人 你是一个好人 那个不是真正的善人 好了 我们知道 老子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知恶以 皆知善之为善 知不善以 所以 这个三教的经典 都讲得非常清楚 美是什么 美是自然 自然才叫美 所以道家强调 回复自然 那么人的回复自然是什么 就是回复 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的生活 这个生活 的根本就是孝道 所以 为什么 在这些四大文明 古国里面 只有中国文化 还继续呢 传承在这个世间 那很多学者 有个专家在论述 那么找到的 共同点呢 那就是 中国文化 特别讲到 这个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特别重视 伦理道德 那重视伦理道德 就是重视人的根本 就是重视人的自然 那忍在后天之中 你不依这个自然而行 那么你要做什么呢 你想想看 当你在念佛的时候 当你在打坐的时候 当你在这个礼拜的时候 抠头的时候 你孝道都没有做 你这个自然的生活 通通没有做 那么你去做这些修行 神明会加持你吗 神明会保佑你吗 更何况神明不会加持 神明也不会保佑人 那个会保佑 会加持 那个都是迷信 真正的神明 是我们内在的那一份良知本性 这个在我们敬天立立神明里面 都有特别强调 我们内在那尊佛 内在那一份圣 那才是真正的神明 那神明会感应 会加持 是因为 我的内在那份佛性 跟这个大自然的 所有一切现象通通感应了 那所以我得到加持 得到加持是你进入那个世界 进入那个情境 不是特别有一份力量来加持你 这个我们要懂啊 这修道在要懂这方面 实在是太难 太深了 那从哪里懂 从你的孝道 开始懂起 所以中国 在汉努帝的时候 董仲书提议 大错百家 独尊辱述 儒家就是 孝道 儒家的基础 就是孝道 内圣外网的基础 格务承证的基础 就是在孝道的功夫 那么你如果 个人的 这个孝道修养不足 你的家庭 必然也饶饶不安 社会也没有办法相合 那所以 为什么儒家 两千多年来 对于孝道的重视 你强调不遗余力 因为那个是根本中的根本 对于人 真的是 回归自然的一个法则 那你说 有没有所谓重要 也没有所谓重要不重要 你想要做人 你就要把做人做好 你要回天 就是把做人的本分做好 那就是回天的方法 所以 人 要能够 跟天一体 重在人的德性 就是要用天心 来行事 天心 最重要的就是孝道 所以 古来的圣人 彰显孝道 也就是用孝道 来感化人 用孝道来教人 你看姚圣 圣圣相传的道童 也都是用孝道 那么姚因为圣的孝顺 举拔孙 那圣呢 因为孝道 来治理国家 圣因为孝道 感化他的父母 感化他的家人 他知道说 世间 只有我一个人做不好 我必须好好的 把我的本分做好 把家庭的伦理做好 所以 他的用这个孝心 感化了他的家人 也用这个孝心 来治理 这个全世界 全天下 儒家讲 坐之君 坐之亲 坐之师 这三个原则 表面上看起来 这个好像是 以前的领导人在做 但是用现代的 这个社会标准来看 其实不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国家 长治久安 这个世界呢 和平大统 那么每一个人 都要做到 坐之君 坐之亲 坐之师 这个是儒家给我们的知道 在我们的历史之中 有很多圣王是做得很好 那他们呢 同时有国家 同时有地位 有那个领导权 所以他可以同时做得很好 圣王做得很好 那孔老夫子呢 他也想 希望能够做到这样的标准 坐之君是什么 坐之君就是领导众人 领导众人 走向一个自然之道 光明的绝路 那坐之亲呢 就是爱护众人 关怀众人 每一个人民 他所需要的 他所需求的 我都要去关心他 那坐之师呢 就是教导众人 教育他们 让他们懂得圣人的教化 然后呢 能够走上圣贤的绝路 所以这三个地位啊 是一体的 同时做的 那孔老夫子 虽然没有实质上的君王 但是呢 他也做到坐之君 也做到坐之亲 做到坐之师 君亲师 他已经是圆满了 所以后代的人 尊称他为圣王 尊称他为术王 术就是 没有实质的领导权 可是呢 他真正的做到了 坐之君 那么你看 想一想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日本人 把我们中国这一套学区 他们在这个商场 每一个商场的领导人 都做到这个标准 他希望他们公司呢 能够真正的 打成一片 真正的 生产出最好的一个品质 跟最好的量 每一个团体都是这样子 一个领导人 做到了君的角色 领导他们 走向正土 光照他们 深入到每一个员工的生活 就这是 这个教导他们 所以公司里面 是要透过教化的 教化不只是专业知识 还要教他这个回归自然 教他这样的一个 做人做事的道理 所以为什么 二次大战事后的日本 他们的经济 飞航腾打 造成一个经济奇迹 就是当时他们做到了 这三样标准 军青师的标准 那么我们今天 来到二十一世纪 我们也必须要 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够做到 军青师的标准 尤其是 我们修道人 修道人 有责任 有使命 来推动 世界和平 推动整个人心的祥和 所以呢 更应该做到 这个军青师 这三个方面的功夫 那现代人 相信科学 科学是小道 科学把问题越搞越复杂 那所以现代的科技呢 他把这个人 他把这个人 带到一个 不可预知的 深渊里面 他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那么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呢 就是我们这个大道 只有通过这个大道 才能够有解决问题的契机呀 所以我们今天 特别把大道里面 特别把大道里面 这个根本的孝道提出来 希望呢 大家呢 在这个后天 修这个真道 把这个真道呢 回复起来 我们想要为天 我们想要这个成圣成贤 都是从这个孝道 开始作息 所以天地众孝孝当先 一切所有的人类的行为 人类的这个言语 都必须从孝到杂根 这个是每一个人 不能不知道的一个真理 所以今天讲孝父母 才知道说 在这个道之宗子里面 真正的一个根本核心 就是这个孝字 那孝字真正的落实了 我们社会国家 才有解救了一天 世界和平 才有可能来到 这个是我们讲孝父母 所必须了解的 到真实的那一份道体 那一份良知本性 那这个肉体是父母给的 那么我们得到真实的 那个教法 师长给的 我们身为说慧命 父母是生命 所以生命跟慧命 同时重要 小时候我们是最依恋父母的 没有不离开父母的 你看看小朋友 越是不理他 越是 不要去管他了 他越是要依恋了你 越是要来找你 有一次我们那个小朋友 妈妈 很讨厌他 气昏了 因为他太皮了 把他赶出房间 最后大哭 妈妈把劲洗澡了 他一定要跟妈妈在一起 很怕妈妈不想要他了 这个是一种天性 那是一种没有是非对待的流露 那这样的流露呢 毫无做错 毫无虚假 这就是天性 这种天性呢 就是良知本性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的良知本性 是纯然至善 没有分别 那么我们今天 人类的孝顺 伦理 已经渐渐的荒废了 那么这个 也表示了一种现象 那就是现代人 在做人方面 想要有成就 就很难 很难得 尤其是 我们说的修道人 你不管是 你从什么方面入手 如果你不 杂根与孝道 那么都是在 职业上下功夫 你说参禅 打坐 朝三 你受戒念经 持咒 或者是 化福 或者是气功 或者是放生 或者是 软堂 直接先佛来点化 等等的这些 做法 这些修法 想要修个天人 是道 想要探究 生命的本源 但是呢 如果没有 能够弱使于 孝道 那么他的功夫呢 一定很难 登堂入室 他的这个 功法 也没有办法 广大求援 所以不能够用孝道 来作为根本 的修行 那就是脱离 人的本位 那么你脱离 人的本位 你想要用 人生来修行 想要了解 宇宙之源 了解 生命的堂奥 这是难如冬天 所以我们都知道 修行要从根本修 今天世界动论 天灾地变频繁了 我们要说从根本 就起 那么根本怎么就起呢 在五大宗教 所有的宗教 辱士道 耶会等等 或者是新兴的宗教 那么他的传承 如果没有传承到 做人的这个根本 孝道 那么他的这个宗教 一定没有办法 永续经营 辱士道耶会里面 这些领导人 如果没有把这个孝道 纳入到自己的 修行体系里面 那么他这个代表 绝对没有办法 拓展之业 所以我们想想 现代修行的人 为什么不能够像过去的人 这么样有成就 那么这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忽略了孝道 大家都是把修行当做消遣 当做玩弄的这种时尚 看到大家都在 都在信仰宗教 大家都有在接近道场 自己的如果没有接近的话 没有去往一个宗教来皈依的话 好像会赶不上潮流 那么这个 这种现象 他充其量能够修一点福报 他没有办法在自己的自信上 看到真实意 那么没有办法在自信上 见到清静平等 那么他如何能够成就 回天的大道 所以六祖慧能他讲 见性是公 平等是德 见性是见什么性 见到我们自然的本性 我们上次说回归自然 自然是什么 自然就是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那么刚常伦理 之中的根本 就是孝道 所以从孝道里面 入手 然后呢 再从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慢慢的扩充 那么这样的人呢 就可以一步一步 登堂入室 了解到整个修行的堂奥 看到宗庙之美 百官之父 如果不是从孝道入手 那么我们很难想象 他的这个 这个归结点会是在哪里 你说得了很大福报的人 那么他最后到哪里呢 他就升到很有福报的天 去消汤的业 因为善也是一种业 那消汤的业 这个福报的善消完了 又回到人世间 那么回到人世间 如果还不知道 这个修道的功夫 修道的根本 继续在表面上用功夫 那么他还继续 在六道里面融合 所以这也是民师教我们一指 他告诉我们根本大道的原因 我们民师这一指 让我们了解到自信 了解到本性 那么我们的自信本性 我们真正 那个助手的做法是什么 民师告诉我们 要认对课题 认对课题 就是教我们做 三缸五常五轮八德 叫我们在人道上 先把孝道做好 只有从人道上 把这种做人的功夫做好 才可以谈到 超生了死的 这种出世间法 清净无为的这种 逍遥自在的方法 也都是从这里扎根 所以在神仙传里面 有一个闲人 叫做蓝宫 蓝花的蓝 这个蓝宫呢 他呢因为很有效性 所以感动了天界 感动了神仙 有一位 有一位这个斗中真人 来到他家 他自称为孝帝之王 所以叫孝帝王 那么这个斗就是 肥斗七星的斗 这个斗中真人 他是一个孝帝王 他来度化蓝宫 那么孝帝王跟他讲 他说呢 住在日上的 住在太阳上的 上面的叫做先王 住在月亮上面的 叫做明王 那么住在斗中的 那么就是孝帝王 斗中跟就是我们所说的 北斗南斗这种 这个斗就是所谓的星辰 那么日月都可以放大光明 孝行感动天地 万物可以滋生 所以人透过孝道 把这个日月的光芒 在人世间发扬光大 天下可以大致 王道可以施行 那么整个天地人 他的这个气 就可以平均分布在天地之中 那所以可见呢 这个天地在我们人世间 他还有一个不准的地方 这种不准的地方 必须透过人 来给他调理 来给他运作 他可以将 才可以将这个天地的 这样的一个气 整个落实在人世间 那这个人是 我们说圣贤 我们说君子 那特别他这里讲到 神仙 那所以一切的圣贤人 还是神仙 都是呢 从孝道入手 所以这个斗宗真人就教这个蓝宫 修道的秘诀 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秘诀就是教他好好的孝道 遵行孝道 因为斗宗真人就是行孝帝来成就的 所以叫孝帝王 所以斗宗真人也教这个蓝宫 孝帝之道 那么蓝宫呢 他本身就是很孝顺的了 所以很快呢 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天机啊 可以预知这个过去世 也可以了解未来的吉凶 那有一次蓝宫呢 就跟他的亲朋啊 一起到野外去 看见了三座古坟啊 蓝宫说啊 这个是三位神仙啊 他们羽化成仙之后的坟墓 那么就要他的朋友啊 去告诉官府啊 将这个坟墓旁边啊 这些呢 杂草 一些垃圾把它清干净 免得烦人去见到这个坟墓啊 那么这个官府的人啊 来到这里啊 那么就问这个蓝宫 你是怎么知道 这里面呢 是三位仙人呢 那他说 这第一座坟墓里面啊 他埋着是一个真人的尸骨 这位真人现在呢 已经长生不了 那么第二座坟墓里面呢 有两件仙衣 一部道经 还有一个人 那他的样子呢 只是像在沉睡一样 如果把这个人挖出来啊 过一段时间之后 就可以跟他讲话 还可以呢 这个继续 他的这个真气啊 那么第三座坟墓呢 有这个金丹寓意啊 如果坟喝下去啊 就可以升天啊 可以从天仙啊 所以官府的人 就当着这个蓝宫的面前啊 把这个山的墓啊 把它打开 三座坟的里面的情形啊 跟蓝宫所说的一模一样 蓝宫呢 就来到这个坟前啊 打开那个仙衣啊 穿在身上 又取了那个金丹寓意啊 喝下去 那坟墓 坟墓里面那个人呢 这个就起来 起来之后就跟他一起呢 这个升天 升入云天啊 那么这个 其他人看了啊 哇就非常的 后悔了 后悔自己没有赶快喝啊 于是呢 就跪在地上啊 向蓝宫啊 赔罪 可是蓝宫已经飞上天上去了 蓝宫呢 在天上呢 就对这些人说啊 我每十天会回来一次 可是几年之后呢 每一百天才会回来一次 来弘扬 这个修道的一个精神 来救济呢 世间困苦的人 所以当那个时候呢 在这个 无都这个地方 有十五岁的男孩子 很聪明的这个儿童啊 出现在 这个无都啊 那 自称是蓝宫的化身 所以蓝宫呢 就在无都这个地方啊 在教化众生啊 可是蓝宫教 教的是什么呢 教的就是孝道 教无都那边的人呢 都是一定要行人伦大道 尤其是这个孝道灯 的意义啊 所以教这个孝道的秘法 那所以这个当时有很多人 得到这种孝道的秘法 那自然呢 那自然呢就回天的去了 那最后呢 这个蓝宫啊 把一些金丹啊 福禄啊 还有一些 一些这种神圈啊 都放在 一个坟墓之中 后来就被许静这个人啊 所得去了 所以许静后来 成仙呢 那这个故事 就是讲到这里 这故事是很简单 那它透露了一个重点 就是神仙 这样的人物 它想要修道成仙 它的秘法是什么 就是孝道的秘法 就是呢 好好的在人轮上呢 把这种孝道的功夫 把它落实 把它圆满 所以可见呢 这个一切的金教 如果把孝道抽离啊 这一切金教 通通是荒唐废止 一张啊 都是没有意义的动作 可见孝道是一个非常根本中的根本 一个家庭里面啊 如果有成员 能够将孝道呢 实实在在的奉行 那么这个家呢 一定是安定祥和 而且呢 家风可以遗传 这种家风呢 可以世代传承下去 来造福附近的这个这些社区 乃至造 这个社会 我们仔细的想想 现代的世界 为什么灾难频繁 为什么动荡不安 为什么犯罪力升高 人心呢这样脑热不平啊 一个台风来了 家人 死伤惨重 结果呢 台湾的人 第一个骂的就是政府 不管政府 做的再怎么样 反正就是骂的就对了 所以我们电视媒体 所充斥的整个画面 都是愤怒 都是谩骂 都是要求啊 整个社会啊 充满这个脑热不平的现象 那为什么这个 社会问题啊 人心的这种问乱啊 会是这样子呢 这种现象啊 如果用修道的道理来解释啊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了解 也就是说 这个家的成员啊 他本身就不安定 他的内心本身就是浮动不安啊 所以呢 当他遇到外来的这些打击 挫败的时候 他唯一发出的对象 就是政府 就是这些官员 他不可以去骂天 也不可以去骂民众 所以当然是要骂政府 所以他这个骂的动作 造成更加的浮动 更加的不安 那么你想想 我们的社会是家庭组成的 那国家是由社会组成的 最基本的单位是家 那么这个家庭里面 这个夫妻是两位主角 夫妻的原型举止 是否合乎孝道 他所交出来的子女 是不是能够合乎孝道 这个都是呢 问题之所在啊 那我们现在呢 台湾的社会 担心家庭又特别多 那么担心家庭 所抚养出来的子女 对于孝道的例行啊 对于孝道的认知啊 就更加的肤浅 所以家庭问题啊 不断的衍生 那么青少年犯罪率 自然就提升 夫妻的这个离婚率也提升 所以造成社会不安 国家不合 所以风不调雨不顺 国不泰民不安 就是这样 所以一个家庭里面 如果能够懂得孝这个字 能够好好的来立行 你不要说做到圆满 你起码做到这个三四十分的孝道 那这个家呢 就已经不得了了 做到圆满呢 已经是圣人了 我们不敢要求圣行的标准 但是呢 如果一般人达到三四十分 修道人达到君子的标准 大概六十分以上 那么这个社会呢 就已经是平顺的 平智的这种天下 那就是因为现代的社会 没有办法这样子 你看大家在个人的 享受上 个人的名文立养上 凸显出自己的个性 自己的品位 什么都要有自己的意见 自己的想法 那么夫妻之间 那一份同理心 同情心 就会日渐淡薄 人跟人之间的 那一份同理心也淡薄 所以标榜自己 就是现在社会潮流 一个很大的错误 那尤其是家庭 夫妻是一体的 那这个一体呢 结果呢 转化成这种自我意识 非常强烈 大家都要 都要想要 有自主权 而且呢 想要控制对方 管理对方 想要一手掌握对方 那所以 这个两性之间 它那种沟通 就产生了不良的状况 那情感的交流 在值跟量上 也相对的缺乏 所以就造成 冷漠梳理 造成了 这个 无情无义 所以 无情无义的家庭 造成无情无义的社会 所以造成现在 这个外遇 情变 分居 离婚的事情 犯罪率的事情 问题儿童的事情 节节甚高 让整个社会 混乱不安 令人 堪忧 那么人心 浮动不安 就整个营造成 天地的一个磁场 那它就浮动不安 那浮动不安呢 会造成 种种天在地边 那天在地边 不是老天要惩罚我们 是我们的气场 所造成的 我们的环境 是我们自己的心 心线所造成的 这个不是上帝给我们的 这归结来 到那个根源点 那就是孝道出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 也知道 现在的父母 跟古时候的父母 他那份修为上 那就差很多了 这个论语里面认为 虽曰未学 无必为之学矣 那意思就是说 懂得做人道理的人 虽然没有很好的学问 那么 我必然也会说 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所以儒家把学问的标准 他是定在 他的这个做人做事 是非常标准的 不是在 技问之学上 有什么成就 不是这样子 虽然你在这个 出版的学习上 没有那些 世代夫 这么样的高明 可是呢 你做人老实 你做人呢 遵守 这个伦理的规范 那么 孔老父子也会认为 这样的人 是很有学问的 所以我们从来 不会认为说 六祖慧能 没有学问 可是六祖慧能 却是一个字也不认识 就是这个道理 那因为现在的父母 不像古时候的父母那样子 所以现代父母 教出来的儿女 那所谓的孝顺之道 他也不在提倡 他也不敢要求 儿女呢 会对他做多么尽孝 那么包括现代的老师 他自己 在做人处事上 也没有什么标准 所以学生教出来的品质啊 也就非常的不起 那么现在人 唯一的标准 就是呢 成大功 立大印 做大官 大家都希望儿女呢 是这样的一个 成才的人 标准是定在大富大贵 不是在成上成学 所以父母亲 对于教育的这种培养 对于教育的认知啊 是非常缺乏 甚至老师 学校的老师 在这个教育上的认知呢 也都偏重于知识 跟科技的传授 对于这种道德伦理的传授啊 也是相当的缺乏 所以什么是孝顺之高 什么叫做人的道理 什么叫成胜成贤 父母亲不懂 老师也不懂 公司老板也不教 反正呢 都是呢 隐忙隐忙啊 结果呢 整个社会倾向社 倾向一个公立 倾向一个 这个自私自利 贪巧奸杂的事情 所以这样的社会 这样的国家 一步一步的做这样的 毁灭之道 所以世界目的是怎么来的 今天地球暖化怎么来的 今天的台风 水灾 造成这么多的伤亡 都是怎么来的 我们想一想我们人类的社会 人心的变化 我们不难得知其中的道理 不会有的人认为说 这个 在河川地上 居住的这些人 或者是说 在灾难地区 居住的这些人 他可能会 很容易发生水灾 很容易发生土石流 很容易有这个天然的灾害 但是呢 他们死也不愿意搬走 政府花再多的钱 再怎么样宣传 都没有用 那为什么没有用呢 因为呢 他们只要住在那里 就可以等到 政府来补助他们 社会来关心他们 他们变成一种 寄养的观念 没关系啊 台风来 台风来我们才有补助啊 台风来 我们才会受到人家重视啊 结果呢 台风一来 整个村庄毁灭 你生命也没有了 那唯一 能够生存的人 结果呢 大哭大叫 大骂政府 就引起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那么有的专家 现在就建议 那些住在危险地区 不愿意搬出来的人 就是来个台风给他 他希望台风嘛 就给他台风 给他台风 结果呢 造成更多社会成本的损失 社会成本的浪费 国家人民纳税的钱 投资在那里 结果呢 他们却是 有寄养的心态 那这些问题 现在台湾各地还有很多 要怎么解决 台风能够解决问题吗 你以暴抗暴 只有造成更大的问题 更多的纷争啊 那怎么可能会解决问题 你把人整个毁灭了 他整个从来 这个就是解决问题 没有错 到最后 可能会走像这样子 如果先佛的预言 从中我们了解 白阳起之后就是黑阳起 那黑阳起不就是整个毁灭吗 所以世界末日是一定会来 但是呢 我们现在修道人 起起不能够让 这个世界末日来 不然你修道就没有意义了 你修道人没有办法转这个天地之术 没有办法救度这个世间人啊 那么你修道在修什么道 那所以我们要极力呼吁 呼吁到说每一个人 从孝道入手 从三纲五床五轮八德入手 所以说这些住在灾区的人 他不愿意搬走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教育他们 透过这个真修实练的人 来教化他们 让他们把观念扭转 把这种是非对错 把它纠正出来 纠正过来 把这种刚常伦理呢 把它导正过来 让他们清楚了解 一个做的人本分 让你教化他们了 他们也懂得 这个人文刚常的重要性了 他知道生命的重要性了 他知道整个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 很多人在为他们付出这个成本 付出心血 他也会感到羞耻 那么他知道人跟天地之间的一个互动性 你要像大地 要土地 结果你不要水 把水赶走 水就无情的 被你被迫反扑了 你看现在 整治河川不是就是这样吗 把水呢 尽量的把它缩短 或者是呢 把这个水 搓到另外一个县市去 或者是说 这个河道本来是弯曲的 结果呢 把它拉直 雨水增地啊 这个 结果呢 就是呢 水把这些地要回来 甚至呢 把这些人呢 通通命也收缩起来 你看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 台湾的现象 我们 非常感叹 那么身为一个台湾人 我们要把这种局势给扭转过来 这种痛下狠功夫啊 什么叫痛下狠功夫 就是要求自己把道修好 把人轮禁好 把这个孝道呢 真正的落实好 那有的人会说 那我没有父母了 我怎么进孝道 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佛陀教我们 一介男子是我父 一介女人是我母 众生都是我的父母 你把父 这个众生啊 看成父母 来对待 你看我们在道场 我们对以前辈 对前人 我们说的 同时是师道 也是孝道 我们做的 是师道 又是孝道 所以把孝道做好 是在每一个层面 都可以完成孝道 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性的 才是 才是孝道 修道的人的观念 不是这样子 那树穷三纪 横遍十方 他的说法是 你这一条金线 你这一条麦汁上 你还有拓出很多枝叶 你看父母 是不是还有父母 那父母也有 自己的父母啊 那么我们累劫累世 有多少父母 无量无边啊 那父母又有父母 父母又有多少父母 也是无量无边啊 所以这样家种起来 我们的父母啊 无量无边啊 没有办法算计 所以孝道是横遍十方的啊 那个横遍十方 扩及到整个众生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一切众生都要度旧 度旧是因为 他是我们的父母 他曾经跟我们是同一体的 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体 可是呢 我们根本就是一体的 其实我们这个来源都是一体的 这个一体的观念 因为那个修行的理很深 这个理呢要去悟 悟到后来 你才会知道说 原来这个五个手指的根源 都是在这里 两只手的根源 都在这个身体 你看到这个根源去 你就不会分别了 所以我们要用这种孝顺父母的心 来孝顺众生 当然我们没有说孝顺众生这个字眼 我们用这个服事众生 敬奉是这个众生 孝的这个 孝的这种观念 扩及到整个众生弯路的时候 就是这样 其实还是那个孝顺的心 那所以在家庭之中 朱熙曾经讲 夫妇和家道成 家庭的主要的两个主角 这两个主角是互为一体的 夫妻 所以夫妻相处 他的和睦和谐的状态 就是成为一个家庭 是否可以这个和乐 久远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夫妻的生活 如果要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 这应该讲求呢 这个情感而有意理 那么这个有情有意 这样的一个夫妻生活 还是从孝项入手 这个夫尽孝 妻尽孝 这个夫妻都尽孝 那么夫妇根本 他就会稳固 家庭就会稳固 那家庭稳固了 你这个子女就会稳固 所以孝是一个上层主的 下起而生的一贯的做法 所以孝道的一个建立啊 是在一个孝治全家 这个观念上 所以我们在古代的里面 有太多这样的例子 我给我们做榜样 你跟孝 这个中臣 出于孝子之门 那么我们古代的那个中臣就很多了 我说你要找中臣 要从哪里找 从这个孝顺找 这个北上的时候司马光 那是一个良臣 是一个中臣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跟史学家 他为官亲政 做事正直 他对待人民 就好像是自己的子孙一样 所以古时候称为父母官 百姓是他的人民 是他的子民 司马光在此之后 一定把这个地方的弥蜂 把它改正过来 做生意的 有生意的道理 当官的有当官的道理 不会贪污 也知道廉耻 所以当地的人 把司马温公这种行为 拿来告诫自己 告诫家庭 所以当时 这个洛阳城 对于司马光这样的父母官 哇都非常赶贝 大家耳手成血 我们来了一个很好的父母官 那有一次呢 皇帝夏立 要把他召回朝廷 那百姓知道之后呢 大家呢 都来要求司马光 能够留下来 但是呢 司马光 爱于皇命难违 没有办法再留下来 那当时的人 就说了 那你可不可以让我们画一张像 把你的画像留下来 让我们也可以呢 这样仰慕你 那所以大家都来画这个司马光的像 一直到司马光呢 要回朝廷 两旁的这个百姓啊 拿着这个相案桌的来跟他摩拜 好像是父母亲要走的一样 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感动 这个就是司马光的德行 那他这个人呢 一生呢 最了不起的地方呢 就是他的这个光明磊落 的人格跟操守 那么 他的人格跟操守啊 也在于他的小时候的孝道的养生 他小时候呢 就非常节俭 不喜欢吃荷华 但是有一次啊 他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在这个吃核桃 核桃 要剥壳 那么一般人是不会剥壳的 不知道怎么剥啊 那么小孩子更不知道了 所以有一个奴仆啊 就叫他说啊 你可以把这个核桃 用热水烫过 那烫过之后呢 再来剥 很容易就剥掉了 然后他就照着他的方法去做 结果呢 哇 真的很容易就剥掉了这个核桃 的壳啊 然后他就很欢喜 那他姐姐就问他说 哎呀你怎么知道用热水来多核桃的方法啊 他就说我自己发明的啊 结果这个事情啊 被他父亲知道了 那么他父亲呢 就很严厉的刺着他 哦就跟他讲 你这个方法根本就是 嗯 怎么能教你的 你怎么可以说是你自己发明的呢 小孩子这么 这么小就说了 以后那还得了 哇他竟然呢 对他父亲这一骂 突然就觉悟了 好像整个人醒过来一样 那所以从那之后啊 他告证自己啊 做什么事情啊 没有一件事情不可以跟别人讲的 也就是说什么事情呢 都可以跟人家讲 哦 不能够跟人家讲的事情 他绝对不做 所以事无不可对人言啊 那我们知道司马公从小很聪明啊 不过刚就有的故事 这个我们都知道 那么他长大之后呢 在这个洛阳当官啊 百姓充兴 皇帝召他回去 那么把他拔着做宰相 哦 只要司马公受宰相了 连这个 适宜的国家啊 都不敢来进攻啊 为什么不敢来进攻呢 因为呢 司马公这个人是很有德性的人 很有德性的人 你攻打他绝对不会成功 连满以德的人都说阿凯的话 哦 他本身呢 非常的简薄 来要求自己 那他 这有你的成就 就是编了一本 资质通鉴 这个 这一份 这一份著作 那么是一个历史大部头的书啊 那他在洛阳的时候啊 编这个资质通鉴啊 他的居所非常的简陋 哦 中堂上呢有三层 这个 没有中堂 就是说他把这个书啊都放在这个地下室啊 编书的时候呢 都到这个地下室啊 去参考资料 那当时呢有一个大臣啊 叫王广城 也是住在洛阳 那这个王广城他的家呢 就非常的空广 非常的奢华 哦 有这个三层楼高 那王广城在读书的时候 一定跑到最高那一层 那司马帮在编书的时候 一定跑到地下室 所以当时有个 有个流传啊 就是王家专天司马入地啊 王家的人 就到天上去读书 那司马家的人 就到地下去读书 那我们知道后来 王广城 当然也是一个良臣 那司马光的成就更在他之上 哦 有奶腹的遗风啊 哦 他跟了这个四肢通鉴啊 资质通鉴啊 更是为后人所敬仰 他父母亲过世的时候 他非常的哀痛 非常的这个难过 哦 回己如礼啊 也就是说照着这个商礼啊 来行这个 行这个人子的孝道 结果呢 让自己的身体啊 败坏到好像呢 没有 没有一点血色啊 脸色非常的苍白 哦 所以 以孝治果 他说呢 孝道 就是一个治国之道 哦 忠诚一定 出于孝子之门 所以司马光在这个宋仁宗的时候啊 哦 也是 为宰相啊 劝谴皇上应该呢 怎么样做 要去除国家的弊端呢 那这个仁宗呢 当然是一个 很有仁慈的一个皇帝啊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贤臣来辅助他啊 那当然就是 国治民安啊 一直到宋神宗的时代 哦 宋神宗呢 因为呢 以这个 王安史作为宰相 可能那时候司马光也很老了 哦 王安史作宰相 这个 王安史啊 他发动了一次改革 那这个改革呢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哦 各种法 所谓清淼法 哦 什么什么法的一大堆 那这个王安史的改革 后来是没有成功的 虽然他的利益很好啊 可是呢 引起社会上人心的惶恐 以及不安啊 哦 整个社会人心的一个生活全部改善 全部要改动 而且呢 非常严苛 以至于说造成天怒人怨 哦 天不降雨 所以我们说天不降雨就是呢 那个 人心不整 那王安史可能是有有这种现象 以至于说 王安史的学生啊 来劝劝王安史就废弃这个改革 可是王安史不听了 哦 一直到说啊 去 死见了 哦 扣求皇帝的希望改革 不要把这个王安史的改革呢 把它进行 把它废除掉 这样的 才天降大雨 哦 神终于为他感动 后来王安史了 当然就没有 改革成功 所以我们看到司马光 他立下了这样一个盛行的典范 给我们后代人 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 哦 包括在现在我们到场 司马光 都跟老前人非常有缘 哦 得到老前人的引进 现在呢 也成为大仙 哦 司马大仙 那 司马光常常称老前人为恩公啊 那我们到场有这样的一个贤人 在做我们的典范 我们更应该知道 错人 这个三肝五肠五轮八德的 一个标准 跟他的重要性啊 所以孝制 是全人类 保命的这种秘法 我们都应该呢 来服用这个孝制 来使我们的家庭呢 长治久安 国家呢 来 这个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那我们今天就躺在这里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孝顺 这两个字 是连在一起的 孝一定是 接着顺 那也就是说 孝子 他所表现出来的言行 就是顺 公顺 谦顺 理顺 那么一切都顺 自然呢 他的生活 就是顺 那他的 的这个智慧德能 以及福报 通通都会有效 所以孝就是孝 顺就是顺 你看这个孝跟顺 这两个字 它可以衍生 很多的这个 生活上的 这样的意识 那其实 孝字这个字落实了 是真的 可以达到一切 你想要的一切 通通会得到 也就是说 我们人世间的福报 那么人世间的福报 在我们的 自信来讲 其实呢 那个都只是 纸上的灰尘 那只是灰尘而已 都只是因为我们这个肉身 所必须要的 一种 生活上的 必需品 那么 必需品 是只要够用就好 必需品 如果说 太过 贪得 那么就违反了 我们的信德 那信德就是孝道 那孝道呢 就会有所亏损 那信德 当然就不圆满 所以 孝 要从 顺 的言行表现出来 那对父母亲 对于我们的 祖父母 甚至我们 亲祖里面的长辈 乃至到一切的 众生万物 都是用孝顺的道理 那么就不妙了 那最妙呢 就是从 孝里面 看到孝这个信德 所以对父母亲 孝 那就是孝的一个 基本的涵养 那有人会讲 如果说 他父母亲 他没有在修道 他甚至呢 也是 为非作歹 这样的父母 我们需要去孝顺他吗 这个是 的确是 要反思的 一种智慧 那一个孝子 既然知道 孝是自信的发漏 那么自信 全然自善 所以孝的发端呢 是没有 没有所谓做尖犯戈 没有所谓贪产尖巧的事情 所以呢 顺 对于 父母啊 是顺他的性德 性德 是自然的 性理 所以 性德呢 是 发乎端子乎理 性德呢 是自 具足 性德是圆满 性德是自善的 所以 孝子的顺 是 顺在性德 所以 要 要知道 我们不是 随顺父母的习气毛病 哦 父母亲 也不是圣人 也不是贤人 也许呢 他也不是一个君子 他可能呢 会有贪嗔痴爱的事情 当这些事情 发生了 在孝子的眼里 那么孝子呢 他必须 了解 这可见呢 孝子的一个 的智慧啊 他是要随着性德来彰显的 那不是一味的余孝 所以当父母亲 他的念头是不对的 那么 做人子女的 要委婉劝贱 哦 这个论语里面讲 基贱 这个基贱的道理啊 就是用各种方法 来劝贱父母 千万不可以 这么做 但是父母亲 他毕竟是我们的长辈 如果说 他坚持要这么做 那么做子女的 也没有办法 做子女的呢 只能够 尽顺不明啊 那么 父母亲叫我们去做坏事 我们只好 劝劝不得啊 自己在旁边偷偷哭 答应父母亲 会去做 结果离开父母亲之后呢 一点也没有去做 那这个就是 笑 你看这个笑的功用是 很微妙的 他不是一味的 听父母的话 接受父母的指导 那所以说 笑道的人 他的智慧会自然流落 会自然流成 那么这个最好的例子 在我们中国 二十四校里面 大顺 大顺的校啊 那是真的是 性德的流落 而且呢 是一种 很智慧 很恭敬 很真诚的校 所以二十四校之首 孙王 给我们做了一个 非常好的典范 那么孙呢 生长在他的这个环境啊 面对的可以说是 穷凶恶极的 家亲眷属 你看他的父亲 听着这个后母的话 父亲想要害儿子 那母亲呢 因为生了一个 小孩子 为了这个小孩子 也想要呢 磕毒这个孙啊 而且呢 想把孙所拥有的一切 通通抢过来 给儿子 自己的儿子享用 那这个 他这个儿子 也就是说孙的弟弟 也是呢 就是因为他的怂恿 他想要拥有哥哥的财富 拥有哥哥的地位 也想拥有 两位太太 那所以怂恿他的母亲 母亲怂恿他的父亲 三个人 合谋起来 要把孙害死 那么孙呢 处在这样的家庭里面 他到底要怎么样孝顺 当父母亲都要杀 儿子了 那么你还有办法孝顺他吗 所以说真的孝难 非常的难 男是男在 父母亲也 也不明理 那一个做孝 做人儿子 你明理 你要懂得 怎么样尽 侍奉父母 劝劝父母 然后呢 引导父母 那么大孙呢 他在这个家庭里面 他唯一苛责的 就是自己 没有做好 父亲 为什么会对我这样呢 母亲 跟弟弟 怎么会对我这样呢 这个都是因为自己还没有做好 自己做的还不够好 所以呢 让他们有所抱怨 自己应该做的更好 所以他 想方设法 把自己的言行 更谦卑 更柔顺 希望在这三位 家属的面前 能够得到他们的欢喜 一切都是自己的不好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孝子 所以大孙的孝啊 是不是一般人 可以做得出来的 那么他父母亲 设计 害死他 有一次在 这个屋顶 故意说屋顶 有漏水 那要孙呢 跑到屋顶上 去休息 那结果呢 孙知道这个 事情 孙知道 父母亲要害他 那孙呢 觉得非常的愧疚 自己呢 还没有办法 让父母亲得到欢喜 以至于父母亲呢 想要害死他 那于是呢 他听从父亲的话 跑上去屋顶 要来修礼 但是他知道 父母亲要害他 那所以呢 他想到一个防治的方法 那就是 带着斗笠 带了好几顶的斗笠 啊 因为父母亲 要放火烧 烧房子 顺便把他烧死 那当他 当他跑到屋顶 在修礼的时候 结果呢 真的放火了 要活活的把这个大孙呢 把他烧死 结果 孙呢 他已经预备了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斗笠啊 把他变成降落伞 所以呢 这样 用着斗笠这样飘下来 那父母亲看到他 竟然可以宛如天神一样 这样飘飘然 降下来 我父母亲都看得非常惊讶 他就故意问他说 你有没有什么事啊 啊怎么会发生火灾啊 那孙就说 没事没事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还好 那父母亲看了 这位弟弟看了 很惊讶很感叹 那这次没害成 当然 要想下一次啊 又有一次 他们又想到一个方法 在天空害不成 那不然就到地下去 叫他跑 跑进这个井里面去修井 趁他在井里面啊 就用石头 扎死了 把他掩盖起来 这个绝对跑不掉 万无一失的方法 三个人都说 三个人都说 这个方法很好 你看在孙那个时代 就有这样险恶的人心啊 但是呢 他们遇到那个孙这个孝子 真的是 上天呢 都不忍心害他 所以 民间有句话说 人害人 天不肯 天害人 转瞬间 人想要害一个人 如果说这个人 是忠诚孝子 那么呢 老天都不 不忍心 没有办法看到你这种行为 所以老天都会帮助他 不叫他呢 被你给害死 可是如果当老天 要收住一个人 那么一下子这个人 就必须 就必须被收住起来 所以天灾地变一次伤亡这么多 这个就是天要害人 那么我们 讲到说 孙 他继续呢 若无其事的在家中 那么当时呢 因为 姚王 听到孙 很贤能 很孝顺 所以 把两位女儿 嫁给他 派了他的儿子 来辅佐他 要他治理 当地的 这个政事 是 那我派这个两个女儿 主要呢 是来 监控他 看他呢 是不是传说中 这么样孝顺 这么样孝顺 这么样贤能啊 那这两个女儿呢 来到孙这边啊 才知道说孙 真的是传说中的 孝子 非常有贤德的人 可是呢 他的弟弟 却看上了两位嫂嫂 的美色 想要葬为己有 孙所拥有的这些福报 也想要拥有 所以才为说想办法要 杀死大哥 把他的东西通通抢过来 包括这两位女人 都把他抢过来 这个是 真的是 非常可怕的 的人伦悲剧啊 但是呢 这个孙啊 他非常有智慧 也得到老天的庇佑 始终没有让这种悲剧发生 主要的原因在于 为什么 他的父母 他的弟弟要害他呢 他搞不清楚 为什么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呢 自己做的不够好 哦 我们说啊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啊 所以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 他找不出原因 父母要害他的道理 那就是自己做的不好 自己做的不好 那就是自己要做的更好 哦 把孝道尽圆满 所以 他在生活上更加的 公顺 而且对弟弟呢 特別照顾 那 那 有一次他没有想到 到井里面 让他去修井的方法 那么孙呢 又被他听到了 所以这个是呢 所谓天将孝子 临眼观啊 天要又 保佑这个孝子 所以让他听到了 那么 顺对峙的方法 就是呢 赶快下 自己先下井去 去找一个隧道 找一个出口 从其他地方跑出来 那么当真正的父母亲叫他下去那一天呢 他也就下去了 下去没多久 上面的这个沙石啊 就通通掩盖下来 那他当然呢 已经从 这个隧道呢 跑出来 那他的父母亲跟他的弟弟啊 想说大孙这一次必死无疑啊 哇非常高兴 尤其他的弟弟啊 我非常的欣慰 终于拥有 大哥的一切了 所以就去 顺的房间啊 躺在他的床上 把他的琴呢拿来弹 一边弹一边唱 非常的 一乐自得的样子 就在唱歌的时候呢 看到顺回来了 哇他这一看呢 真的是吓傻了 不晓得怎么样面对顺啊 然后呢 顺就问他 弟弟啊 你唱歌怎么唱得这么高兴啊 那弟弟呢 勉强回答说 因为 因为我很想你啊 那顺也说 是啊弟弟 我也很想你啊 两次都没有害成 那顺都知道 所以呢 顺呢 把自己 在家庭里面的职责 做得更好 幾乎所有的家事 他都一个人扛起来 甚至呢 他还 到外面去耕田 哦 所以才发生了 这个 小鸟 咸着这个种子 来帮他播种 大象帮他离田 这样的感应的故事 那么大顺到外面去耕田 就暂时住在外面了 那他住的地方啊 就特别奇怪 因为呢 他非常的 公顺 啊对于人呢 谦卑有礼 所以当人跟他相处啊 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好 很想跟他 住在一起 那所以 他住的地方啊 一年 就成了一个小聚落 三年了就成了一个村庄 十年了就成了一个都市 就是 只要他居过的地方 都是这样子 所以他相应是一个 这种核心的力量 把所有的这些外围 外围的人 事物啊 通通呢 聚拢过来 这个是 孝道 让他的德性呢 完全承诺无疑 那当他回家的时候呢 父母亲看他这个成就啊 也不忍心下手了 看他这样公顺呢 看他这样公顺呢 更加的呢 不忍心啊 一直到顺呢 真正做了皇帝 哦 要把位 善让给顺 做了皇帝之后 那么 两位父母 当然有更好的 这个住处 跟 侍奉 那么他的弟弟呢 也被他分封到 一个地方的 的诸侯 那么他不但呢 没有怨恨父母 哦 不断的没有怪责弟弟 还 一直呢 照顾他们 让他们呢 在生活上 无忧无虑 所以有人 问这个孟子 哦 后来孟子 在这个书里面 记载了这 有关顺很多的事情 那么有一次 有人问这个孟子 他就说啊 顺做了皇帝 那如果他的父亲 因为他的父亲不明理 哦 常常做一些 非人 人道的事情 如果说他的父亲犯罪的话 那么 顺这个皇帝 如何治理他父亲的罪啊 孟子就回答这个问题 孟子的回答也很有趣 他说呢 如果是顺的话 那么顺呢 会在 晚上的时候 哦 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哦 将这个犯罪的父亲啊 偷偷的把他背出来 背到这个海边 没有人找得到的地方 哦 两个父子就住在海边 从此过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那意思是 一顺呢 皇位也不要了 国家也不要了 哦 什么样世间的这个好处 他通通不要了 他就是要孝顺父母 这个是孟子 回答的巧妙 一个孟子的确是如此 世间的福报 他什么都不要 他就是要孝顺父母 哦 他就是要奉养父母 所以你看我们在中国很多孟子 哦 有了官爵入位 因为 当官爵入位跟父母的安养 产生冲突的时候 那么他寧可 不要这些俸禄 也不要这个官爵 所以中国 为什么 这个文化一直都传承下来 从来没有 被毁灭过 也没有间断过 这个是孝道 在中国 扎下了很深的根啊 你看尤其像孙这么早的年代 孙距离我们现在 大概有四千多年了 而且呢 到现在孙还只是传说中的人物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 一些遗迹啊 还没有办法被证实 所以只能成为我们历史上 这样记载的人物啊 那可见呢 这个这种事情很早很早就这样 那么中国人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 思想观念 那你会说孙 这个孙那么孝顺 这个孝顺到底是谁教他的呢 是姚教他的吗 也不对啊 姚是因为他孝顺 所以才来注意到这个人 然后呢才把皇位交给他 所以孙的孝道啊 是没有人教的 没有人教的 就是天生的 所以孝道 也不是孙发明的 也不是姚发明的 那更不是孔老夫子发明的 这个我们要知道 那孝是怎么样来的呢 孝没有怎么样来的 孝是我们信得本具 所谓法尔如是 孝不需要特别的去教导 人的自信本来就有孝的种子 自然会流入孝的行为 这个就是人性本善的道理 所以孝是信德 所以我们顺 顺是顺父母的信德 父母信德所所发的 我们就必须孝 那必须遵从父母亲的旨意 所以父母亲有习气毛病 一个子女呢 只能够反攻自行 自己还没有办法 做得更好 来这个婉传父母亲的心意 所以她要更加的努力 要更加的精进修持 所以想到孙的故事 我们想一想 在生活之中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 事业上的不顺利 前途上的不顺利 甚至呢 这个人事上的不顺利 那这个不顺利呢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扭转 也没有办法去排除她 甚至呢 没有办法去躲避她 这个就是百孝经所讲的 诸事不顺 那她说诸事不顺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不孝 你不顺就是不孝嘛 孝跟孝是在一起的 那么你没有孝了 怎么可能会有孝呢 你对长辈不可能有孝 对这个 长官 对老板 对上司 你就不可能有孝 甚至员工跟员工之间 你也不可能会有孝 所以这一切呢 都是孝的根本所引发出来 孝的这个性德 所发露出来的 所以诸事不顺 你要反省 自己的性德 尤其在人论里面 你对你孝道 有没有尽到自己的那一份 有没有尽到自己的那一份 有没有尽到自己的那一份性德 我们说性德 不是说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义务 孝道不是责任 不是义务 所以父母亲养子女 从来没有谈到责任跟义务 那么子女养父母亲呢 也就不应该谈到责任跟义务 那我们今天呢 在跟这个兄弟之间 跟真责任跟真义务的 那这是因为 我们的性德被蒙蔽了 我们不孝 所以孝道 真的很难 孝道要让他圆满 你必须让性德圆满 你看你如果说兄弟吵架了 父母亲就不高兴了 父母亲就担心了 你不孝 你怎么可以让父母亲担心呢 你在学校上 这个功课没有学好 跟同学打架 让父母亲担忧 你不孝啊 你怎么可以让父母亲 为你的事情担忧呢 让父母亲难过致辞呢 你除了社会 在公司里面 在团体里面 跟人家来抗争不下 到了什么地方呢 都是是是非非不断 让父母亲非常担忧 你也非常不孝 你在道场 没有好好地修道 没有好好地这个正果 大家都回天了 结果你没有回天 你也不孝 你没有办法让父母亲圆满 你没有办法抄法父母 所以你是不孝 所以想想 孝道要经到圆满 是在每一个生活细节 每一个生命的撒那 都是在吸引孝道 所以 在世间 只有圣人 才能说 他孝道做到圆满 因为他已经达到最高的标准 已经回到本来面目了 那么 贤人 他还有一丝一好的起心动念 他没有办法回到本来面目 那么 贤人的孝道的标准 还不够 还不能够达到圆满 那么在初世间 只有佛才能讲 他孝道圆满 等觉菩萨 还有一丝的这个无名 还没有破 这也是孝道不圆满 所以孝道的圆满 就是自信的圆满 就是我们本来面目 的一个言行 所以我们知道 孝道 是我们当下 当前必须努力 必须呢 这个精进的功夫 好了 那你我们今天 在生活上 在事业上 在种种 人情上 都遇到了障碍 想不开 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 病啊 有所谓忧郁症 有所谓肇育症 有所谓肇育症 精神病啊 特别多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病呢 这种病呢 以前是没有听错过的 精神病 精神病是很明显 一下子就看出来它是精神病 但是呢 现在的这个忧郁症 是现代人的精神病 那它看不出来了 它跟一般人一样了 但是它内在那个危险的因子 却时时 是隐伏在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里面 每一个人世之中啊 它如果爆发开来 哇那很多人 要受到伤害 很多环境呢 要受到伤害 那忧郁症怎么来 忧郁症就是诸事不顺 诸事不顺 影响的内在的变化 自信没有办法自如的流落 我们的习气毛病呢 把这个自信给掩盖住了 那么真主人没有办法当家 六贼六欲 变成我们的主角 所以这个四神的作用啊 就是所谓的六贼 我们言而见闻 的那个 那个觉知啊 都是邪知邪见 没有觉知 所看的都是一些 邪行 所听的呢 都是一些邪文 真的是染而不尽 迷而不悟 邪而不正 这个就是我们 现代人 为什么 诸事不顺 然后呢 这个 病状啊 一大堆 那一大堆的病呢 也没有办法治好 只能够说呢 用药物来控制 归舅的原因是 就是不孝 没有办法把这个孝的性德 把它流露出来 所以为什么 我们今天修道 这么样的强调 倫理道德 强调这个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那这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基本都已经被破坏了 人人的根本就已经守不住了 那这个根本都没有办法做好了 你想 你怎么可能会在事业上修行上有所成就呢 一定是诸事不顺的嘛 哦 校衍生出来就是弟 跟兄弟 跟这些 这个 亲族之间 跟邻里之间 社区之间 团体之间 然后大到整个 国家天下 这都是校的发端啊 所以校 你没有办法流露 那么你在其他的单位 其他的这个环境 必然啊也是呢 处处障碍 处处碰壁嘛 所以这句道理啊 真的是 要细细去思索 那我们很 很担心 现在的人 他不晓得这种道理 那结果呢 都自从表面入手 表面去用功夫啊 那以为自己呢 已经得到了根本 没想到的事情 没想到呢 事情却越来越严重 有的人 有的人呢 他这个事业做得不好 也没有办法起色 那这个 旁边帮助他的人 越来越少 那政府呢 又不太 又不可能去帮助他 那么他 他想到的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自杀 所以 所以为什么现在 自杀的事件 会这么多 烧炭自杀 跳楼自杀 有的是跳河的 就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么大家都知道 自杀的果报很大 自杀不能解决问题 自杀造成了更多的 社会的动乱与不安 可是呢 他已经没有办法面对 社会这一切 已经呢 不顺 不顺到呢 连他自己呢 都没有办法承认自己 都否定自己的存在 所以他必须用自杀这条路 但是我们都知道自杀之后 所造成的这个果报 更严重 问题呢更恶化 社会成本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那么你为什么不想想 你不顺的原因是什么 你把那个根本找出来 那么根本是什么呢 根本就是 我们的人伦定位没有定好 人伦定位没有定好 所以呢 你就是 乐举了 你就是 犯理了 理是应该这么遵守 结果呢你超越理解 你违犯了理解 人伦叫你这样做 人伦就是这个道理 人 人 人事间的道 我常常讲 这个伦理就是 我们人啊 的游戏规则 人事间的游戏规则 那么整个大 大环境 也就是说整个人事间啊 只要是人 都必须遵着这个规则来走 那么你只要照着这个规则 轨迹来走啊 你就会运作顺畅 就不会打击 就不会问乱 就不会不顺了 结果呢 现在不是 现在呢 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 前途着想 为了自己的欲望着想 为了自己的公民利路着想 不惜啊 把别人排除 把别人践踏 甚至呢把别人抹杀掉 那你不晓得说 别人其实就是 内在的自己啊 那个生命共同体的现象啊 让人体会不出来 那么到他害别人的时候 即使就是害自己 哦 我们常常讲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国家 那么他的信德呢 都是同一个 整个宇宙合起来 你看我们是 是老母的分领 老母是那个本领 那老母是谁呢 老母就是我们啊 哦 老母是我们是老母的分领 那么我们这些分领合起来 是不是就是那个老母呢 是不是就是那个上帝呢 哦 是不是就是那个 那个大的生命共同体啊 那这个肉体 只是短正的假 这个肉体不是真实的 我们不可以把假的变成真的 但是现在假的变成真的 这个 已经自成了现代人 既定的认知啊 那谁有办法打破呢 哦 破明开悟的道理 只有明师来告诉我们 只有透过明师的教导 我们才知道 原来 这个人世间的道理 是这么样的深 这么样的微妙 那所以当你在前途不顺的时候 你想想 你在伦理道德上 是不是有什么欠缺 那么你在孝道上 是不是有所不足 反过头来 你开始在你的人伦 你的这个社会的定位 来扎根 来立行他 来做好他 哦 安住你的本分 把这个本费定 定住了 那么你的 围绕着你的这个周遭环境 就会顺 当你的孝大到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 国家的时候 那么这个社会国家 会因为你的孝 而得以 受到长治久安 风调雨顺的结果 这个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 在一个地方 有君子 在住室 有一个圣贤人住在我们这里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不会有天灾地变 就不会有各种不顺的事情 发生 他是很有道理的 你看孔老福子 他身在山东 曲富县 那么他的这个弟子 不是他的那个子孙啊 到现在 到现在都还沾到孔老福子的光 哦 这个公务人员考试 只要是孔老福子的弟子 你可以加分 甚至联考 你可以加分 那所以你会 得到更多的分数 因为政府保障你 政府为什么会保障你 因为你的祖先 孔子 孟子 是一个圣人 你看那个德性 还影响到现在 那么你会知道说 为什么自己 不能够成为这样呢 孟子里面讲 孙何人也 孙何人也 与何人也 有为者亦若是 孙只是一个 乡野的满夫啊 乡野之人啊 那么孙可以为一国之君 我为什么不能够像孙这样子 我还 一生呢 可能还是一个乡野满夫啊 可是孙呢 已经是成了一个 一国之君 而且是一个圣人 所以 我要学孙 我要学孔子 我要学孟子 我也想成为一个圣人 那么我们想生活顺遂 想要在 事业前途上有所成就 就是要立足 孝道 这个根基啊 所以福入多统孝制的 世间的福报 你所拥有的 虽然跟你的过去是很有关系 但是呢 你要持续的拥有它 你必须从孝制里面 去发掘 我们台湾的一份杂志 天下杂志 他在做统计啊 这个日本的 这些企业家 成功的企业家 那他们为什么那么成功呢 而且呢能够保有 保有这么长久的这样的优势呢 结果 调查一发现啊 才知道 这些成功的企业家 每一个人都是孝子 对于父母亲呢 都非常的公顺 想到这样 但我们现在台湾的企业家 虽然都没有被统计啊 但是呢 他可以做成功的 必然也是如此 比如说王永钦 我们知道王永钦 也是一个孝子 对父母 对他的母亲啊 非常的孝顺 那么我们想到 清朝的时代 清朝 前半段 那些国 那些皇帝啊 国士强盛啊 可以说是当时全世界最强的国家 那么我们中国 这个 处在一个非常 强盛的状态 我们说盛世啊 康熙 雍正 乾隆 就有一百多年 这一百多年的盛世啊 他们怎么维持下来的 说来啊 无非就是 中华文化里面的孝道 你看康熙 康熙是由他的祖母 提拔他做皇帝的 他对于祖母的孝 那我们在这个 清史稿里面 可以看得清楚 这个祖母年老了 时时刻刻想到的都是祖母 祖母过世了 哀痛与恨啊 只要是祖母的意见 他一定是不会违背的 那祖母当子立下的这些规矩啊 他绝对不会不敢去更动 那 这个乾隆的时代 那么对于 祖父母 对于父母 他那个孝顺啊 那更是 表现的淋漓尽致 那么乾隆是一个非常花心的皇帝 他承喜了他父亲 所留下来的这一份德政 这一份天下 他处理天下可以说是 悠游自得 很自在的把这个天下的治理得很好 那这是因为呢 他的这个父母 他的这个父亲 雍正 他的祖父 康熙这一代 已经用了很大的心 那么他们的强势 的主要的原因啊 那就是对于父母亲 对于孝道 都不敢懈怠 那到了秦隆这一代 其实也是这样子 那么在乾隆 中晚年的那个时候啊 听说呢 这个新疆的地区 敬奉了一位美女 这个美女呢 称为回回公主 香香公主 那这个香香公主 不在话说 一定是很漂亮 因为 胜得乾隆的宠爱 你看新疆会成为中国的土地 是在清朝的时候 打下来的 建立下来的 如果说照汉族的标准 汉族不太可能 会去管道 会去管道这个新疆那边的土地去 那满汉融合了之后呢 中国国土扩大 那新疆也成了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 遍地下来 那麽 那麽乾隆治理国家 也是呢 用孝道来考核摆成 他自己呢更例行 孝道 那就是 那就是 有一次这个 人家供奉香香公主 结果呢 乾隆 荒于正式 丹爱美女啊 每天呢 沉浸在这个酒色之中啊 君王也不早朝了 那这些 这个文武百官啊 也没有人敢去劝谏啊 這 服侍 皇帝的 的这些太监啊 被百官 的指使 叫他去请皇上 請皇上 上早朝 結果呢乾隆呢 被烦得不得了 一怒之下呢 就把这个太监啊 下令给杀了 那麽 杀了一个太监 再派一个去 照样被杀 那文武百官 嚇傻了 也没有人敢去劝谏的啊 结果就这样荒于正式 那这个百官里面啊 有一个很 很有名的 一个大臣 呢 就是刘庸 刘罗郭 他知道说 清朝的皇帝 最是遵守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的这些 傳承下来的这些精神啊 这个满足人啊 这个满足人啊 可以说学的百分之百 所以满足人 几千人 几千人入关 要统治呢 数十万 甚至呢 数百万的中国人 他怎么统治 只有用中华文化 来统治 那他当然要 力行中华文化 而且把他做得非常彻底 这样呢 这个 皇帝呢 力行的 百官呢 没有不力行 百官力行的 自然的 这些 捕罗大众 就跟着力行 所以当时的这个乾隆 我们说弘历啊 他是 对于祖先 是非常的恭敬 对于父母亲呢 父亲当然是用正 已经早晚了 对母亲呢 也非常的孝顺 那流落锅呢 没有办法 他想到一个方法 那就是 请祖先 来叫弘历 那怎么请呢 我跟上朝 皇帝叫不醒 那去叫的人 都被插头了 他把这个 皇帝的祖先 皇帝那个祖先的牌位 把他请出来 请到 皇宫的这个大门口 结果就在那里大叫 爱心绝罗 弘历 倾听祖训 皇帝 哇 马上从这个船部这样跳起来 跳起来就跪在地上 大叫 爱心绝罗子孙弘历 静听祖训 然后呢 流落锅就把祖训了 一条一条念出来 那流落锅呢 毫不客气 毫不避讳地叫着皇帝的名字 而且呢叫皇帝跪在 跪在他面前 即使是跪在祖先牌位面前 然后呢 训事 把他训斥一番 你看清朝的皇帝啊 清朝的这些祖先啊 他们为了统治中原 他们学习中华文化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而且呢 那个标准非常的严苛 对于这个 这个阿哥啊 皇太子啊 他们那个要求啊 真的是非常的严厉 那到了真的 这长皇位了 那更是呢 不得了 更是严格啊 所以就有为什么 后来得顺治皇帝 他要出家当和尚 为什么 他不自由 他想要超越这个 世间的束缚 礼教的束缚 所以他出家做了皇帝 不要做皇帝了 出家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流落过这一幕啊 表演在皇帝这个乾隆的身上 才知道说 这个祖训啊 对于他们清朝的皇帝啊 是至高无上的 可以说我们说现在的宪法 宪法还有没有 还不能够让人有这么恭敬的精神 可是呢 一听到祖训啊 连皇帝都要下跪 所以呢 乾隆 他还保有这个 国家鼎盛的状态啊 这些福禄呢 就印了百孝军这句话 福禄皆由孝自得 哦 乾隆做位做的时间啊 其实可以做的比康熙还要久 康熙是中国皇帝啊 做位最久的 六十一年 那么乾隆呢 他说他不敢超过他的祖先 所以呢 在位六十年的时候呢 他就准备 要上位了 上位我们知道 就是让位 给这个嘉庆 但是呢 他上位之后 人还在啊 人还在 他还做了三年的太上皇 所以其实他长 这个皇犬啊 掌管天下的大权 做了六十三年 乾隆的福禄之大啊 他那个福报之大 是所有的 历来的皇帝之中啊 最大的 哦 当时的物资啊 当时的这种 整个国家的盛况啊 都达到了最顶峰了 所以乾隆这个福报 是怎么来的 其实是他累积的善跟福德 也是他 这个祖先啊 所遗留下来的 这个孝志的精神 所以 我们世间人 要想求有福报 你要怎么求 你要从内在里面去求 从家庭里面去求 先从这里求起 父母就是两尊佛啊 你不去求这两尊佛 你要去求谁啊 你看这两尊佛 给你吃 给你住 给你照顾 无怨无悔 哦 外面的佛 庙里的佛 他可以给你这样吗 那个是死的佛啊 真正的佛的佛 在家里啊 这两尊父母是最大的佛佛 我们不带这两尊佛佛 不敬奉这两尊佛佛 那么我们要敬重谁啊 所以 现在人的思想观念啊 完全都搞错了 哦 不断的相会追逐 追求的都是假象 都是虚幻 那所以说我们说 修行 一定要去庙里 一定要去道场 这是很大的错误 道场在哪里 道场是有自信发落的地方 哦 我们的信里 发落在哪里 在家庭 家庭的根本 就是从孝道开始 你就是把孝道 好好的力行 好好的实践出来 特点就是道场 哦 我们上次说 家中 有这个 神明厅 神明厅就是 我们每天礼拜的地方 哦 父母亲就是我们供养 人生 最大的遗憾 最大的遗憾 莫过于 在年轻的时候 不知道 近亲 到了长大之后 想要孝亲 想要孝亲 已经没有机会了 这个 是人生 一大的憾事 我们必须知道 有父母亲在的人 那是一个 很大的福报 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讲到 父母就好像 两尊活佛 在庇佑的我们 那么如果 活佛 不在了 我们自然又受到 各种环境的考验 便于打击 那年轻的时候 不懂事 没有人交 所以呢 不知道了 性亲 爱亲 不知道尊亲啊 那么不知道尊亲 这两尊活佛啊 还是照样庇佑你 还是一样 无为不自的照顾你 那这个是呢 我们累世的福报 能够得到 活佛的照顾 所以活佛 不在外面 佛佛就在我们的家中 那么年轻的时候 既然已经失去了 长大之后 就更应该 体质 这样的道理 那么大部分的人 到了出社会之后 还是不知道 如何能够孝亲 怎么样孝亲 甚至说要不要孝亲 那么父母亲不在了 想要孝亲 已经没有机会了 想要再掌握那个福报 福报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讲 春宣并茂 那么春就是指 这个春树啊 我们说乡村啊 那宣呢是一种花 那么这两种 如果代表着父母 所以春宣并茂 欠人家的 那么人家现在要来还 要来 要来讨债 理所当然 你就要还 在母生全的状态之下 长大 成人 那这个人呢 那这个人呢 在整个 教育体制来讲 是个非常健全的人 他的身心呢 是一个受到 受到完全照顾的人 那这样的人呢 是相当不容易 那受到父母亲的照顾 他的身心健全 那么长大之后 在社会 他所付出的 为社会 能够贡献的这一切 就是一个健全的力量 所以古时候为什么 很多婚伤起喜庆 这种活动 如果要找超瓷的人 找那个主席 一定是要找双 双亲健全的人 这个是 古时候的人也知道 那只有在双 双亲呢 健全的状态之下 你长大成人 那么你的言行 你的思想 你的言语造作 都是一个健全的状态 那么在这样重要的典礼上啊 就是需要这样的人 来主持啊 所以 在三四英果经 他讲到 双亲健全为何音 为什么有的人 可以得到父母亲 这种完整的照顾 以及拉拔 他说呢 前世敬重孤独人 前世敬重孤独人 前辈子重的音 他就是敬重 这些孤独的老人 所谓观寡孤独 无依无靠的这些人 他敬重他们 甚至呢 安养他们 所以为什么 古时候人讲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用 那么寒老前人 要设立这个养老院 设立孤儿院 也都是体察这样的道理 一个无依无靠的老人 他生存在这个世间 那他已经年弱 年老体弱 要靠谁照顾呢 那只有靠 社会福利政策 来照顾他 但是以前 在社会福利政策 没有那么样完整的状态之下 这些人怎么办呢 真的只有自求多福啊 那如果说他们自己 也没有那个福报 来自求多福的时候 那只有呢 克死异乡 甚至呢 死在沟祸里面 没有人 在替他料理后事 这个都是人生 很大的遗憾 那么 我们知道 现在的你 不管是贫穷 不管是富贵 你都还有父母亲丧在 那么你就要赶快行下 趁着这个活佛在的时候 赶快侍奉活佛 供养活佛 那么你的功德呢 真的是 浩瀚 无边 我们不要让人生有憾事 只有趁父母亲健在的时候 父母亲健在的时候来尽孝 那才是真正的孝 所谓生前尽孝 方为孝 死后尽孝 突往然 死后 在想要在他的坟前 供上再好的东西 把他的坟墓 造得多么样的完善 多么样的漂亮 这个都是往然的 这是做给人看 对父母亲也没有直接的利益 那所以 台湾话有一句话在讲 在生一条岛 生贵西熬的败底头 在生的生前的时候 即使用一粒豆 来奉养 成心敬意 孝顺 来供养父母亲 都还 超过死后 你用这个大鱼大肉来供养他 所以孝亲呢 是孝那个 心 心在孝 不是行为在孝 心在孝 不在行为在孝 不在行为在孝 那个心是重点 那么我们知道 心的孝 是出自于意的成 意念的真诚 那是 自信的follow 所以自信follow 在这个心的动作上 那就是心的孝 那就是心的孝 所以说 孝在 心孝 不在孟 那么心 能够发出真正的至善的心 用佛佛的心态 来奉养两位老人家 那这是真正的功德 所以这样的功德 让自己 在 人世间 在做人处事上 获得很好的回响 很大的回响 所以 倫理里面讲 养父母 是养父母的心 不是 口体之养 至于全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乌啊 狗跟马 你还不是照样在养 这些宠物 我们人都在养 可是对于父母呢 你用三餐 来供养他 这是不够的 你用这些外在的 的东西呢 来给他 这样是不够的 因为这里面呢 要加入了那个 静的心 静就是我们说的孝顺 孝顺的心 要放进去 这样呢 才真正的用心在孝 不是口体之样而已 那如果只是口体之样 那你跟养这些宠物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父母亲不是宠物 父母亲是我们一体的 我们从父母亲的身上 生出来的 我们是父母亲的延续 所以用心孝 心孝是父母亲的心 来体察他的心 体察他的念 那这样的一个体察的心啊 你才能够体恤到 所有的人 所有的万物 乃及呢 整个天下众生 所以那个根本 是核心中的核心啊 那么我们不要让自己有遗憾 就是趁现在赶快行孝 那么讲的道理 跟听的道理 其实那都是表象 包括我现在讲的也只是表象 如果我不能够尽孝 那么这些话呢 独无事 独无事 惘然 那么你不能尽孝 你也不能够在生活上 得到任何的福报 那甚至整个大环境 整个天灾地变 所以 现在地球 温室现象 气候暖化 那科学家人 找不到方法 可以对峙 今天看到用那个帆布 用那个特殊的布 盖在那个冰上 阻止了一些冰融化 但是呢 整个雪山啊 你哪里干得了呢 那气候为什么会暖化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 大自然的现象 都是印着人心显的 所以我们想要求得太平年 想要求得五谷风灯 就是要每一个人回归孝道 你看我们 这些西洋人 尤其是美国 是很明显的例子 小孩子的天堂 中年人的舞台 老年人的坟场 所以老年人 到了美国 被人家丢弃在一边 儿女不养他 儿女也不管 只好呢 政府来养 那么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文化 它是属于断层的 它没有办法延续它的文化 那么这样的一个国家 它也不能够长治久安 那么中国人就不一样了 那中国人的思想 那就是要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这个就是我们的观念 那你会说 中国人 中华民族 也是有各种灾难啊 是有各种灾难 那么这个因为 我们现代的人 也已经不重视孝道了 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之下 我们也失去了这个孝道 本来这个孝道 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那我们自然就会做了一个动作 那么现在需要人家去呼吁 现在需要人家去推动 去弘扬它 这个呢 已经是孝道失落的现象了 所以我们说孝道 本来就是自信的发端 现在呢 我们必须去发扬孝道 其实这个是很大的错误 可是呢 面对世间的现象 你又不得不如此 那所以 儒家提倡孝道 我们今天修行的课题 恢复儒家的思想 就是要恢复孝道 所以想要得到太平年 想要呢 五股丰登 你必须问自己 孝道行得如何 我们中国人有拜祖先的观念 你对于那个圣中追悦的 的心态是怎么样 你要反省 当你自己 受到生活的挫败 事业的打击 种种不顺的时候 要反省自己 你还有力量 来帮助别人 帮助这些社会大众 你还有机会呢 可以去救灾 那么这个表示呢 你已经可以自处 可以自立 那么你的德 可以扩及到别人 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把孝道 把它推展出去了 把它弘扬出去了 那么你的德越大 你所影响的范围就越大 那么这个大的范围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国家呢 就减少天在地边 这个国家呢 也不会呢 受到 气候暖化的影响 那所以我们讲 气候暖化是全球的现象 怎么可能有国家 可以排除在外呢 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知道 共业之中 还有不共业 共业之中有别业 所以当一个灾难来 不是全部都死 有的人呢可以 逃过一截 那么这个逃过一截的人呢 我们就说 他是一个共业之中的不共业 那他可能呢 在这个 倫理钢场上 他守得很好 在做人处事上 他做得很好 在孝道的 落实上 他真正的尽心尽力 人生没有遗憾 我们看到现在社会 因为 离婚率特别高 那么 现在电视在演的 也都是这样的情节 也只有这样的情节呢 才能够引发社会人性的共鸣 结果大家呢 有样干样 好像的离婚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单亲家庭 这些小孩本来就是 很自然的 就会有 就会呈现了 殊不知 一个家庭离婚啊 他要背负的很大的社会责任 这个社会责任呢 佛家讲因果 但是儒家呢 不强调这个 儒家讲 你的责任跟义务 那么这个社会责任 你把它破坏掉了 你把它放射掉了 结果呢 让人 对于这种现象 已经习以为常 那么大家都这样 大家都错了 那就对了 这是一件很大的错误 虽然大家都错了 就认为对了 可是呢 整个社会的责任 社会的义务 它是有一个秩序的 在因果上呢 是有一个定理的 因果不会放过你 你还是要遭受到 这些不顺 这些障碍的阻难 那因果是谁定的呢 责任是谁给的呢 都不是谁给的 那是一种 人类的一种 后天的法则 我们曾经讲 这个就是人类的游戏规则 你在人类 的 的这种 环境之中 你要生存 你成为人 你要立处在这个世间 你就要遵守这些规则 我们说入境随属啊 入境都要随属了 那你成为人 难道不要做人的行为吗 那人的行为是什么 就是三纲五常 就是五轮八德 那这些本来是人类的行为 所以 现在呢 变成一种修行的方法 还要特别去强调 特别去呼吁他 那面对于现在的这个时期啊 你没关系啊 你修行 哦 这个伦理道德成为一种修行 那也无妨 只要你能够落实 哦 只要你能够真正的做到 哦 让每个社会人 人士 通通能够回归到这个基本面 人类的基本面 那就是 三纲五常五轮八德啊 回归到这个基本面 大家呢 安分守己 安出那个本分 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那所以 人生的遗憾 就是父母亲 不在了 我们没有办法进孝道 那么父母亲不在了 我们可以 从每一个众生上 得到那一份 那种自信的关怀 所以你的信量必须更扩大 把对于父母的孝 把它转移到 其他的德目上 哦 比如说敬 比如说这个连 哦 比如说忠 哦 比如说义 其他的德目上 这些德目上呢 都是孝道的延伸 所以重点呢 还是 希望呢 能够在父母在的时候 就进孝道 这个呢 是现在人 很缺乏 而且呢 没有这方面的认知 我们不断的 要极力来呼吁 这个孝道 哦 现在我们看到 很多的这个读经班 哦 儿童的教学 都在强调要恢复 这个伦理制度 这个伦理制度 对于小朋友 哦 不断的在教育他们 这些观念 所以现在对于小朋友的教育啊 哦 家长啊 父母亲这方面啊 可以说是不予利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好现象 只是说呢 好像有一点 来不及了 来不及的原因是因为 小朋友 长大之后 那么他们 有办法 把这个孝道实践出来 他们有办法 把这个 这个 子余至善的这一面 做到吗 那这还不是前提 前提是 他们有办法 长到可以 来行孝道 那个时候吗 这个不是文言聪听啊 我们要知道 现在气候集团的变化 哦 灾结特别多 我们期待这些小孩子 教给他 这些伦理 刚长的道理 但是呢 现在正是主角 所谓社会的主人翁啊 那就是父母啊 就是大人这一边啊 可是大人这一边呢 很少人教 因为大人也教不动了 没有办法调教了 其实不是这样子 大人也可以教 那只是呢 大人教要有大人教的方法 孔子为什么要周游列国 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要到处讲经说法 那孔老夫子所面对的 释迦摩尼佛所面对的 主要都是大人 哦 他所想想要 帮助他们改变 观念的也是大人 大人才是主角 所以现在我们也是 面对大人 期望呢 这些大人呢 能够明理 明理是最重要的 所以教育 教育不是放在小孩子 教育呢是放在大人 大人透过教化 那么他们懂得这个道理 小孩子 耳辱目染 自然就会有所变化 那么小孩子 你每天教他倫理道德 结果呢 回去看到大人 都不守倫理 也不守道德 你说小孩子 怎么可能教的成功 所以现在的儿童读经 这么样的红闪 哦 这么样的心圣啊 我们也不能够说 他目标搞错了 但是呢 应该有更多力量的人 在于大人的教育 成人的教育上呢 用更多的心血跟力量 那么我们想 在道场之中 有很多默默在耕耘的人 他们期望呢 能够透过圣人的教育 把这个圣人的教育 民事的教化 把它落实到人世间 那所以我们 透过道之中指 来宣扬古德的教化 把这个孝道 把这个伦理 真正的推动到 生活的层面 在生活上的每一个环节 那所以为什么要重视孝道 那就是这个是推动的力量 那是这个力量的核心啊 如果这个核心不启动呢 那么你其他都没有用 不可能说一个人 他是不孝的人 结果他在社会上 可以做到忠义 可以做到和平 这是不可能 所以和平要从哪里找 和平在家庭里面找 从家庭里面建立起 那所以 整个圣人教化的推动 我们必须让他回归到家庭 让每一个人都知道 真正扭转世界的力量 在家庭 在夫妻双方面 那夫妻是如果是 夫妻是一体的 那么就是 夫妻这个主体 是主要的力量 所以夫妻离婚这件事情啊 造成这个主要力量 已经失散了 你看古时候结婚 为什么要这么隆重 招了招了好多的这个亲朋好友 来参加 而且呢要规划很久 所以古时候的人不经历离婚啊 因为离婚了 你看很多亲朋好友 来为你们见证的这件事情啊 一下子就破灭了 古时候人也有羞耻心了 古时候人有这个正知正见 那这个让人家看笑话那还是其次 重点是 重点是 你对于整个社会的这个责任 已经失去了 责任跟义务没有了 结果呢 造成整个社会 都跟你一样 大家也来离婚 一言不合大家就离婚 那现在社会的现象就是这样子 那现在社会的现象就是这样子 一言不合就离婚 那夫妻双方那个磨合期 都还没有度过 就离婚了 如果大家能够退一步想 大家能够呢 忍住那一死之分 夫妻双方就可以呢 白头偕老 但是这一死之分呢 是现代人 的一种现象 随时都有一死之分 发生在我们生活周遭 那一死之分是没有理智的 那我是随这个性情 我们的习性所发的 这个习性一发出来啊 你本来累积的这些 这些功德啊 都被毁掉了 本来有的这些至善的这一面啊 通通被掩盖掉了 所以为什么气候会暖化 气候会暖化就是整个 人心呢 愤怒太多 火气太大 怨怒太多 所以整个天空的磁场 就是一种处在一种火热的状态 那所以 这个佛教教人念佛 来降低自己的磁场 来帮助呢整个社会上平静下来 其实想一想 这也是治标 不是治本的方法 为什么是治标的方法呢 因为呢它只是改变 降低降服自己的一死之分 那么回归基本面的这个制度 基本面的这个责任 责任与义务 它还是没有进到 念佛人 在家不要孝顺父母嘛 那么他们出家了 父母不管了 儿女也不管了 或者只是一个短暂的 这个管理 那这样的 孝道根本就没落实 孝道哪有办法 说你来一下就成就你的孝道 我父母亲打一个电话 夏日来看一下父母 这个是孝道 不可能 孝道是二六十钟 是分分秒秒 你都必须呢 流露出来 所以 所以孝子 他所想念的 所担心的都是父母的 的生活的一切 时时念念的都是父母 那么他时时念念的都是佛 所以念佛 就是念这个 阿弥陀佛是自信佛陀 自信佛陀 也是要教 就是教我们孝道 就是教我们敬父母 所以今月三佛第一段 为什么就是讲孝亲尊师 孝亲是第一要素 孝亲比尊师还要重要 即使这两种是同样重要 但是呢 如果说 用基本来讲 孝亲是更是基本 更是根本 没有说可以尊师的人 然后呢他是不孝顺的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讲 人间无不忠孝孝 天上无无功德神 这些圣人 贤人君子 他们一定是建筑在 孝道的基础上 才可以成就 不管是心性上的 不管是在凡业上的成就 通通通都是建立在孝道 那天上无无功德神 就是要回天 还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没有一个是没有功德的 都是有功德的 有功德你才可以回天啊 那我们要讲功德是什么 功德 六祖会有讲的最最贴切 贱信是公平等是德 贱信才有功啊 你没有贱信没有功 贱信是什么 贱信就是校养父母 就是奉仕师长 落实孝道 这个就是贱信 真正的能够落实孝道了 你其他的德目 你才可以一一的去聚种 那所以贱信是在从这里建的 贱信不是参展打坐 不是这个念经念佛 那平等是德 平等是从贱信 所流露出来的德性 也只有贱信了才可以 看到真正的平等 那一份真正的平等 就是我们的生命共同体 是一体的 所以我跟父母亲是一体的 我这个肉身是从父母亲来的 父亲母血所产生的 所以没有父母亲就没有我 那么我孝顺父母 就是回归到 那个自信本体 那么别人也是 那个自信本体 别人也是从父母亲 生出来的 那么父母亲 别人的父母亲 跟自己的父母亲 这样交叉在一起 累积不断的轮回 我们也看到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我的父母亲 那所以每一个人 我都要去孝顺他 去尊敬他 那这个是更超越的 超越世间的一个孝道 所以这个修行人 尤其是这个念佛 参禅 这些佛教的修行人 他们也要在孝道的基础上 建立功夫啊 那他们念佛 才能够得力 做禅 才能够有定功啊 那么所以我们儒家 他讲定功 讲这个修行的功夫 就建立在孝道上 你在孝道上好好的扎 扎根 那么这个就是 借定位的功夫啊 孝道里面得定了 你就自然开智慧了 开智慧了 你就有办法 面对世间 的各种 的各种问题啊 所以 百孝君曾经讲 孝子治国 万民安啊 那么一个孝子 他来治理一个地方 他已经 一定是可以升任 成为一个国君呢 更是呢 影响更多的人 所有的百姓 都是在这种孝治 的一个教化之下 那么这个国家呢 必然是长治久安的 我们看周朝 的开国君主 周文王 他本身就是一个孝子 周朝的一家呢 就出了 出现了三个圣人 诞生了三个圣人 这可以说是相当可贵啊 那他们呢 这些圣人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呢 其实就是他们的父母 能够懂得 身体力行 所以他们的父母 本身就是一个孝子 媳妇本身就是一个孝父 孝子口里有孝云 孝父面上带孝眼 那所以教化出来的儿子 当然也就是孝子 所谓点点滴滴看年前 你今天 你没有做好孝道 没有做到孝道 结果你去教化小孩子 给他最好的教育 给他呢 最圆满的 的这种教学 结果呢 你没有办法做到 你还是没有办法教好你的小孩子 你没有办法 以身作者的来教化他 所教化出来的小孩子 充其量 只能够做表面功夫给你看 骨子里一点都没有 因为你自己就不是了 小孩子为什么会听你的呢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周文王 那周文王在治理国家 他把这个 他的子民 当作就是一个 一个儿女一样 这样来对待 非常有道德的一个君王 一个 在路上看到 古敏的死尸啊 马上命人去好好地安葬他 那这个人家跟他讲 这个是无主的孤魂啊 为什么一个国王之尊 还要理这种孤魂呢 周文王就说 谁说他是无主孤魂 他在我们周朝的土地 我就是他的祖啊 他怎么会是无主呢 那所以呢 在别人看来 这些大臣看来 这只是为不足道的小事啊 但是呢周文王 把他看作是 好像自己的子女一样 这么样的重视啊 所以百姓没有不敢他的德 百姓自然而然 就守伦理 守这个钢厂 那周文王 这样的德制呢 他也是有教化来的 周文王的母亲 太任 在史记上 就有记载 他说呢 太任有任啊 目不视恶色 耳不听吟声 口不出慧言 食不尽异味 所以周文王的母亲啊 当时就有这种智慧 独爱了这个孩子啊 你就不能够随便乱听 随便乱看 嘴巴也不能够讲出那些慧言 污秽的话 那個三餐呢 不能够吃尽 这个不干净的东西 那什么是不干净的东西呢 这个可能有很多定义 但是只要是 哦这个 不是正常得来的 那他就不会吃 所以周文王的母亲 当时就懂得胎教了 一言一行 都要呢 尽走好本分 那儿子在他的母体里面 自然而然呢 会受到那种感召的力量 哦 周文王出生的时候 这个太任了 给他最好的教育 给他最大的母爱 那所以周文王 成了圣人 当时 当时 他在这个周王的 的领导之下 然后 统治 渭水流域 在这个周 周土土地啊 那就已经非常有德性 哦 大家都去依赖他 都想要进入他的国度 成为他的子民 那周文王 那周文王 娶了一个太太 称为太氏 哦 太氏呢 学习 这个太任的道理 做媳妇的道理 也 重视胎教 哦 把这个 倫理道德 把它做好 这样呢 才能够教好子女 所以周文王 又生了一个儿子 也成了圣人 那就是周武王 还有呢 周公 所以他们 这一家人 就出了三个圣人 都是因为 母亲的教化 当然父亲的教化 那是五尾的教化 父亲就是皇帝的 那他的 所作所为 都影响到儿子 那所以 周文王的母亲 太任 周文王的太太 就叫太氏 都是圣人的母亲 我们称为圣母 那所以 我们中国话 称为妻子 就是太太 太太是怎么来的 就是 紀念 周文王的母亲 周文王的妻子 希望呢 所有做媳妇的人 都能够效法周文王的母亲 跟媳妇 有这个 父德 那所以 这个母亲的力量 媳妇的力量 在家庭之中啊 可以说 他的力量 比父亲的力量 影响更大 他对于这个子女的教化 这个力量深远 更加强大 影响的也更 更加持久 那所以如果 媳妇没有守媳妇之道 以前讲三重四的 现在也要讲三重四的 没有说 现在媳妇就不讲三重四的 那现在的媳妇就是因为不讲三重四的 所以整个天下大乱 社会温乱 人民温乱 乱在哪里 家庭乱 富人不守三重四的 男人不守三刚五常 所以呢 整个秩序大乱 人伦脱续啊 一届的协字协见 一届的协言协语 通通出现 真的是末法时期啊 那所以从周文王 他这个 这个视线啊 这个视线啊 我们可以知道 母亲 她在整个 儿女的教育上 占了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 天下的女人啊 维系着整个天下 长治久安 一半以上的力量 所以整个国家 新盛 那不是单单靠皇帝 靠这些大神啊 重要的那支隐形的力量啊 在家庭里面的妇女 这个道理啊 我们深深去剖析啊 才发觉真的是如此 如果没有妇人这个力量的教化 那么小孩子 就不会有成就 小孩子 不会有成就 在社会上 没有出息 受尽各种欺凌跟侮辱 那他就 憤恨不平啊 就开始 胡作非为 所以我们 现在青少年犯罪率就升高 那青少年犯罪率升高 直接的关系就是因为 夫妻的离婚啊 因为父亲也不交 母亲也不交 夫妻双方呢 大家都不合了 你儿子女儿 所交出来的 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合的状态呢 不可能嘛 那所以 解救世界和平 解救世界的动乱 就是要大家回复到 本来的这个次序 就是三纲五常 就是五轮八德 所以说这个重不重要 我们看到联合国 他在呼吁世界和平 每年的都请这些学者专家 定期的开会讨论 那甚至呢 有跟一些大学合作 希望呢 希望呢 能够研究 一道世界和平的一个准则出来 结果开会开了三十多年 到现在世界也没有和平 而且世间呢 更加的动乱 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子 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子 那么这些学者专家 他们研究出来的世界和平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为什么拍不上用场呢 其实啊 我们好好的思索 就知道 那就是用错功夫了 世界和平 它的重点 如果没有放在家庭 那么它的功夫就是用错了 把家庭的道理做好 为人子女的本分尽好 那么这个就是世界和平 人心安定 的一个主要的力量 那所以我们修行 现在呢 是在家出家 在家出家 就是把在家的道理 把它做好 出家呢 就是保持的那一份 不被污染 哦 不被迷惑 不被呢 这个邪知邪见 所引诱的心 这个是在家出家 那么我们把 家庭传 家庭伦理 把它做好 把三缸五常 五轮八德 把它做好 然后呢 影响到这个 社区 邻居 影响到整个社会 国家 再去改变世界 哦 进入这个和平大同 这个一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 啊 所谓天下逆源自已到 我们必须透过 聖人的教化 来推动这些 三缸五常的落实啊 那么现在呢 男女 双方啊 一言不合就离婚 那女生呢 想 急着想要跑出厨房 摆脱了这个 家庭的束缚 摆脱了这个 长久以来 所所谓的封建的思想 所以造成现在呢 天下大乱的原因 所以 妇女的出手 也维系着整个世界和平 哦 也代表着整个世界和平 的崩落 一个主要的 元凶啊 那怎么样 把男的 男女的定位分析出来 你妇女 你妇女 妇女要出去工作 那没关系 那至少你有个父亲在家里面 你好好的把这个家庭的秩序弄 老父母亲 有人孝顺 儿女呢有人教导 你父亲 你父亲要承起这个责任 那父女要出去赚钱好 他去赚钱 这样勉强 这样勉强还可以维维维 一个家 家庭伦理制度 但是这个事情呢 几乎不太可行 某部分的家庭可以 绝对不可能 施行到整个家庭 也无法要求到整个家庭 因为男的本来就是主外 男就是代表羊 羊就是外 女就是代表婴 婴就是主内 这是一个天性的作用 天性如此 结果呢你现在呢 女的要变成男的 女的要主外 男的要主内 那这样呢 违反天性 阴阳颠倒啊 阴阳颠倒当然了 就没有办法再运作下去 那所以这些事情呢 要透过教育的力量 透过圣人的教化 透过民师的这个指寿啊 我们让每一个人知道 你修行的重点 就放在人道上 不要再去搞那些 有的没有的 哦 搞那些这个跟 鬼神会灵啊 这个 餐厂打坐啊 孕周天啊 吹符念咒啊 搞这些有的没有的 这个都是呢 知为末节啊 真正健性的功夫 就是行持三纲五常我伦八德 这个是合乎人类自然的生活 没有比这个恢复人类自然的生活 还要重要的 要拯救末世 就是要从家庭里面入手 这个是我们今天 讲到孝父母 我们必须知道的道理 那么 一贯道的修行人 他是在家的 他本身就要有这个认知 了解到我的责任是非常重要 每一个人的责任是非常重要 他的重要是在于他的定位上 有没有把他的本分做好 你父亲的角色 你为人这个成熟 为人老板 为人员工的角色 为人朋友 为人这个子女 为人朋友 这些角色呢 你有没有把他定位好 有没有把他做好 做到一个标准 那么你把他做到一个标准 儒家说这样的人 就是君子 就是圣贤 做到圆满是圣人 还差一点点就是贤人 那君子呢 是得到世间人的认同 当然我们讲到君子 还要讲到他的内心 他这个 诚意正心的功夫啊 这个以后我们再谈 我们先讲这个人文制度 人文制度一切都 都归位了 都正常了 那社会才有可能安定啊 天下才有可能太平了 才有可能这个国太民安 才有可能风调雨顺 每一个人 在这个世间生活 才有他的 一个可能性嘛 也就是说你的福祿 你想要追求的 这些世间的 这些依报啊 才会跟着来嘛 所以是善的循环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每一个人做好了 每一个人都可以回殿 我们来到人世间 只是呢 来治理一下 治理完了 死命交代了 就可以回去了 回归到我们本来面目 所以回归到本来面目 不需要 不需要去念佛念经 不需要摊散法座 吹福念咒 不需要这些功法 真正的功法 真正的功夫 就是你好好地尽孝道 尽你的本分 所以儒家这个功夫 是不是在我们现在 是最为迫切 最为需要的 真正有志之士啊 其他各家各派的修行人啊 都了解到这个道理 所以他们也在推 这个儒家的教话 这个儒家的教话 三字经弟子归 佛家的 这些团体啊 也是不余力在推动 那这个是有志之士啊 这个觉知这种道理的人啊 大家好 道之后 道之中子 还是继续讲道孝父母 我们说孝道 可以经由立法的程序 来严格要求人民遵守吗 那么 听说大陆当局那边 已经有这样的法律 要求人民呢 孝顺父母 那如果父母没有被安置 被安养的话 那么这个子女呢 是有罪的 而是要受罚的 公务人员 如果能够孝顺父母 那么她的烤鸡呢 就会是优等 甚至呢 有拔左的机会 在台湾 也有听说过 孝道要立法的事情 那学者专家的议论纷纷啊 好像这个消息 也不了了之啊 那么孝道立法 这个事件啊 不禁让人联想到 老子曾经在《道德经》 他讲过了 这一段话 他说了道思而后得 思就是思去的思 道思去了 然后就变成得 得思而后人 人思而后义 那理师呢 理师呢 理师就宿诸武力 宿诸战争了 那么道体是本来就有的 本质具足的 那么本质具足的道体 今天在我们的人身上 没有看到了 没有看到了 所以呢 必须透过法律的途径 来让人们自觉 这是他的责任跟义务 那老子说道思而后得 德就是德行 那道 道体没有了 所以呢表现出来了 就是德行 那他这里所讲的德行 其实就是在讲儒家所讲的 儒家呢 提倡孝道 标榜仁义的精神 哦 强调呢 恢复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这个是德 那么如果能够照儒家的说法来做 那这个世界 还是可以达到大同 还是可以达到呢 恢复本性之自然 甚至呢恢复到原来的那个原有的道体 那所以呢 其实孔子跟老子 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那只是呢 老子他从高空上 更高的角度 三度空间 或者是说更高一点的空间 来看什么世间 那孔子呢 孔子就是坐在平地上 来看世间 那当然呢 这样看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虽然儒家也有讲到道 但是儒家的道 就是透过后天的修行 然后呢返回先天 那孔子说 老子说 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人本来就有先天 这个道题 你为什么要极力去弘扬孝道 极力去辉勇孝道 这些事情呢是 本来 人就是应该做的 人意道德 孝地中心 这个呢哪需要去恢复呢 哪需要去强调呢 这是人本来的行为 所以老子讲强调了这个回复自然 自然呢就是 我们说的这个 人类的秩序啊 那所以这样的角度不同 变成了好像呢 老子的思想是比较高超的 孔子的思想是比较平实的 其实呢 他们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那只是从不同的角度 来切入 希望呢能够 让大家透过这个切入点 来依循 那么在孔子那个时代 就已经是强调孝道 强调呢 这个仁义理智 这些伦理道德 那可见呢 在2000多年前啊 人心就已经没有 没有那个老子所讲的 那个先天的 具处的到底 那么到了现在 加上科学的洗礼之后 如果 人心跟2000多年前的人心相比 那是更加的 污佐不堪啊 那所以 他又说得失而后人 这个得呢 也失掉了 所以透过人 透过呢 这个 这个世间的 慈善啊 透过 人与人的关系 然后呢 透过内心的 那一份 同体之心啊 孟子所讲的 是非之心 羞恶之心 这些 透过这些心呢 来让自己 恢复到人的境界 那人失掉了 他又说 人失而后义 那么义呢 就是 人与人相处的道理 就是一个做人做事的标准 那人失去了 人是一种内在的 内在关系的互动 人跟人 那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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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 这个息息相通的 那一份感知啊 所以我们会 会 会对于 这个弱者 对于贫困的人 是以帮助 但是呢 如果说 连这样的心都没有了 那就要靠义 义呢就是 你做人 一个做人的这个 标准啊 你就是要 帮助别人 那么你有困难的时候 人家才会帮助你 那在做事情也是一样 就要做 达到这种做事的标准 那现在呢 义也失去了 义也失去了呢 就透过理 理就是我们所说的规矩 透过这些规矩 透过这些戒律啊 来让自己达到 人应该做的 一个标准 或者是人的 应该有的言行 那如果连理都失去了呢 理都失去了 就是走上街头 就是抗争 谩骂 就是不断的要求 那我们看到现在 整个社会 整个国 这个世界的 每一个国家 他们有什么不满 就是这样子做 就是走上街头 那就是呢 要求政府 情绪的高张 是 这个就是 是理事而后 武力的武啊 是述出武力 所以今天讲到 孝道可以立法吗 那么孝道 是本性的流露 本性的流露 如果 现在沦落到 要透过法律的途径 来要求人民 那么做到的标准又是什么 那他如果没有 没有做到 又能够怎么样 那是不是 透过做到 这个法的要求 我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利益 那所以这之间呢 很多人 人世间 人与人之间那种 情理法的纠葛啊 那是 绵密繁杂 那你说 要求一个子女 孝顺他的父母 你用立法来规定他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父母有钱 他会做到的 这个表面的封印 那父母没有 这个没有钱啊 就把他丢弃在一边 那么表面上的凤羊 内心呢 一点恭敬心也没有 那为了自己呢 不犯法 所以只好这么做 那么这样 被孝顺的这个老人家 他的内心做的感受 他需要这样的孝道吗 那所以 孝道立法 在这个秦礼法上 事实上 在中国人 这样的民主意识 这样的一个 社会状态啊 事实上是 事实上是 还没有达到 那样的恶劣 那 我们 千百年来 受到圣人的教会 已经 生根意识 就是 意识到 人 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 行为 必须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就是孝道 的言行 所以现在 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 没有人敢抗拒 孝道 那处事 唯有孝力大 每一个人都知道孝的重要性 每一个人都知道 要遵守孝道 但是呢 做与不做呢 就变成了 个人的 这个认知与修 修为 那所以 有一个 看到一个老太太 她跟她的先生 老年啊 还有一笔庞大的财产 那所以他们老年的时候呢 过得还不错 她的子女 因为知道父母亲 还有一笔庞大的财产 所以呢 都定时 能够来 看顾老人 结果呢 这个老太太的先生 先走了 那么钱的来源 主要都是先生所积攒的 那先生走了 老先生走了 结果呢 也没有交代遗产 遗产的问题没有交代 那 可能呢 走得很 很 充促啊 走得充促啊 事先也没有想到后续的问题 所以现在外国人 有所谓的事 有所谓 遗历以主的事情啊 那这中国人一直都没有这种观念 而且呢 认为那是一种大忌讳 所以产生一些后续的问题啊 变成了后世的人 哦 他的子孙辈啊 一个争执的来源 那老先生走了啊 剩下这个老太太 他只是一个平常的家庭主妇啊 他哪有办法处理这种事情啊 那所以呢 他就 根据儿女的建议啊 把财产分一分 哦 财产都分掉了 一切都OK了 大家都没有话说 没想到啊 更可怕的事情 就发生了 那就是老太太的身边 已经没有庞大的遗产 她现在变成继父在这些儿 这个三个兄弟之间啊 三个儿子之间啊 那她没有财产的 三个儿子 对她的一个孝心啊 已经大打折扣 那她不晓得这个严重性啊 因为父 父道人家 也不会注意到这种细节 那她以前孝顺这个公婆 孝顺父母 现在社会人心已经大变 那么她的儿女啊 都赶上这一波的变动之中 那所以好了 老太太 谁要来安养 谁要来照顾 不得已知好 三个兄弟呢 轮流照顾 一半个月呢换一家 是半个月还是一个月 这个不 就不清楚了 那么重点是在 这个月啊 月有大月跟小月 那么小月呢通常是三十天 哦 二月是二十八天 大月是三十一天 那么连这个 有连这个大月的啊 这儿子呢 也分称计较 也分称计较 那你上个月三十天 我现在要多一天 哦 所以呢 接下来这个三十一天的这个 儿子啊 不愿意去接养 认为说呢 上面那个兄弟啊 他必须 把他平分掉 所以遇到大月三十一天啊 这个老太太啊 几乎是没有人照养 那上面这个人也不甘心啊 所以也不愿意照养 老太太想要到下一家 结果呢 也去不走 变成晾在那里 那晾在那里 怎么办呢 你总是要去解决 那老太太呢 只好呢 硬着头皮 到应该子弟的这个兄弟 他们家去住 那那个 被 被迫承受的家里 的这个兄弟啊 真的是 满腹怒气啊 对于这个 这个老母亲啊 视而不见 那老母亲在这样的折腾之下 她的心呢 已经心灰溢了 对于这个世间呢 也没有什么既望了 所以她很快呢 就 身体病弱 没有元气 那身体病弱了 怎么办呢 就把她送到安养中心 那最好了 都不用照顾 她的这个余生啊 她的这个余生啊 就在安养中心啊 安养中心啊 来度过 当然也就死在安养中心 那这个是 遗产所造成的一个纷争 造成现在社会啊 一个不孝的 这样的一个 景墓啊 那这个 现代人看来呢 那是很正常 现代的这个安养中心啊 一间接着一间开 一间呢 比一间赚钱 而且呢 这个老人呢 好像也越来越多 这些做儿子的 想尽办法 即使 没有钱 没有能力 也要把父母亲啊 送到安养中心去 那么也不一定 就说他们是不孝 而是呢 他们有可能 无法兼顾 那虽然呢 很勉强的说了这个理由 可是呢 现在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啊 事实上也是如此 大家都忙于事业 忙于前途 那必须24小时来照顾老人 那现在的这种人心啊 那是不太可能这样 所以现代的老人呢 孤苦无一的很多 我们为这种事情呢 感到感伤 感到悲叹 对于孝道 我们也没有办法 在这方面呢 有什么力量 来把它扭转 那所以呢 修道人 只能够说 例行的圣人的叫法 以身作则 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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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 一点点的光芒 我们上次讲到 孝 孝 孝道是一味药 那么它可以治病 它可以治疗 你的事业不顺 你的前途不顺的问题 所有人世间的 这种苦难跟障碍啊 孝道这一味药 可以来治疗它 那因为这一味药呢 不容易服用 不容易服用 不容易服用的原因是因为 认知道 孝道 是这么样的深广 无量无边 这么样的具足圆满的人 太少了 那所以呢 现代人心 必须透过教化 必须透过 听经文法 来将他们的这个思想理念啊 慢慢的灌输 那我们知道 孝道的道理 做的圆满 做的究竟 只有世间的圣人 出世间的佛 那所以 这个标准 这么样的高 那现代人呢 又这么样的去藐视 不重视他 以至于呢 现代的人啊 这个百病重生 那么 这个社会事件啊 自杀的 他杀的 仇恨的 这种 障碍的事情 打击的事情 是非常的多 那归咎他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 他们都 不按时服药 不按时服这个孝道的药 那事实上的孝道呢 没有办法让你按时 你必须呢 每天 你必须呢 24小时 通通 要带着这个孝道 在你的生活之中 那因为不太可能 所以呢 你只要能够按时服用 那么这样呢 也能够治好你的 这些诸事不顺 这些身体的病动 所以如果说人有身体病动 前途事业不顺 一直都没有办法改善 那么你试着来服这位药 酵道 所谓酵顺温和 酵味肝 那是一个很温和的药 所以它不会有副作用 那么它的味道呢 是很甘美的 甘美的表现呢 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谓父子子孝 胸有地公 那这样呢 不是一个很美好的景象吗 这个就是它的甘美 那因为呢 用柔顺的心 用真诚的心 恭敬的心 来孝养父母 所以呢 在整个孝子的家中 充满了太和的气象 一团和乐 那这一团和乐 就产生一个磁场 这样的磁场呢 是人伦之中最强最有力的磁场 所以孝道的力量 也成了影响社会动乱 最大的力量 哦 这个社会动乱安定的来源 的最大力量 那么在我们中国 这个笔记小说里面啊 呢 记载着孝道的故事啊 那是最多了 那么关于孝道的这个子女啊 他们的感应啊 很多都是不可思议的 有一位媳妇 带着她的婆婆 躲避这个瘟疫啊 他们家呢 他们这个家 这个村里面啊 发生瘟疫了 所以呢 政府单位呢 要人民呢 赶快撤走 那么没办法 他们家就剩这两位 那她的先生 到外地去 也不晓得家中的状况 那这位媳妇呢 带着婆婆 沿路的乞讨 半夜呢 住在破庙里面 那么就住在破庙的 这个晚上啊 就有瘟神啊 要来这个 播撒这个瘟疫啊 那么经过这个破庙的时候啊 她那个 脚啊 就去 踢到 这个孝顺的媳妇 那这个脚踢到 这孝顺的媳妇啊 那照理讲这个媳妇啊 可能隔天就要得瘟疫了 那结果不是 不久之后呢 在空中啊 就听到 有一位天神 在这个处罚 折骂这位瘟神啊 她说 你怎么可以去听到 这个 孝顺媳妇的 这个身体啊 那 那个瘟神啊 就觉得很 过意不去 哦 觉得很惭愧 对那个天神讲 对不起 我没有 一时 太敢了 没有看到他 那个天神啊 更加生气 那天神应该是他的长官啊 更加生气就跟他讲 你在胡说什么 每一位孝顺的人 每一位孝顺的人 他的头上都有光啊 那么你怎么可能 会没有看到呢 那这个瘟神就说 实在是因为太太匆忙了 一时之间 就没有看到 然后呢 就听到这个天神啊 来鞭打 瘟神 的声音啊 那这个瘟神呢 过了之后呢 他还生病 生了三天 那你会说瘟神也会生病 我们不晓得瘟神是怎么样生病 那么瘟神就是三天之中啊 都很不舒服 那么天神就跟他讲 因为你撞到了孝顺的媳妇 那那个媳妇的那个正气啊 会把你射伤啊 这个你应该清楚 那这个瘟神从此就知道了 对于世间的孝顺的人啊 这些忠诚孝子 这些恋女劫妇啊 看到他头上有光的人 你就是要避开 免得自己照样 所以瘟神最怕谁 瘟神最怕孝顺的人 哦 连温神呢 都要避开他的光芒 所以我们才知道说 为什么孝顺 就是审判 直接回天做神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天地 重孝 的道理 天地就是 所有的鬼神 所有的鬼神 都敬重孝顺的人 那么众生 也敬重孝顺的人 哦 在这个史书 禁书上记载 一个叫许知的孝子 他母亲过世了 他很难过 在他母亲的墓的旁边 陪他母亲啊 每天呢 都在那里哭泣 那为了把他的母亲的墓 顾好 他还设立了为篱笆 种这个薄树 把这个坟墓 把它包围好 免得了这些野兽啊 来跑土 来干扰母亲啊 那结果呢 有一天啊 他就 他来那墓墓 看到 有一只这个 猛兽啊 可能是 老虎啊 或者是豹之类的猛兽啊 在挖 挖他的那个薄树啊 母亲墓 旁边的这个薄树啊 那这个孝子啊 看到这个猛兽 非常生气啊 非常难过啊 他就说 我已经这么可怜了 你还要来欺负我吗 我母亲死掉 天是 她认为是世间最可怜的人 可见了她是一个 非常孝顺的人 在中国史书上啊 笑意赚 那个是 历代历草 通通在强调 那么据说呢 这只猛兽啊 被他这么一骂 当然就走开了 走了之后呢 这个 这个许之 隔天再来他的墓旁边啊 结果呢 就看到那只猛兽 已经死在那棵树下 那这是什么道理啊 这个道理啊 可能我们 用了刚才温神 怕孝息 怕孝子的这个道理 来解释啊 也就是说 孝子并没有要 这个猛兽死 可是猛兽呢 触犯到 这个孝子的德行 所以呢 天神 处罚他 那他的这个处罚 动物的处罚 可能比较严重 一被处罚就死掉了 以死谢罪啊 那这个是史书上记载的 那表示说呢 在所有的 这个天地之中啊 孝子 是不可以被冒犯的 孝子不可以被侮辱的 孝子是被歌颂的对象 被敬重的对象 所以孝子 他那个浩然正气啊 这个发放到整个宇宙空间啊 那是非常强大有力的 那他的那个 那个盗器的磁场啊 可以避应到整个社会国家 那当然我们要看他的这个 孝道的这个人 的公恨啊 有多大 那如果说像 孙 像这个明子千 这些圣贤人物这么大的话 那他们的避应的范围就更大 那那一般的孝子 也是一样有这个功能 他虽然名不见经传啊 可是他这个孝子 那么他在这个地方 社会上啊 自然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作用 那这个影响作用呢 就是整个磁场 在保护了他周遭的 这个大环境 那么也有人问说 这个孝子 也听说因为行孝 而死的 这个也有听说 譬如说有一个孝子 打雷的时候 下雨的时候 就跑到母亲的坟墓旁边啊 去保护母亲 让他哭泣 希望母亲呢 不要受惊啊 那结果呢 这个孝子啊 因为在田野之中啊 结果就被雷打死了 那么很多人 对这种事情呢 没有办法理解 那孝子既然为天地所敬重啊 那孝子怎么会被雷打死呢 这个 里面的道理啊 想必只有圣人 只有佛可以知道 那就是一个因果的 那种维系的关系啊 那么后学认为 孝子 因行孝而致死啊 这个都是因为 这位孝子啊 他还有更大的罪报 更大的这种 磨难啊 在后面等着他 那因为这个更大的磨难在等着他 那也许这个磨难是相当的多 有可能是一辈子的磨难 那老天 敬重这样的孝子 不忍心 让他再受这样的磨难 在此时此刻 就可以减少他的磨难 解除他的这个 挫折 跟困惑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他掉回去 那把他掉回去呢 回天做神 那么后学的解释是这样子 那如果用这个观点来解释呢 那么孝子回天 那么是这个 这个是必然的道理 那回天做神 或者是说他不想做神 他想要回到人世间 来继续发扬孝道 那么他到了人世间 自然有他的这个品格地位 那也许他就是一个圣贤 也就是一个君子 那或是一个良臣 那这些呢 对于社会 有一定影响力的人 都是忠诚孝子来转世的 这个也我们也是可以 认知这种说法 那所以孝胜这一味药 是每一个人都要服的 我们做人处事啊 你不服这这味药啊 你就是处处障碍 你做事情呢就是不会成功 哦 得了重病了 你吃药都没有效 看医生也没有效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服孝顺这味药啊 如果你今天听了道理 知道说这个孝道的重要性 那么你回去开始实践 开始去力行 哦 开始去弘扬 那么我相信 你的病情会改善 你的前途呢 也会了一片美好 这个是 百孝金经文 孝顺温和孝胃肝 这句话呢 那在笔记小说里面 哦 季晓兰 他的记录啊 有很多传奇性的人物啊 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 但是呢 他们那个修行的力道啊 都可能比修行人高超太多了 那他记录有一个人 那么他母亲呢 生了重病 那生了重病呢 他要赶去城里面去叫医生啊 要赶去城里面啊 就必须经过一条河 结果在经过河的时候啊 突然发生了 这个 洪水爆发 哦 就是山上下大雨 整条河的都是呢 滚滚洪涛啊 滚滚洪涛他看了就着急了 哦 不要说 想要射河啊 连坐船都不可能 那在岸上的有很多这个百度的船家啊 他就要求 要求 拜托这些船家 哪一个人可以行行好 能够帮他们渡过河 没有一个船家愿意 哦 看到这个滚滚洪流啊 谁敢渡河啊 哦 不要说 船 可能 没了 连生命也没了 所以没有人敢渡他过河 他呢 跪在河岸边 哦 哭喊天地啊 希望呢 天地呢 救他一把 那救他一把就是 救他母亲啊 结果呢 就是因为他这样在哭喊天地 结果旁边呢 就有一位船家 看到这个人 怎么那么孝顺 于是呢 就跟他讲 我来载你啊 哦 我不相信了 上天会毁灭一个孝子 所以 我要来载你 所以他要载他 哦 载他呢 就过河 过河一直过过过过 过到对岸 大家呢 这些船家啊 在 彼岸这边啊 哇看到对岸 他们已经过河了 哇 大家都拍手 都大受感动 哦 哦 这个孝子啊 为天所助 那这个船夫呢 也是不简单 他有一个理念啊 他说 他说啊 他坚信孝道的真谛啊 比那些读书人 的这种 这个修行人啊 还要 的心还要真诚 哦 孝子的心 比这些乳生 比这些 修行人 心还要真诚 所以呢 他在他绝对不会有问题 那从 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说 孝子 他的道场在哪里 他的道场 就在家里面 他的佛是谁 就是他的母亲 所以你要到哪里找佛 这个我们古代的人 古代的这些 修行人 都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 母亲就是佛 哦 一个人能够分到老母的人 那是天 天下最大的福报 结果呢 结果呢 大家呢 都把老母亲往外推 不曉得那个是宝 那不曉得宝啊 他就没有那个福分 就 在现代的人 就发生这件事情 有一个阿兵哥 他是家庭里面最小的 那他还在当兵啊 就在当兵的时候啊 他父亲也过世了 父亲也留下一笔财产 那他的这哥哥姐姐啊 都已经结婚了 那么就在他当兵这段期间啊 他的这些哥哥姐姐 通通来吵他母亲 哦 三天一小草 五天一大草 不管 住的多远啊 就回到老家 来吵他 吵什么 当然你要把 父亲留下来的遗产 把他分下来啊 哦 你到底要 要掩盖到什么时候 哦 人到什么时候才要发 每个人呢 对母亲的口气呢 就非常的恶劣 那希望呢 母亲把钱拿出来 那种景象呢 我们是看的是 觉得会很恶劣 那么 在现在社会 已经见怪不怪了 见怪不怪了 奇怪自败了 嗯 不是有这种说法 所以见怪不怪了 这个一定是先 都是这样子 那好了 然后母亲 被他 跟他们大家 搞得这样乌烟瘴气 没有办法 就只好 就只好 把这个 这个 存款里面 这个存款啊 都交给他们 让他们自己聚分 他也不管了 存款印章通通交给这些 兄弟姐妹 那他是气到不行 看到自己的儿女 这么不孝 他也 对于人世间 不再有任何期待 虽然他还 虽然他还 还这个 心系的 有一个最小的儿子 还在当兵 那唯一的心系的 就是这个 但是呢 被眼前的景象 已经呢 伤心欲绝 所以当他那些兄弟啊 当这些儿子 女儿啊 把钱拿走之后 他一个人呢 走到房间里面 想要上吊自杀 没有比这个 儿女的忤逆啊 那种打击啊 还要来得更大 那他在上吊自杀的时候啊 那隔壁的人啊 就听到他们这一家呢 这样呢 吵吵闹闹啊 叮叮叮叮啊 知道说呢 这家可能出事了 要特别注意一下 等到这些儿女通常走了 看 听到里面这样安安静静啊 趕快进去看 看到那个房门 有一件事锁住了 叫人叫不应啊 赶快把门冲开啊 看到老母亲已经上吊 那结果赶快的去把他抱下来啊 抱下来送医 结果呢 还是救回来了 那救回来之后啊 他想到 那个小儿子还在当兵 所以呢 他也不再寻视了 还有一股维系他在 在人世间的力量 那这个小儿子啊 在军中 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啊 非常的痛恨 非常的难过 他的哥哥姐姐 把财产都拿走了 只剩下一个老母亲 留给他 那他 他说 刚开始啊 对这件事情呢 非常的气愤 难过到呢 在军中啊 什么事情也做不下来 那 在军中 怎么可以让你这样子呢 就有辅导长来辅导他 就问他看怎么回事 辅导长 辅导长 是道亲 那也算是修行人啊 那辅导长在军中 事实上他的 他的影响力很大 他在 主管的 这个 官兵们的 心理辅导 这个 政战业务啊 那辅导长就问他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 那个 阿兵哥啊 起先也不想讲 那辅导长的爱心啊 慢慢跟他 感化 就把他们家 发生的事情啊 通通告诉他 这个辅导长 一听到 他的这个说 说明啊 没想到辅导长回应啊 却是呢 很特别 辅导长说 那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 这个阿兵哥呢 想说你在恭喜什么 我的财产都没有了 我爸爸的财产都被我兄弟拿工了 这个啊 我只剩下 我只分到一个老母啊 然后辅导长就跟他讲 分到老母 才是人世间最大的福报啊 好 何况呢 还有一个老家在那里啊 那么你分到老母又分到老家 哪有人比你幸福的啊 那这个阿兵哥听得很莫名其妙啊 搞不清楚辅导长到底在讲什么 怎么可能分到老母是人世间最大的福报 那辅导长你就跟他讲 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你礼拜六的时候啊 有没有休假 没有休假 没有休假那好 礼拜六晚上 我带你出去走一走 要去哪里呢 去哪里你不用管 你只要跟我走 你就会知道了 到时候呢 就可以解开你所有的问题 结果离拜六了 辅导长带他去哪里了 带他去附近的佛堂求道 那求了道之后呢 拜老母啊 才知道说老母啊 是我们天地之间的主宰 最根源 最直接的 那个源头啊 那老母 这个主宰的天下万事万路啊 那这个天上那个老母 跟人间这个老母 其实呢 意义上呢 虽然差别很大 可是呢 它的这个作用啊 都是一样的 老母 老母化身成现在的老母 来照顾天下的众生啊 那所以 你得到老母 你得到老母了 不是就得到所有的一切了吗 那这个 那这个阿兵哥啊 求了道之后 知道老母的可贵 那也知道了 孝道的重要性 所以他就把那一份怨怒的心呢 给降服了下来 那么接受了 那么接受了 辅召党 的这个辅导 那么甚至呢 辅召长 也拨控跟他到家里面 去安慰老母 那这个老母亲啊 其实 也是有他的过人之处 一直到这个 阿兵哥退伍了 退伍之后呢 去上班 就跟老母亲住在一起 在这个老家 那么哥哥姐姐呢 也很少来过问 哦 当这个阿兵哥 准备要结婚的时候 这个老母亲啊 突然又拿 拿出一本 这个存款簿 交给他 里面呢 有一千多万 那这个 阿兵哥啊 当然已经不是阿兵哥了 非常惊讶 说 他说 母亲怎么还有这笔钱啊 因为啊 他母亲 早先就预知到 他的这些哥哥姐姐 一定会在这个老父亲死后啊 来增财产 所以呢 他预先呢 他预先呢 把一笔财产啊 存到另外一个户头去 就是专门要给这个小儿子的 哦 这个小儿子啊 当然是喜出望外 非常的 这个亚裔啊 没想到 这个福导讲 讲的话是真的啊 他说分道老母是人世间最大的福报 那他就 那他就 体悟到这句话了 那原来老母亲 不只是老母亲而已 他里面呢 有很大的 这个恩德 有很大的这种 这个 亲情在里面啊 所以他意外的得到这笔财富啊 发心啊 好好的修行 后来也是在道长了 这个很发心的一个人物 那所以这句话真的是 是真理 能够拥有老母的人 能够得到老母的人 那是人世间最大的福报 那所以你看 这个百孝经他讲到 孝葬佛力超九天 哦 他这个佛经 大宝基经里面 讲到一句话 他说呢 是于诸世间啊 何者为父 何者为品啊 那么 卑母在堂 名为罪父 卑母在世 卑母不在 名之为品啊 那就是说 慈悲的母亲啊 还在人世间 这个就是最大的富贵 老母这个老父母不在了 这个就是人世间最大的贫穷 那由这句话呢 我们也可以印证到刚才那个故事 就是 父母亲是人世间最大的财富 哦 这个老母当然包括老父啊 那贫富在哪里 贫富在孝道 孝道 孝道能够呢 父母子女啊 父母子女啊 一团和乐 这个是人世间呢 最好的孝道 最好的宝贝啊 那如果呢 为人子弟的 他还能够修行 哦 还能够呢 好好的这个 这个力行 圣贤之道 那么他还可以呢 藏着这个圣贤之力啊 这个佛菩萨的力量 那这个超九天 就是 超拔父母亲 哦 父母亲还会因为 拥有一个君子 一个圣贤的这个儿子啊 他能够回归 回归天堂 回归礼天 所以才是真正的 一子承道九祖乐 哦 所谓一子承道 九玄七祖敬超圣 那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一个孝子 所要敬的 这个大大孝 哦 来显扬 主得门峰 来超拔这个主父母 父母 那这个是人世间最大的孝行 所以 一个子孙 在世间 他的这个修行啊 是很重要的 好好的修行 好好的将这个孝梯中心 离义廉恋恋 这些伦理道德 这些伦理道德 力行在人世间啊 那么 你的这个祖先 你的父母 东通沾光 这个是 我们说 敬大大孝 那么这个佛 佛门里面 廉恋大师 他曾经分 这个世间的孝 跟初世间的孝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世间的孝 那他这里又讲到初世间的孝 那他当然说 他所讲的初世间的孝 就是要劝父母亲啊 能够呢 齋戒奉道 一心念佛 往生极乐 这个才是初世间的孝 那么其实呢 到了我们现代 这个初世间的孝 跟世间的孝 已经没有分别了 没有分别的原因呢 是因为 这个迷了祖师啊 统统把他包裹了 那当一个孝子 好好的修行 可以操把父母 那么又能够劝父母 一心栽戒 然后呢 这个修道 不离道 那父母亲呢 也可以往生净土 这个是 当前 明师的一个宏愿 这个佛的一个 这个愿力啊 那我们沾到这样的愿力啊 我们都可以往生净土 那所以呢 现代的修行 不一定是要出家念佛 念佛 或者是说呢 到庙里面去修行 我们都不断在强调 这个现代的课题 就是以主加为主 那么你跟对的课题 那么你跟对的课题 跟对的课题 那么就是符合现代 世间的需要 人心的需要 那你好好的在这方面的需要 好好的去实践 那么你自然就会有成就 哦 当然讲这些呢 其他宗教的人 一定没有办法接受 那没有办法接受 也没有办法 哦 相信天命的人 他自然的就会去遵守 就会去实践 那不相信天命的人 当然就靠自己的方法 那各有因缘呢 哦 所以呢 总在预言不同 哦 预言不同呢 当然他所成就的 的境界也就不同 那么有的人呢 他所遇的缘非常殊胜 哦 这样的殊胜呢 也是他累积 所累积下来的善跟福德 跟祖先的这种 教化门风啊 所得到的殊胜因缘 那有的人呢 就要绕好大一大圈 才会找到 那有的人呢 不断在轮回就是找不到 所以说总在预言不同 百孝经 他的最后一句话 消灾免难百孝篇 那么这句话呢 作为一个总结啊 是很符合现代的世间啊 那么我们人 只要呢 能够好好的例行 百孝经里面的这些经文 把这个孝道呢 真正的做到 那世间呢就可以免于灾难 哦 而且呢 交除各种的天灾地变 你想想看 心有不得返球出奇啊 一切的困难 障碍 打起跟挫败 乃至呢 生活上的困境 我们想想 为什么别人没有 而我特别多 那么我们不是主事大德 更不是圣前怒 所以呢 不是说为了担负众生的使命 这一定是呢 这一定是呢 我们在 这个信心上的功夫啊 还没有 精进努力啊 哦 还没有在这个圣贤的教化上啊 好好的 来用心来学习 那所以 我们 透过这种 讲述的方式 能够 来教化大家 让大家呢 透过这种经教的学习啊 也只有达到呢 成佛 成圣圣满的境界啊 父母才会不担心 那么当一个人 成圣成佛了 他怎么可能让父母 淪落在外呢 让父母还在六道里面轮回呢 所以呢 也一定要救度 他的父母 那父母的对象呢 扩及到一切的众生 所以你才知道说 孝道 他的深度 他的广度 高度 是 五眼佛界了 这个五眼佛界的境界呢 只有佛 才能够做的圆满 也只有佛才能够讲的圆满 那所以我们用 比较多的篇幅来讲孝道 主要呢也是从 白水老人 百孝经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经文字役啊 来解释 我们也是抽了几篇 来讲解 所以可见呢 根本没有办法把它讲完 那百孝经呢 那百孝经呢 也只是代表性的 将几个 我们社会 人心所需要的 这样的一个 现象呢 把它讲出来 所以我们 百孝经另外呢 有一个专题 也有一本专书 在专论百孝经 专论孝道这个德目 那如果说我们有兴趣 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参考 那么 今天呢 我们是要讲 众师尊 所以孝父母众师尊 这两个呢 是一个修行人 最基本的 一个德行 佛教讲 孝亲尊师 孝亲尊师 就好像 修行人的两条腿 那么只有这两条腿呢 互相作用 人才有办法走路 人才有办法跑步 你看父母亲 给我们生命 如果没有父母亲 给我们这个肉桶 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 在世间上有所立足 想要在世间上有所成就 那么 生命都没有了 你想成就什么 所以父母是大恩 父母是第一个 我们要感谢的对象 那么 那么因为 现在的社会 已经很少在强调 孝父母这个孝子 孝道 所以呢 极力在挥养 极力在弘扬孝道的精神 但是我们也很遗憾的 看到 我们所弘扬的对象 仅先于小朋友 儿童独金犯人 那么我们要等到这些小朋友 真正的落实孝道 来改造 整个社会的环境 你说这有可能吗 完全是不可能 为什么说不可能 因为你本身就没有做到 你凭什么要小孩子做到 你自己若做不好 小孩子 有样学样 他一样化葫芦 他照样呢 做得跟你一样 那所谓觉悟的人 他绝对不会依靠小孩子 来弘扬 这些圣人的德行 他一定呢 自己 以身作则 然后呢 教育好小孩子 教育好下一代 让自己呢 跟下一代呢 通通得到圣人的教化 然后我们才有力量 来转化社区 进而呢 转化社会 国家 世界 所以 父母亲给我们生命 我们的人 来到人世间 这个肉体 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哦 我们能够在社会 所发挥的到底是什么 那么这个 这个问题啊 是一个大问题 那么想要找到答案呢 只有透过一个真正觉悟的 老师 学悟的明师 学悟的明师啊 来告诉我们 那世间的师父 他还没有办法告诉我们 哦 哦 因为一般的师父 只能够 教给我们记忆 教给我们知识 哦 教给我们各种 生活在社会上 所应该立足的这些资料 但是对于 那种 超越 超越的智慧 对于那种形而上的道理 一般的老师 他没有办法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讲 众师尊 师尊啊 师尊这个字眼 他高于师父 你看以前叫称为师父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 这个师父 这样的一个称谓啊 已经是算是很恭敬了 那么我们 在道场讲众师尊 这个师尊 这个尊啊 他是高于父 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是尊贵无上的 哦 独一无二的 所以叫做师尊 那么众师尊呢 众这个字眼 众就是一种分量 就是一种内心的敬重 那么我们知道 人会发出 一个敬重的心态 那么一定呢 这个人 他身上 所流露出来的一股 让人 自然而然 朗现出来的 那一份自信的流露 所以敬重 敬呢就有一面不生 这样的意思 哦 就是说你要做到自成 你必须没有一丝一毫的那个杂质 哦 这样的一个杂贱 掺杂在里面 你是完全的自信流露 完全的对于这个师尊 对于这个道 嗯 百依百尽的公顺 是的老师 是的师父 哦 在师父面前呢 我们其实就完全的指导 那么这个重呢 敬重 重就是来自于自信的感恩 来自于自信的忏悔 我们听从师尊的话 哦 我们对于累劫累世 所造的 这个罪业 的这个错误 我们要忏悔 如果没有懂得忏悔啊 我们不 没有办法消除以前的罪业 那没有办法消除罪业 当然就没有办法 跳脱人世间的束缚 所以要忏悔 要感恩 感恩是我今天有这个机会 可以跳脱 六道轮回的束缚 哦 可以解脱呢 累劫累世的这种羁绊 那么这是 师尊 他可以引导我们 走出一条光明的路 所以我们说重 所以敬重 是一个自信的流露 也只有从自信流露了 才能够表现出 师尊他所代表的那一份的分量 那个道不可言语的 无法称量的 那个道位本体 所以在佛家 孝亲尊师最好的代表 就是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 如果我们有看过地藏经 我们会知道说 这是一本非常特殊的经典 因为呢 他这个经典 他是在道立天 讲奏的 佛陀为了 报答母亲的恩德 他到道立天 来讲奏 这个地藏经 那所有的 这些人听会众 通通通跑到道立天 来听佛讲句说法 那么而且呢 里面呢 最殊胜的现象呢 那就是 这个 释迦牟尼佛啊 他还没有开眼之前啊 所有的诸天仙佛 通通一起来到 那这里呢 这里说所有的诸天仙佛啊 是 是一切的佛 过去佛 未来佛 现在佛 不管哪一个净土的佛 通通来到现场 来听 这个佛陀讲经说法 讲地藏经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这个先佛 要来听这部经呢 里面啊 这个佛陀 还曾经问世间 这个 文殊势力菩萨 他说文殊菩萨 你先 你算算看 在现场 你会的这些 这些佛菩萨 这些天佣八部之中啊 到底那个数量有多少 文殊菩萨说啊 我用我的智慧 我们知道文殊是代表智慧 菩萨里面呢 大智慧 大圆满 就是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曾经是欺佛之师啊 所以 他是代表无上的智慧 那么文殊菩萨回答佛陀 竟然说是没有办法称量 也就是说现场要来听地藏经的 这个佛啊 到底多少个啊 用他的智慧呢 没有办法称算出来 那么不但文殊菩萨没有办法称量 连佛头也自己说 就是连我也没有办法 连佛都没有办法算出来的这个数量 所以可见呢 这个地藏经啊 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典 在所有的大藏经里面呢 只有两部经哦 有这种现象 那一部就是地藏经 一部就是华严经 那华严经是佛门里面 很大部头的一部经 也是呢 对于这个佛菩萨所讲述的一个大圣的法要 那这两部经呢 才有这种现象 那么我们现在在民间流传的这个地藏经呢 它这个开头的现象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啊 这个所有的诸佛菩萨 他们的成就啊 都是依靠这个孝亲尊师而成就的 那么这些佛菩萨呢 也通通都得到地藏王菩萨的教导 然后成就了 他们都成佛呢 地藏王菩萨仍然呢 留在这个地 这个地狱啊来度化众生 因为他的本愿呢是要 要度化地狱的众生 那不只地狱的众生 凡间的众生 一切的众生 他通通就度 那么为什么地藏王菩萨 他愿意发这个愿 在地狱救度众生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也就是说孝亲尊师的重点 那么地藏王菩萨 在有一世的出生啊 他是在印度做佛罗门女 也是一个富贵的长 长者啊 那么这个富贵的女性啊 有一天呢 他就梦见他母亲啊 在地狱受苦 那受的苦呢非常苦 而且呢 这个不久之后啊 要来投生做这个地藏王菩萨 他们家的悲女的小孩 那小 这个小孩出生之后呢 十三天就要死亡 那么他的母亲呢 不但是在地狱受刑 来到文世间呢 也是没有 没有好报 也是受尽各种苦果 那么他就希望地藏王菩萨 这个佛罗门女 能够救他 那这个佛罗门女醒来之后啊 也不晓得怎么救他母亲 那后来呢 就遇到了一个罗汉 罗汉脱钵到他家 那么他就把他引寄进来 很慎重的这个供养他 并且呢 请教罗汉 这个 这位有修行的人啊 能够告诉他 怎么样解救在地狱的母亲呢 那么这个罗汉呢 就入定 入到这个地狱中啊 看他母亲的状况 所以我们知道呢 罗汉呢是可以随时入定 入定出定的 他可以随时进入天堂 进入地狱 所以罗汉的境界呢 事实上在我们世间来讲 已经达到了这个圣人的境界 他已经不退传 他在六道之中呢 可以来去自我 但是罗汉呢 还是不及菩萨 主要的原因呢是 罗汉呢 他自修自证 自了自悟 他比较没有触及到 創生的普度 这一个层面 所以罗汉呢 总是要回小向大 他才有办法 来成就菩萨道 那么他在入定的时候呢 就看到他母亲啊 哇在这个地狱啊 受到很大的苦啊 那种苦啊实在是苦不堪眼啊 慘不忍睹 就出定啊就跟他讲 就跟 就问这个婆罗门女 这个女母亲啊 在地狱受到很大的苦啊 很大的刑罚 她生前到底是做什么的 怎么会受到这么重的刑罚 然后婆罗门女就跟他讲啊 哎呀师父啊 我的母亲啊 生前呢 都喜欢吃鱼 而且呢 刹那个鱼的软 吃那个海鲜 都很喜欢吃啊 那劝告她呢 她也不听 就吃很多 造下了这个沙叶沙 很重 那么就不信佛法 毁谤佛法 所以呢 现在呢 受到这个地狱的酷刑 求师父啊 你能够指导 看如何呢 帮助我母亲 解脱地狱之苦 那这个 这个阿罗汉呢 他就跟他讲 要帮助你母亲啊 只有佛才有办法 也就是说你要去求那个 嗯 当时有一尊佛 叫做绝法定制再往如来 哦 你要称念佛的名字 请佛来救度 那么这个绝法定制再往如来啊 在这个佛罗门女的时代啊 也不是正法时期 也就是说这尊佛也已经 捏盘 往生了 那么所以呢 这个佛罗门女啊 只好到绝法定制再往如来的庙 去祈求佛能够救度她的母亲 那他这个求呢 就不是一般的求 哦 我们可以感受到 他那个求呢 一定是相当的诚心的求 然后在佛前呢 一直称颂 绝法定制再往如来的佛号 那么一心呢 只想救她母亲啊 那么这个 这个时候啊 求到一半的时候啊 就佛就感应了 就跟她讲 你就回去 继续称颂 我的佛号 然后呢 你就可以 到地狱去救你的母亲了 然后她当然啊 听到佛这样讲 就非常高兴 就回去 继续称颠 那一天晚上就做梦 梦到呢 她到地狱 看到这些 地狱的鬼族 看到鬼王 然后鬼王就问她说 诶 这位菩萨你要找谁啊 那我要找我的母亲 我希望呢能够 来这里帮助她 那鬼王才问说 当然她们之间还有一些对话 了解第一个状况 这个我们自行去参考 鬼王就问她 那你的母亲到底是哪一位啊 那她就跟她讲 我的母亲呢 就是某某某 然后那个鬼王就跟她讲 哎呀那个人 她已经往生了 她已经升天了 而且呢不但她升天啊 連啊跟她关在一起的 这些罪犯啊通通升天了 听说呢是因为 她的这个女儿 她在人世间有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 去求绝华定赐再往无来 那么她的这个供养的功德啊 帮助她的母亲啊 都已经升天去了 然后那个 这个婆罗门女啊 才恍然的 这个回到县子啊 才知道说母亲已经升天了 也就是说母亲已经得度了 这是地藏王菩萨 地藏经里面 其中记载 这个地藏王菩萨 这个因地修行里面 其中的一段故事 孝亲尊师的故事 所以你看地藏王菩萨 她要帮助她的母亲 是到地狱去帮助啊 哦 我们很少说 很少说有人说 要去帮助母亲到地狱去帮助的 这个如果说没有一个很大的一种愿力啊 很大的一个这个虔诚的心啊 是没有办法这样子的 那么她因为地狱只有两种人可以 可以到那边啊 一种人呢就是受醒的人 一种人呢就是佛菩萨 那这个光木 这个婆罗门女啊 哦她叫光木 能够得到佛的加逼到地狱去救她母亲 那 光木啊她才发愿 要救度地狱的这些众生 因为她心眼目睹这个地狱实在是太苦 哦 希望累劫累世呢 要来救途真 救多这些地狱的众生啊 啊 希望母亲呢 她生天之后呢 不要再受人世间的这种果报 有些人说轮回的果报 孝亲 是到地狱去救母亲 尊师呢 是因为 对 供养 尊受 绝法定斥再往如来 所以呢 成就了她的这个孝行 那么你看哦 我们送父母给我们生命 那老师呢 她可以给我们慧命 这个慧命啊 就是我们的自信 慧命是 这个无有穷尽的 慧命呢 是无量无边的 那么如果说 一个人能够证得 法身的这种慧命 那么他就已经是成佛了 他就跟天地长存 他就呢 没有时空的一种限制 回归本位 那么老师 师父呢 师尊呢 有办法 给我们慧命 只要我们照着他的方法去做 那么我们就可以 得到 这个法身慧命 那这个法身慧命 也不是老师给我们的 是我们本来 去除了 所以六祖慧人 他开悟的时候他讲 何其自信 本不生命 本不动摇 本自具足 能生万法 他讲的这些 这些开悟的话 可以在这里印证 所以我们的自信呢 是圆满 具足 那么我们今天呢 为什么不了解我们圆满的自信呢 那就是因为 我们受到了各种的 妄想分别执着 给障碍住了 那这些妄想分别执着呢 就是人的贪嗔痴 所形成的 所以呢 要放下贪嗔痴啊 要走上觉悟之路啊 只有透过 明师的旨意 所以我们这里 讲众师尊 特别要来强调 这个师尊是指明师 不是一般的师父 也不是一般的老师 那么明师呢 不是很有名的师父 明师呢 是一个 已经觉悟的一个圣人 他了解 生从何来 死从何去 他了解呢 这个人的本来面目啊 根本就没有生没有死 只有正德局 觉悟跟解脱的智慧啊 我们才有办法了解 我们的本来面目 那么要度过 人生的这样 这一段的苦海啊 也只有透过老师 这种明师的法 法周啊 才能够帮我们度过 这种生死 轮回的大海 所以老师的恩德 非常重要 为什么才说 要众师尊 那么生命跟会命 哪一个重要呢 生命跟会命 事实上都很重要 所以父母亲对我们很重要 老师对我们很重要 那你会说 可是会命不是 无量无边的吗 无情无尽的吗 那生命只是有冲进的啊 虽然是这样 没有错 但是我们要了解 如果说 没有生命 没有这个肉体啊 我们在这个 没有肉体的 这种时空之中啊 要来修行是非常困难的 没有这个人世间的这个红乳的历恋啊 我们要想证得这种解脱的智慧啊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 道场子 假啊 借假修真 我们道之中史里面 也强调我们要借假修真 那么假的 能够得到真的 所以可见假的也很重要 假的重要呢 不是因为它假的本身在重要 而是呢 假的可以 可以得到真的 可以正得真的 这件事情在重要 所以重点还是那个真的 所以借假修真这件事情啊 我们就是我们 生命的意义跟价值 人来到人世间啊 等洪洪二乌走一招啊 也不晓得自己的使命 也不晓得自己的任务 就按照我们自己所设定的 这个城市啊 这个剧本啊 再走 所以呢 人会生老病死 人会经过各种的这种 喜怒哀乐的过程 人会有这种情绪的起伏 以及环境的变动 这个都是后天环境 我们自己所造成的 我们按照自己的程式 自己的剧本去经历的 那所以说 美国的这个预言家 他本身也是一个通理的人 他曾经说 一个人在人世间 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 都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 也就是说都有前因后果 你今天出门 会碰到什么人 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重 是小 大小事件 这些事件的发生 通通都是有他的前因后果 那如果想到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说 这个人啊 来到人世间这一世 已经不小了经过几世 千百万世 佛经在形容 我们累积转身的 过了这些肉体 把它堆积起来 就像一座山这么大 那个骨骨头啊 那个骨头啊 就可以像山这么样的高 那么我们肉体 所包藏的这个血液啊 如果把它聚集起来 比这个河流 世间的河流都还要 都还要长 还要大 比这个世间的大海 都还要大 那可以 可以想见了 我们美洁 也是所做过的这种 这种轮回的状态 那是 没有办法想象的久 那么今天 我们有这个机会 碰到一个名师 能够告诉我们 回到本来面目 我不要在 这个 接受 六道轮回的安排 我不要在这个人世间 跌跌撞撞 受尽各种苦难 唯一超多跟解脱的智慧 只有依赖名师 所以我们讲 众师尊 这可见呢 这个师尊 对我们的这个恩德 这大 大到我们自己 都没有办法形容 因为我们不晓得 我们过去是 到底转世多少了 我们社会的苦多少 今天我们能够脱离 这样的苦 只有依赖 民事的教法 所以 众师尊 是一个很重要的得目 今天我们的社会 不懂得孝庆 不懂得尊师 对父母不孝顺 对老师不尊敬 虽然这个老师 并不是我们刚才说的名师 但是呢 师就是一种脸伴 师就是一种代表 我们如果能够尊敬老师 孝顺父母 那么在我们的社会 必然是一个 这个圣贤君子 善人充满的社会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 我们必定可以过得 安享乐令 真的做到了 所谓的业不庇护 怒不时宜 这种大统的境界 那今天的社会 我们每天所看得到了 接触得到了 已经离那个境界 太遥远了 最近呢 有一个新闻 一个硕士班的学生 人称很孝顺的 的一个学生 在公园 去欣赏夜景 就无端端的 被五六名青少年 给打死 震惊色畏 那抓到这些青少年之后呢 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 打死人呢 那这些青少年呢 竟然也说不出 这个道理出来 然后随便乱掰 就说他们喝酒 然后不晓得状况 所以你看 从这个事件啊 我们可以知道说啊 我们现在的社会啊 到处充满危机啊 我们只要走出 走出这个大门啊 危机事故啊 一个不小心啊 我们就受 就会受到伤害 那所以以前在讲 这个恐怖分子 都怕外国的民主 来侵略我们的民主 现在恐怖分子 已经没有那么遥远了 恐怖分子 就在我们的生活 之中啊 就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我们的社区之中啊 你如果一个 一个不小心 就跟这些冤军在主碰破了 然后呢 你就被逃爆了 如果说发生事情是没有 不是没有原因的 有它的前因后果 那么这个前因后果呢 我们可以想象 就是我们以前曾经做过 这种事情 我们曾经干过 那么现在这些人呢 因为呢 这个环境自由了 因为呢 这个整个工业的现象呢 已经形成了 所以 这个因果的这个讨到啊 非常地快速 遇上 马上就要给你讨 那冤亲战主也怕讨不上啊 所以大家都很急啊 人心很浮动 这个整个社会很灶乱 所以这个 现代社会的乱 不是兵荒马乱 不是战争那种乱 这种乱呢 是人心在乱 那种乱呢 比兵荒马乱还要可怕 我们讲错一句话 我们做错一个动作 你马上呢 就受到伤害 那么处在这样的 这个极端恐怖的 社会环境之中啊 那么我们要怎么自处呢 自处之道 就是孝亲尊师 你把孝亲尊师的道理做好 把孝亲尊师的道理做到 那么呢 你的磁场 自然就会发出一种 和善 这种慈想 的这样的一个 氛围 那这样的氛围呢 会感染别人 会影响别人 那么因果 遇上的时候呢 他的讨报呢 也不会这么样的极端啊 所以自己 本身要做好 孝亲尊师 一定要来提倡 现在 我们提倡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这个人 好像只有在学校 或者是 各种 这个宗教团体 才有在提倡 才有在讲 现在 一般的人 都不讲 父母亲也不讲 父母亲哪有资格 讲孝顺 孝顺父母呢 因为他们自己呢 忙到 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做到 他哪有办法教儿女 那么老师 在学校 环境 虽然讲尊师重道 可是呢 老师自己也做不好 老师的言行 也这个不检点 老师呢 也只是 停留在这种 这种记忆 知识的传授 对于人跟人之间的 那一种 生命的交流 对于心性的对话 老师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对于圣经圣贤的教法 老师没有研究 甚至我们要说 这个大学的教授 在于这个经典的体悟上 对于这个圣人的 这种教法上 他可能还不如一个道场的讲师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现象 都充斥在一种 这个经济为导向 科技挂帅 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而产生今天社会 世界这样的一个动物 这到底是谁造成的呢 谁有责任去扭 扭转这个局势呢 各位前选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那不是我们在这里讲一讲 我们自修自了 说我们做得很好 别人做不好 不是这样子 我们也有责任 我也有责任 我们要怎么样 把这种孝亲尊师的观念 把它推广到这个生活上 落实到社会上 让每一个人 通通来学习 孝亲尊师的道理 那所以呢 要来推广孝亲尊师啊 第一个重点 就是我自己有没有做到 所谓这个正己成人啊 那你自己都没有正己了 你如何去教导别人呢 那单单这个孝亲尊师 事实上说起来就是一个孝字 你孝字做到了 你在学校一定是尊敬老师 在社会上一定是尊敬这个长辈 这个是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那根本中的根本 就是孝道 那一个修行人 你想要修行境界有所突破 你想要在这个人生的困局中 当中有所顿路 你一定是要尊师重道 师代表那一个道体 那么师呢 用道成肉身的模式来教导我们 来传道给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呢 对于道的敬重 对于道的仰慕 同时就是对于师的敬重跟仰慕 因为师是代表道 那如果说我们有人会说 可是有时候师 他还没有开悟 我们所谓的师 他还没有正道 那常常用各种 不合理的这个手段 来加压在这个学生的身上 独耳的身上 那么我们还要尊崇吗 如果说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还是要尊师重道 因为你所敬重的 不是这个人的脾气毛病 是这个人 他背后的一个天秘 跟道体 我们说众生都是佛 众生都是父母 那么你对于佛 对于父母哪有不尊心的道理 何况他又是师呢 师是要传我们会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们怎么可能没有尊重他呢 所以师对我们的恩德太大太大了 每天要怀着感恩的心 我们说生活在感恩之中 对于师的教导 不管是顺的 不管是逆的 我们通通要逆来顺受 因为我也想成佛 我也想成圣 那么一个成圣成佛的心态 看待的一切都是圆满 都是自在的 即使各种打击与毁坏了 在家租在我的身上 我还是一样如鲁不动 只有做到这样才是真正的孝亲尊师的 那这个做到这样呢 相当的难 相当的难 所以修行忍 就要有忍入的功夫 金刚经 他里面提到 一切法得成于忍 说明我们要修一切法 是从这个忍制之中 来修成的 别人对我打骂 毁谤 攻击 我还是一样 笑一笑 接受他 包容他 不与他计较 那么这样呢 才真正的能够看到 道德化育 因为他在成就我 他在替我消业障 我这个业障消了 我的层次 我的等级就更高了 所以呢 千万不要再回急 也不要抱怨 甚至呢 你更不能批评 嘴巴不讲 连念头都没有 这个才叫做神 你要放下 别人对你不好的 这样的一个念头 通通要放下 这个才是真正的神 只有做到这个神 才可以 世界大佛 平安无事 那么 韩玉他曾经讲 失者 所以传道 受业解惑也 那传道 传 传的要是正道 解的要是 正知 这个受的 要是正业 那这样的才有 才可以讲 传道受业解惑 那才是真正的诗人 那当然以前 读书人 他就是 在读四十五星的 所以古时候的读书人 他就是 修行人 当然呢 所学的是圣人的教化 所教的也是圣人的教化 所以 韩玉讲这句话 传道受业解惑也 在以前的读书人来讲 是可以 是可以做到这样子 那么现代的 失者 所谓传道受业解惑 已经没有传道的功能了 这个是可以了解的 那只有受业解惑 受呢 是一种知识上的 得一种传授 那解的呢 也只是 这个 知识上的 得疑惑 那其他的 更在 更高一层的 所谓行恶上的 老师是不管的 所以现在老师的 传道受业解惑 跟古时候的 是差很多了 那么我们今天是强调 修行人 强调民师 所以民师呢 一定是传道受业解惑 那民师所传的道 就是 天命的大道 这种天命的大道 只有自己去自修自悟 你才能够了解到 那一份道的本体 那个道位的这种 去位 所以师父引进门了 修行在个人 每一个人 如何能够进入到 那个波折性海 那个 这个 这种 很逍遥自在的 那一份 这个天地 只有了自己 靠自己 好好的下功夫 好好的在这个 社会上历练 你才能够体悟到 老师所给我们的道 这个道呢 不同于一般宗派 一般的这个 师法 所教给我们的道 如果没有天命民师的教导 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 什么叫做天命大道 什么叫做超生了死 超反入圣 这个都是 一个正道 一个大道 能够带引我 走向的这个规矩 那老师 宗业 宗业呢 是教我们的 这些 工法 教我们的这些 这些道理 透过这个道理 来解决人世间的问题 所以叫宗业 所以他这个业呢 是正业 业是一种 正确的知见 那佛的知见 圣人的知见 透过这个 正知正见 我们才有办法走向 一个光明的觉路 那佛呢 佛就是疑惑 迷惑 那世间人 迷惑 那么世间人 因为会成为世间人 主要都是有他的迷惑 有他的疑惑在里面 所以一念不觉 而有五米 这个一念的不觉 而产生的疑惑 那疑惑呢 会成会造业 你会不懂 所以做了更多的坏事 做了更多的 这个因果出来 做了因果 你就要受到 所以说家讲 货业苦 货业苦 一直在呢 轮回不断 所以要透过老师 来解惑 那解的人是 一种 对生命的 的疑惑 对心性上的疑惑 只有呢 在修行上呢 好好的来 来 传授这种 正知正见 才能够解 解除 我们六道以来 这个生命的大疑惑 那这个大疑惑呢 也只有透过明师 他才有办法 来给我们指引 所以师啊 传道授业解惑 这是非常的 很大的一个恩德 那么也非常的用心 所以以前啊 这个徒弟跟着老师啊 一定要呢 一门深入 跟一个老师 好好学一门 一门功课 即使老师呢 会很多法门 老师呢 也只 也只教你一门 也要你学一门 他把这个 这一门交给你 就是因为 你的根性 你的这个言行的习惯 适合这个法门 然后他教导你这个法门 你就从这个法门呢 去好好学 好好下功夫 然后呢 好好地去顿路 这一门 所以一门深入的做法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符合现代人的根气的 以前呢 这个学校 学生呢 跟着老师啊 老师一定是要求他 只可以听一家之言 一家之言是谁的言呢 老师自己的言 只可以听老师的话 那你先前所跟过的老师 所学过的这些法门 现在的老师一概不承认 而且呢 你今后 在这个师门里面学习啊 不管是你要看什么书 你要去听什么演讲 都必须通经过老师的同意 否则你不能随便看书籍 只有老师点头了 你才可以去看 这样的一个 这个规矩啊 要遵守三年以上 那么这样呢 老师才有办法接受这个学生 学生如果没有办法 接受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教法 老师不教他 学生请走路 那 那老师为什么那么不慈悲呢 老师非常的慈悲啊 只是 学生不听 老师也没有办法 也只有听话的学生啊 老师才可以完全的 来交付 这个道理给他 那么也只有呢 自己 能够敞开心心 要来跟 跟着老师学习正法 老师才愿意把全部的加持在他身上 不是说老师有选择哦 而是老师的加持 要 能够发生作用的 只有在 这个涂地的这种 沉浸上 才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个标准是 相当严格的 那为什么要只能够听老师一个人的 其他的人也不输老师啊 那怎么办 老师也是跟你讲 彼此能够听他的 他教的不错是他的 不然你去跟他学 你不可以又在我这边学 又到那边学 那你同时听两个人了 那么会造成了 你的知见上的混淆 会造成你学习上的困惑 所以与其这样呢 不如就放弃一边 你就要跟着一个老师学 那你如果跟着三个老师学 那变成三叉入口 这个老师讲那样 那个老师讲这样 这个老师又讲另外一个 三个老师讲的都不同 这个在我们世间上的 我们成为师父的这些人 都可以看得到这种现象 同样一个房子 三个建筑师来看的方法 可能都不懂了 三个人都说得很好 三个人都有他的个人的见解 那到底谁对呢 那所以呢 只有尊崇一家 那这个是最正确的 所以为什么老师呢 要那么强调 这个学生啊 一定要跟着老师 跟三年以上 跟着一个老师 学一门 一门深入了 你才可以一门通啊 门门通啊 不要做通家 不要说一开始呢 我的学习能力很强 我的智慧很高 我要做通家 如果说一门都不通了 其他的这个学问啊 你也是不通了 通家就是 什么都不懂 才叫通家 就什么都 都懂一点 可是呢 门门通是门门松 所以以前的老师 这个做法是非常的正确的 一门深入 那后学呢 也是希望 能够一门深入 后学很希望 一生呢 纯 这个专修专论 官圣帝君的教法 那么官圣帝君的教法呢 是符合现代人 也是符合现代社会的 简洁有利 直气人心 那么当然这是一种心愿呢 这个心愿呢 也是希望先佛的加持 也是希望呢 人事的努力 希望能够好好的 来在这个世间法上啊 把圣人的教法 落实到世间 推广到世间啊 让自己呢 成为这个 官圣帝君的代言人 在世间的代言人 有人说那我不要做官圣帝君的代言人 也可以啊 你做孔子的代言人 你做这个佛陀的代言人 你做老子的代言人 这个都可以啊 但是呢 重点要知道 就是一门深入 没有其他的方法 你一门深入了 人家看到你 就看到官圣帝君 就想到官圣帝君 那么你在这个 这个路上啊 你就成为专家 你就成了先佛菩萨的代言人 先佛菩萨的千百一花生 在人世间 硬化 这个才是真正的道成肉身的意义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先生 讲到道之宗子 众师尊 这一段经文 师道跟孝道 都是同样的重要 甚至呢 师道的重要性 可能还要 比孝道 还要更深 更 更广 我们要知道 老师 所能够给我们的 就是法生慧命 那么这个法生慧命呢 是无穷无尽 无量无边的 是真正 那种 无限宽广的 自信本体 那么 自信本体呢 那个才是我们本来的面目 所以我们透过教育 透过 师的传承 所要达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面目 我们说 我们说 返回赤子 我们说 子与至善 这个呢 都是师道 可以给我们的 所以老师 教学生 他一定 要教他们 适应他们 每一个人的根器 每一个人的秉性不同 给予 给予适当的法药 给予适当的 这个途径 那么徒弟呢 只要能够遵守 老师的教导 一步一步的来 实践 那么 一定呢 能够 达到自己 想要追求的 那个目标 那最终目标呢 当然就是 回归本来的面目 那么 所以我们 世间讲 有重演的 学生 没有重演的 老师 这个是指 世间的 学问来 来说 那么 超世间的学问 对于 超生了死 对于 超反入胜 这样的一个 生命的学问 我们所要 所要跟从的 跟随的 就是 一个名师 所以名师 的重要性 他是超越 各种角色 所以我们这里讲 众师尊 那事实上 我们说的 师尊 就是指 民事 那这是一个 修行人 他真正的 想要 修行 他想要成为 这个 世间的典范 想要 达到 终究的目标 一定要 一定要依止 一位 真正的 民事 学为 人师 行为 示范 学 要做 这个天人的 导师 要学到呢 能够教导 世间一切的 众生 能够 然后呢 能够成为 他们的模范 来代引 他们 这个才是学 重要 最重要的 目的 行为 示范 你的 在世间 所表达 出来的 所表现 出来的 一言一行 都是 世间人 想要 学习的 这个 目标 那所以呢 一个学生 拜在 民事的 门下 带来 修行 他一定要 以这样的 目标 来作为 标准 所以 学为 人师 行为 示范 他不只是 要一个人 读成 他要 弘扬 师尊的 教法 传承呢 这个 自古相传的 这样的一个 圣理大道 所谓自古 佛佛 回传 本体 施施 密覆 本心 这个是 六祖慧能 他所讲的 法者 以心传心 皆令 自悟 自解 那么 老师 引进门 修行 在个人 老师呢 把你 引导到 这个 修行的 这个路上 但是呢 那个登高的 动作 那个达到 目标 指于 自善 的那个 动作 你必须 自己去走 老师 不可能 帮着 背着你走 这个呢 是一个 修学人 最 最必须 要清楚的 所以 在我们的道场 我们有 事情 要求老师 遇到 境界线前 遇到 因果 牵残的时候 都在 求老师 世间的 求 太多 太多了 那因为 世间的 苦 也是 太多 太多了 那 修行人 他们 有没有 跟 世间人 一样 受到 各种的 业障 因果 的 牵残呢 这个答案 是肯定的 那 修行人 也是一样 特别是 现今的 修行人 那他 不用 披加沙 不用 抵光头 也不用 住 深山 他就 跟人群 在一起 他就 在 这个 世纪里面 韬光 养晦 然后 将 这个 老师 所 传授的 这个 道啊 好好的 来付诸 实践 好好的 修炼 修炼到 火候成熟了 那他 自然呢 就 能够 跟 老师 互相 感通 那么 他的 求呢 自然而然 发自于 本体啊 想要什么 就求到什么 那么这个 也不是老师 给他的 而是那一份 自信的流露啊 让他 自己呢 有 有这个福报 现前 有这个能力 现前 有这个 这个 得相 现前 所以这个 我们要了解 那么 佛佛 回传本体 老师跟 老师 跟祖师 所传下来的 这个 这个道脉 它是一条金线 它是一个 天命的传承 那么讲到这个啊 我们必须要清楚 我们今天所学的 这个道 是不是有天命的传承 有 有没有这个 信理真传 有没有天命的真传 这个是我们必须 现在的学人 要了解清楚 所修学的这条路 是不是走对路 所谓 读破千金万点 不如明示一点 那么读破千金万点 这个是透过世间的教学 哦 世间的学问 要来找到 这个 这个圣佛的 这种道题 那么读破千金万点 你绝对是找不到 先佛的道题 这个 这个本性本性 哦 所以刚才讲 诗诗密副本心 诗诗密副本心啊 祖师跟祖师所传授的 那它一定是指指人心 它一定是点出 我们本来具足 哦 本来清静 本来 不动摇 能生万法的 那个自信 那么这个自信呢 到我们现在的末代 时期 众生的根性啊 我们没有办法 自行体悟出来 因为我们的 累劫累势的 千蚕卦还太多了 我们的 这个脾气 烦恼 哦 这个秉性呢 太过深重了 所以 如果有人说 他自己呢 看书 然后看到有所体悟 然后呢 自己称为 自己什么 什么先佛来转世 这个都是 学诗说法 哦 所以我们知道 在六祖 慧能里面 六祖谈经 他记载 威英王佛 以后 他自己自悟自解的 这个都是 邪魔歪道 哦 在 佛家里面 偶艺大师 曾经说 中国自南宋 以后 就没有真正的 比丘 哦 所以 真正的修行人 南宋以后 就找不到了 那可见呢 整个时代的趋势 再来告诉我们 这一件事情 众生 如果没有 接受 民事的教法 那么我们 没有办法 见到 本来的面目 甚至呢 不晓得 怎么样 踏上 这种光明的绝路 圣贤之徒 那所以说 选择 民事 是修行的 最重要的 一个 一个 抉择 那民事 教导我们呢 他一定教我们 一门深入 常识 熏修 他知道众生的根性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会教给他 适当的法门 那么你就在 这个法门呢 好好地来下功夫 好好地来修学 那么一理通 百理通 一理测 百理测 当我们在 某一个 修行路上 已经通达了 那么其他的道理 就通达了 这个就是一门深入 常识 熏修的作用 那么众生 也只有透过 这个一门深入 他才有办法 在修行 的路上 感觉到 那一份的 到位法喜 所以法喜 不是来自于 外面的鼓励 不是来自于 道场的 这些活动 法喜是 从自信流露出来的 那一份 以信印心的感受 那那个感受呢 是因为 无比的热受 来自于 这个天恩思德的那一份 那一份水辱交融的感动 那所以在民师的面前 我们毫无能力 我们只能够说 依照民师的指导 民师说什么 在他的面前 我们只能说 是的 跟着民师的路 好好的走 亦步亦趋的走 这个呢 就是现代众生 所可以 依止的修行 这个指趣 那所以说 这个三四经 有一句话他讲 教不严 师之舵 那教不严 这个老师的教导 不够严格 哦 他的主题 重点是在这里 那师之舵呢 就是老师不 不负责任 老师不够尽责 所以他没有办 没有把学生教好 所以教不严 师之舵 那么这个没有把学生教好 老师的过错 老师要负担责任 哦 老师要负担因果 那么这是 这是一般 凡夫俗子的老师 一般学科学技艺的老师 他才会这样 真正的民师呢 是不会这样子 哦 我们说师言而后道尊 师一定是相当的严格 哦 当然言这个字 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面向来解读 那么主题呢 重点是在这个 师的这个严格 严格的这个 规定啊 哦 严格的指引啊 它是为了教导学生 能够正确的走上 觉悟 解脱的路 那么因为众生呢 在六道轮回里面 不晓得轮回太久了 不晓得轮回 累劫累势了 那所以呢 他所累积的这些习气毛病啊 已经成了他 他的这个 思量之鉴 那他的之鉴呢 他认为这样子 他认为这样是对的 是好的 结果呢 在民师的眼中 这根本是错误的 所以思量之鉴呢 变成众生最大的障碍 我们修行人 最大的这个 阻难啊 就是我们的思想 所以 西方的哲学家 他讲 我是故我在 那这句话呢 看起来是很有道理啊 但是呢 仔细想一想 我是故我在 我因为有思想 所以 我是存在的 那么这个 这句话的现象呢 就是在误导 误导人们 也就是说 我怎么可能会存在呢 我怎么会有思想呢 如果说我们是 回到本来面目的 那一份的 这个无量无边啊 那么我不是没有思想的 那根本就没有我 我是跟虚公法界融成一体的 我是不生不灭的 我是没有起心动念的 那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 怎么可能会有我思呢 更不可能有我在了 那所以我们曾经讲过 一念不绝 而有无明啊 那这个 无明的产生啊 是在这个一念之间 那么这 第一念跟第二念啊 又不一样 那这个众生呢 因为每一念的不一样啊 形成了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整个生命的模式 那他跟某一个 某一个现象界感应的 他就一直存留在这个现象界 这个道理呢 是非常深的 但是在华严经里面 佛陀为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 这个呢 如果没有说明师来指引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 这么思维 这么细微 这么精确的一个道理 那么一念跟一念之间 是没有连接关系的 众生的每一个念头 都是那一个不觉所产生的 那么呢 因为有太多的不觉 产生在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思想里面 每个不觉 这个联系起来 就形成像一部大 一部大电影一样 那这个电影呢 不断的在演下去 所以 这个华严经 他里面讲到 这个 我们说一念不觉 人的一秒钟有多少念呢 一刹那之间 有几兆的念头 从我们的思海里面 思想里面 这样 飞笑而过 所以 念念相续 那这个念 为什么会产生呢 也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一念不觉呢 这个呢 这个就是明事要告诉我们的 因为我们本来的本体是没有一念不觉 因为我们本来的本体是没有一念不觉 现在一念不觉是自然而然 你有这个境界限前 有这个起心动念 所以一念不觉 是突然产生的 啊这个念念相续呢 一直一直这样传演下去啊 就越来 这个念头呢 就越来越多 形成我们生命的剧本 就一直演下去 所以要回到这个一念不觉之前 的那个状态 才是本来的真我 那这件事情呢 只有佛啊 只有明师才能够讲得清楚 所以明师教导我们 回归本来的面目 就是要 让自己的念头 要达到 清静 要达到这个平等 要达到觉悟的状态 要达到真诚 达到慈悲 你只有透过这些修为 才能够让自己 慢慢达到那个觉受 所以佛陀曾经讲 这个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以觉为师 那么戒呢 当然就是透过 修行的戒律 生活的这些规范 然后呢 来约束自己 不要让自己的 身心言行 甚至起心动念 太过于超越 超越了 这个 人的 这种范围 超越的我们这个世间的规矩 或者是做修行人的规矩 这个儒家讲要守礼 所以礼的奋计 就是在讲戒的道理 所以这个孔老夫子 要言为夫子 克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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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就是自己 得那份起心动念 那 复礼呢 就是回到 本来的标准 这个礼呢 是 圣贤 先佛 他们所要遵循的 这个言行 他们会做的言行 所以 恢复到那个言行 就是回归到 本来的面目 那所以克己呢 克己就是修行的功夫 孔老夫子 教他要克己 克己的意思呢 初前的解释 就是克服自己 我们自己有太多的 这个 烦恼妄想 有太多的起心动念 所以在这个 起心动念之间啊 我们至少要让 这个起心动念 都是 发 发呼以致战 当我们的起心动念 能够达到一个 一个善的标准 那么我们的 道体 就渐渐的 呈现一种 朗然的状态 那这样的状态呢 是帮助我们 回归本来面目 很重要的一个 依据 所以 民师 教导我们 民师的教法 学生们 学生们 这些徒儿们 只有照着民师的教法来做 那才是真正的 众使尊 所以师尊 因为呢 道尊 所以呢 师的 师就尊 那师的尊贵呢 就是他可以 就是他可以 把道的那份 无言 无形的 那种样子 能够做出来 给我们看 能够讲出来 给我们看 所以民 这个徒弟啊 只有 儒教修行 供养 依着老师的 这个教诲 来修行 用这样的 儒教的修行 来供养老师 来成就自己的德行 也只有 让自己的德行成就了 那么 我们今天 才有办法 讲到众使尊 不然你要怎么 众使尊呢 这个师尊教我们的方法 我们都不做了 或者是说 达不到标准了 那么你凭什么 说你是众使尊的 甚至呢 你怎么样去 开导别人 度化别人 所以主要讲 正己而后成人 那如果说 没有正己的话 你要怎么成人呢 你没有办法成人 你要怎么样回归 本来面目呢 所以圣人不是独成的 圣人一定是呢 跟着众生一起成的 佛也不是独成的 那所以说 对于 老师的供养 就是实实实在在的 用修行 来 来供养老师 那么我们今天说修行 到底什么样的修行 才能够说是 如实的修行呢 老师 常常教我们 要遵守这个道之宗旨 要遵守佛归礼节 所以我们刚才讲 以戒为师 那么道之宗旨 跟佛归礼节 是我们修行人 最首要遵守的 这两条 两条道路 好像车的两个轮子一样 只有这个 这个两个轮子 这个能够同时运作 这台法车 才有办法 向前行 所以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那苦是什么呢 苦是 待众生受苦 那修行人呢 自己不应该觉得苦 你看眼尾居乐像 一丹死一瓢饮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凯其乐 眼尾的那种苦 世间人认为是大苦 但是眼尾不认为是苦 回也不凯其乐 那乐在其中 那那种乐是一种到位伐喜的乐 是真的在这个如实修行 如实这个供养之中 来跟天心 跟师心 互相交融 所震荡出来的那份伐喜充满 那这样的乐呢 这不是一般的快乐 也没有办法提供给人 也没有办法 把它分享给别人 只有自己 每一个人从内在去寻找 从内在去发掘那份自信的本体 你才有办法了解到 那个到位伐喜之乐 眼尾之乐 那所以说 这个成就自己的德行 才是真正的来供养老师 那么我们现在还要以绝为师 不要把这个道场的 这个渡人的树木 把道场的这个大小 把众生的多少 当作是你修行的目标 当作是修行的衣归 这个是相当的大错误 因为修行不在外 修行在内 在师尊师母那个年代 我们还有听说过 这个半道成道 那么因为当时的人心 是非常的善良 他们听了这个道了 就如此的修行 如此的去做 所以呢 先佛说开荒颤道 渡人半道 那他就照着先佛的话 就开始去修道半道 一心不二啊 那么一心不二才是真的平等的心 他没有把众生当成是众生 他真的把它当成是一体的 那么一体的话 自己要回去 这些一体的 当然就要回去 没有说头要回去 手脚还留在世间的 没有这个道理 那所以说他们修行呢 可以很快的进入道理 所以很快的这个回归本位 那所以我们看以前的人的 他们的成就的这个事迹啊 我们看了都非常感人 非常的令人动容 那是真的是一念自成 一念自成所发出的心 那所以呢 他们在伴道修道 开荒颤道的过程 他们是觉悟的状态 不趁现在伴要趁什么时候伴 不趁此生伴更待何时 那么老师还在注视的时候 这个天命呢 还在运转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来好好的 来修道办到 让自己呢 进入觉悟 进入解脱 那么老师不在了 天命不在了 你还有可能觉悟解脱吗 这个我们都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你看以前跟着孔老夫子的 四配十者七蛇行 通通都成就了 跟着这个佛陀的十大弟子 五百罗安 通通都成就了 跟着这个耶稣基督 这个穆罕默德 这些人都成就了 跟着祖师六祖卫能 这些代代的祖师 这些人都成就了 那么我们现在也没有祖师呢 我们现代的这个明师 祭功活佛 玉慧菩萨 就是我们的天命明师 那只有依赖 这个天命明师的力量 我们才有办法 来修行走到 圆满的境界 那所以我们刚才讲 以绝为师 老师教我们要绝悟 绝悟什么呢 绝悟在这个世间 是一个短暂的存在 生命只是暂时的现象 这个肉体呢 是有生老病死 会毁坏 世间也是不可助流 种种虚幻的 这个组合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 我们不可以把它 当作是真的 那可是呢 我们要怎么样跳出来 跳出来就是 遵照老师的做法 老师教我们 依照道之宗旨 依照这个佛规理解 我们就跟着 老师的教法 这样好好做 老师教我们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我们就在我们的 这一门里面 好好的来研读 好好的来 来这个悟通 这样你才有办法 真正的叫做 儒教修行供养 如实的 跟着老师的教法 来供养老师 这个才是最大的供养 最好的供养 佛家称为法供养 李干清干清 他讲到 用自这个 所有的世界 祈祷 这些黄金流理 用这些最贵重的 这个宝物啊 来供养老师 还不如 一个四聚集的供养 四聚集的供养 就是你能够按照 佛所所讲的话 然后呢 照着佛的这个话来做 这个就是最好的法供养 那所以呢 让自己达到 这个 清净 平等 觉悟的状态 真诚 慈悲的状态 那用这样的 来修道半道 那才是真正的重视尊 所以我们讲 这个自公禅师 这里的一句话 他说呢 不逢出世民事 往福大乘法药 所以一个修行人 他没有遇到 一个明师出世 即使他在大成教里面 用功修行 他也没有办法 来达到这个超生了死 跳多六道轮尾 那六道轮尾都跳不多了 更不用说是法界 所以明师的重要性呢 我们从这里 可以看得出来 明师 是真正的指引我们 可以超生了死的 这样的一个老师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独播千金万点 不如明师一点 因为老明师呢 他教给我们的 他传授给我们的 那是道 那不是教 那道跟教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道跟教最大的不同 就是道可以帮助我们 超生了死 教呢 能够帮助我们 成就世间的福报 那就是这样子 那最大的差别 所以明师所传的 也只有这个道 那么透过各种的教 教法来证悟这个道 这是每个人的根气不一样 所以我们刚才讲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也是教 但是呢 透过这个一门深入的教 你能够印证到道 那就对了 那所以印证这个道啊 是自古以来 修行人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道是那个本体 是我们跟这个天地万物 跟整个时空宇宙 互为一体的 这样的那个 如如不动的自信 那因为那个境界 太过遥远 太过高超人 一般的众生呢 是很难体会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 往内参求 往内去 去寻找 老师传授给我们 三宝心法 那么如果说 现代的人 不晓得什么叫三宝心法 那就非常可惜 那只有透过明师的 这个三宝心法 我们不断的去向内参求 我们才有真正印证道的一天 那说印证道 不是 不是靠着奇迹显化 不是靠着你 你这个奖金说法 也不是靠着你去 这个渡人半道 而是靠着你那一份 内在的那个顿悟 只有顿悟了 只有这个了悟了 那个道体 跟我原来是一体的 不到我跟道体是一体的 我跟这个死法界也是一体的 我跟这些众生呢 也是一体的 整个宇宙时空 就是只有我一个人 这一场道 大道的红展 就是为了我这一个人 那别人是谁呢 别人是成就你的 别人是为了配合你的 你才是整个戏的主角 所以学生只有我一个 了解到这样子 你才知道 这个自己 是有这么样的 独一无二 那么这份独一无二 为什么 有这么多 这么好的因缘 要来成就我呢 因为我还在你 其他的人 通通都开悟了 其他的众生呢 都是在觉悟的状态 只有我还是你 那只有我 开悟了 我才有办法 跟这些众生 跟这个时空宇宙 合为一体 进入到他们的 大本体里面 那么我就可以不生不死了 那所以呢 这个 冤金寨主是谁 冤金寨主就是我自己 这些三楼大地是谁 三楼大地就是我自己 这些花草栋植物是谁 就是我自己 这些都是表演给自己看的 我自己去始约生 我自己在学 那当然 我们自己能够体悟到了 原来我 跟他们都是一体的 你的那一份 这个无言大词 同体大悲的 那个自信的流露 你就会感受的出来 你就会流露的出来 那所以这个修行 要相当的这个深入 要相当的尽性 破一品无名了 正一分的仿生了 所以道呢 道只有一家 没有分号了 没有两家了 如果另外哪一个人 还有说他另外这里有道 那就是左道旁门 这个是北海老人 他讲道只有一家 就主主相传的这一家 所以我们认定了 这个主主相传的这个道 好好的来修正物证 了解到我们的自信 是这么样的独一无二 那么 那就是 那就是走上 这个正确之道 所以他曾经讲 他说真三言是 真修炼 顶如千拱 是虚言 真指的三情 言回的事物 那那个是真修炼 顶如千拱这些 抽砍舔尼这些 通通都是虚言 这是悲哀老人 那么你看 真三言是 真指的三情 无日三情无生 这个是真实功夫 这个我们要知道 因为我们人 我们现在是人的样子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境界 那是我们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的样子 那在这个之中呢 我们曾经做过 不懂样子的众生 那因为做过不懂的 各种样子 所以我们累积了 很多的习气 毛病跟烦恼 还有很多的知见 那所以这一世为人 可以得到名思 可以得到真道 你要从这个真指的三情 言回的事物 来下功夫 辱家抽缘 他说末后抽缘 辱家管 题目认错是伟天 那所以 修行 要开始的第一步 要正己成为的第一步 就是从人道做起 人道就是他讲 这个主持讲的 增三言赐 言回的事物 增子的三情 这个都是很基本的功夫 每天时时要反省自己 每天时时要告诉自己 要以你为戒的地方 所以戒甚恐惧 为什么说如灵 生冤如礼薄冰 因为一下子我们可能 就出了太多的错 而这个错是连续的 所谓一盘错 满盘皆输 这个错是连续相 所以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不空的道理 是因为因果是相续的相 那这个因又会变成果 果又会变成因 所以它是相续的相 所以造成了 这个我们受到这个果报献前的时候 我们会被境界所转 被境界所转 我们修行的功夫 可能就忘却掉了 流失掉了 那它在这里 北海老人告诉我们 末后收缘儒家馆 你就是从儒家 好好地下功夫 那所以 后学为什么发心 要在这个观圣帝君的经典 好好地专修专宏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观圣帝君是儒家的修行 观圣帝君自己讲 观圣帝君自己讲 吴树兰春秋又观孔梦 所以观圣帝君是以 这个春秋孔梦 为学学的这个对象 那他所讲的经典 当然也是就是 这个儒家的思想 所以你看这个观圣帝君的经典 都非常的浅白 都非常的简要 浅白简要的道理呢 是呼应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 那观圣帝君现在组长的 这个 中天欲望大帝 三天的一个主宰 那他一定要教化众生 以他为代表 那他要教化众生 当然知道众生的根系 所以呢 他就传下最简要 最浅显的这个道理 给现代的众生 你跟我们现代的人 他没有耐心 当你叫他再去学这个大经大论 我们讲到这个 大藏经 佛教的 都不外乎 这些大经大论 金刚经 六祖丹经 楞严经 法华经 华严经 现在的众生 你叫他再去学这个 那开悟正悟 这个是太难得了 太难太难 讲到儒家的 也不外乎四书五经 十三经 那这些大经大论呢 现在有哪些人 可以呢 安分守己的 一步一脚印的来学 包括修行人自己 就很难找到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才知道了 先佛的慈悲 先佛的用心 观圣地狙 帮助这个名师 来度化这些众生 他用什么方法 用这个最浅显的方法 所以他教的这些经典 如理如法 气理气机 气理呢 就是现在的众生 他所需要的道理 不需要长篇大论 最好是那个 轻薄短小的 最好就一句话就好了 那种的 那观圣地狙的经典 就符合这个需求 那气机呢 就是现在众生的根气啊 他的需要 现在整个大环境的气氛 他所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讲到气理气机啊 这个气机的部分啊 也是现在的这个众生啊 最想要听 最喜欢听 最能够接受的道理 所以 先佛慈悲啊 是相当的用心啊 讲到这个气理气机啊 当然就是 现代众生最符合 最需要的 所以如果说 只是气理而不气机的话 那么变成了 这个空谈 这个玄言之论 学者专家之论 对众生呢 没有帮助 因为他们听不下去 你没有做 你讲的很有道理 可是我做不到 可是呢 我听不下去 那你讲的这些道理 也 也没有办法引起共鸣 这个讲的跟没讲是一样 那如果气机不气理呢 气机不气理啊 这个是 这个 现在众生的现象 众生喜欢呢 这个吵吵闹闹 喜欢这个一窝蜂 这是气机啊 所以呢 现在演唱会最多人 有什么活动的 这个最多人 讲这个笑话 讲这个笑话 看这个影片 这个最多人 但是呢 如果都是沉迷在这里 众生根本不懂得 什么叫做圣人的教法 所以呢 佛陀讲 气机不气理啊 这是魔术 所以你看演唱会 你看这些这个大活动 对于教化众生的意义啊 完全是没有 甚至呢 让众生更加堕落 所以观生低君 他气机的道理呢 他就是支持人心 他就是呢 简明二药 就告诉你 然后呢 这个里面呢 有理论 有方法 还有表演给你看 没有一个经典 是这样子的 很难得 佛经里面 只有华言经 还有这样子 那观生低君里面 桃源民圣经 他有理论 有方法 还外带表演 表演之后呢 他这个正道给你看 你跟着他表演 你就正道了 那么绝世真经呢 他讲因果 讲这些善恶 的道理 简明二药 让大家呢 有所紧悟 这个是观生低君 的一个教法 也是现代儒家 最 最殊胜的教法 所以他 他讲 幕后儒家 幕后收眼儒家观 题目认错是伟天 题目不要认错 这是重点 那修行的题目 如果认错了 那就是下一次轮回了 你修的只是人天的福报 那人天福报好不好呢 人天福报 事实上来讲 并不是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得到这种福报之后 你会迷雾 你会迷惘 你会更加堕落 那更加堕落 你就不了解 你以前 用心 用功的地方 那些功夫啊 统统忘掉了 所以不要认错题目 题目是什么 题目就是儒家收眼 儒家在讲什么 儒家在讲 忠孝结义 讲孝亲尊师 只有讲这个呢 才是符合 现在众生的根性 那现在众生呢 最需要的也是这个 现在呢 社会太乱了 这个世界乱 那这个乱呢 比 古时候以来 那个战争的乱 还要乱 为什么还要乱呢 因为呢 古时候战争呢 它还有一段时期 那兵荒马乱呢 这段时期过了 就是太平天年了 那现在乱的是 每一个人都乱 社区乱 人心乱 我们出门生活啊 都是身处在这个 伪乱之中啊 什么时候隔壁 出现一个患人 我们不晓得 我们这个 我们的街道上 藏了一个恐怖分子 随时呢 要来这个 伤害我们 甚至连在家里 这个乍材的电话 恐后的电话 也是骚扰不断 很多人就这样被骗了 即使家人跟家人之间 也是会互相伤害 为了利益呢 大家呢 彼此互相攻击 所以恐怖分子在哪里啊 他不是在国外啊 也不是外来的种族啊 恐怖分子就在我们的旁边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氛围啊 我们怎么能够不提心吊胆 我们怎么能够不小心谨慎 那么化解这些恐怖危机 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 就是你自己要先正己 你要先克己复理 只有自己做好了 自己证悟了 自己修成了 你才有能力去改变 这一切的环境 我自己成佛了 才有能力去转变 这个世间的众生 跟着你成佛 所以 儒家他讲 天不远地不远 那么天地的大德 他时时时刻刻的来教化众生 来化育众生 但是众生呢 不晓得这个道理 到在日常生活 可是呢 众生日用而不知 那所以呢 天不远地不语 要透过圣人来讲 那圣人是谁呢 圣人就是明师 那明师教导我们 明师他也有肉体的限制 他也有时空的限制 所以不得不呢 他透过这些弟子 来传道 来传法 所以我们是明师的代表 我们是小技工啊 我们要把这种 明师的教法 把它弘扬到 大街小巷去 那所以呢 天不远地不远 要透过圣人 透过圣人之徒 来教化 那我们是圣人之徒 我们是 是认为呢 有使命 要来教化这些众生 所以呢 我们自己呢 要把自己修好 老师给我们的标准 是最起码我们要做到君子 儒家中的君子 他才是一个教化 众生的一个 一个基础 光光达到这个善人 还不够 可是我们在 这个社会上 听到善人是很多 听到被称为君子的 却很少 不要再说在社会上 在道场上 我们听到这个人 被称为君子的 被形容是君子的 这个就非常少 所以 我们更要戒慎恐惧 要来好好修行 让自己觉悟 好好的这个 儒教修行的供养 用清净心 用平等心 觉悟的心 真诚 真诚慈悲的心 来 布施 布施 才智 法智 无畏施 来供养这些众生 让这些众生 得到民事的教法 让他们跟自己一样 觉悟到这种 民事的可贵 民事的不可思议 所以 题目不能认错 认错题目 往用功夫 所以 为什么悲哀老人 他讲 顶如迁拱似虚眼 抽砍填礼 忘用功夫 这个道家 不是在讲 顶如迁顶吗 不是搬运周天吗 练练绩还须吗 他说这个都是 错用功夫 自从 有一个 有一个人 他写这个参同器 博洋 博洋写这个 参同器 就开始有这些 顶如迁顶 炼器还须 等等的 这些功夫发出来 那么他说呢 这个博洋 有没有人给他拜 到现在 有没有给他立庙 没有一个人给他立庙 没有一个人给他拜 那所以 这个 要看清楚 在修行路上 只有正知正见 只有了 正命正法 只有了 这个 民事的一职 才是我们 归循的 这个重点 那民事所教的 也是教我们 从人道做起 人道做起 把这个 这个 人心啊 扶正了 社会就正了 把这个三纲五常 导正了 这个恐怖分子 是就没有了 整个世界呢 也就和平了 所以我们讲这些 超级入礼的事情呢 我们讲这些超出这个事件的事情 对众生而言呢 实在讲 非常的遥远 佛家的 佛家的 更是说啊 就不要管世间事了 直接呢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留恋 这个是 进土中的说法 但是呢 这个世间呢 这么样乱 大家都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这个世间 要怎么样 来把它导正呢 只有真正 真正的修行人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了 这样的修行人 那现在的修行人 就是儒家的修行人 儒家管世事件的事情 好好的把人事件的事情做好 你就成佛做主了 这个就是老师教给我们 我们只要好好的 好好的遵照老师的做法 我们也是 这个盛行的品位 至于以后的事情 以后的事情 以后的人管 我们不管 我们不要管太多 所以老前人教我们 一人办一段 我们把我们这一段办好 其他的事情 自然有 有以后的这个人 会来处理 这个就是 我们讲到 众师尊 我要强调了 这些理念 今天时间到了 就讲到这里 谢谢 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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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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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